第1951集 温熙这仿佛是没有看到似的,脚下一转,换了一个方向,走了几步,指着柜台里的一种药材,让里面的活鸡取出来看看,把顾熙书直接就晾在了那儿。 顾熙书原本的确是新兴作态,以往在二表哥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时候,只要自己做出这么一副样子来,三表哥必然会心软,要什么有什么,还会哄着自己。 之后因为和二表哥两个人被发现,他再也不敢在府里对三表哥耍小兴子,不过现在这事已经过去了许久,又是在府外,顾熙书以为还可以再跟以往一样,没想到,温熙池给他这么没脸。 看了看周围居然还有人在看着他,拿帕子一抹脸,哭着就跑了出去,额娘看了看,背着手仿佛什么也不知道的闻熙池,只能自己和顾熙书的丫鬟追了出去,要不门边的角落里,顾熙书侧着头抹眼泪,委屈不已,额娘上前几步轻轻叹了一口气,伸手把他搂入怀中,轻声安抚他。 希书,你也别生气了,你三表哥看起来就不是懂这些的人。 陆姨,他怎么可能不懂,三表哥那么聪明,怎么可能不懂,他只是不想理我,可是凭什么不想理我,我一心一意地对他,一心只有他,他,他怎么可以这样。 顾熙书在额娘的怀里哭道,话冲口而出,和着额娘两个也算是缘分,虽然两个人是因为算计,才撞到一起交好,带得真的交往之后,顾熙书发现这个陆额娘还很如她的意,比起舅母来更温和了几分,她自小养在闻相府,现在就算是自家父母要回来,也觉得不轻。 身边年纪大一点的女子,除了下人就是下人,唯一的舅母虽然亲近,但是身份尊贵,有时候不得不为了府里的其他人委屈了她,相比起来,还是这个陆额娘何心何意,像一个一心维护她的长辈。 男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就算是她心里认同你,在人前,也得表示出一副不认同的样子,况且你在府里的事情,总是还没解决掉,那是她亲儿哥,你眼下的身份,也是尴尬得很。 额娘柔声劝解,两个人很投缘,额娘又是一个会来世的,知道顾西叔的环境,一看就知道,却一个清心相素的知心人,三言两语之间就把一些事情给套了出来。 顾西叔也因为知道额娘要进新国侯府,自己的事情与她无碍,又觉得她似乎可以帮自己,也就没有隐瞒。 她身边能出主意的都是一个仆妇,见识少了一点,眼前这个鹿鹅娘倒是正好,补了她身边女性长辈的缺失,还可以帮她拿一些靠谱的主意。 二表哥自己喜欢我,关我什么事情?我不想嫁给二表哥,我想嫁给三表哥。 顾西叔任性道,之前的事情过去这么久了,父亲又要升职,就算是舅舅,也不能够让自己当二表哥的妾。 自然是正妻,有了父亲升职的事情,顾西叔的底气也足了,既然是当正妻,为什么不是三表哥的正妻? 可是你二表哥,在文相夫人面前,已经明言要娶你了。 额娘道,这话也是顾西叔说的,她和文诗安之间的事情说的时候,当然有所隐瞒,这种事情说起来,自然叫人觉得女孩子下贱,无耻。 那要如何?反正,我不会嫁给二表哥,我想嫁三表哥。 顾西叔哭道,越想越委屈,她觉得这么多年,自己小心翼翼地讨好舅舅一家,不就是想要嫁给三表哥吗? 旧母往事对自己很好,为什么就看不透自己的心思?她一心一意地觉得文相夫人亏待了她,却没想过,她自己跟文诗安两个早就暧昧不清,还被人抓住了。 文相夫人怎么可能再让她嫁给自己最看重的三个儿子? 文相夫人,即便是亲侄女儿也不行。 文相夫人,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文相夫人,只要你二哥娶了别的女人,那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娶别的女人? 顾西叔眼睛一亮,抹了抹眼泪不哭了。 可是二表哥死心眼都狠,他不喜欢别的女人的。 说起这一点,顾西叔又有些得意,脸色焦红起来。 过几日,文相夫人不是要为三公子选亲吗? 到时候来的小姐必然有许多,找一位,送到一起。 你二表哥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了。 那样身份的小姐,哪一个都不是好得罪。 额娘替她出主意的,这样的主意,其实以前也有人帮顾西叔出国,不过出主意的是她身边的仆妇,她看不上。 同样的主意从额娘的嘴里说出来,顾西叔却觉得很有理。 前玉士千金果然见识不凡,但是具体如何操作还得好好商量。 陆姨,你帮我。 顾西叔倒,拉着额娘的手,觉得自己找了一个可以帮自己的有见识的人。 却没想到额娘从根上来说,还只是一个仆妇,就跟在清华郡主身边的几年长了一些见识。 其余时间,依然只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仆妇。 不知道,一些世家大族的规矩,眼下能够这么得体,是少敬请了人,这几天恶补的结果。 只是看着想,骨子里依旧是那个当作丫鬟的额娘。 顾小姐放心,我会帮你的。 额娘笑得灿烂,看到顾西叔信任的眼神,心里也发飘。 想不到居然有人这么地信任自己,果然身份还是最重要的。 等自己以后成为新国侯府夫人,必然有更多的人信服自己。 这件事既然说通了,顾西叔抹了抹眼泪,重新回到店里。 站到文西指身边,小鸟依人一般地融合,也没有在闹脾气,心里缺盛中地考虑摆脱文石安的事情。 得把文石安这个贴上来的烂泥给甩了去,自己才可以嫁给三表哥。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2集 邵婉如又走了几家药店,把药店里几乎七八十年以上的人生都买了,之后才带着人去了谍一斋。 谍一斋已经重新跟了店东填写的名字,但在外人看来一切都没有变,掌柜的还是那个掌柜,店里的货源依旧出色,店里的伙计却是知道的。 他们眼下店东是陈王妃,也因此招待几客人来,底气更足了一些。 不像以往遇上个脾气大的客人,连话也不敢说。 邵婉如进来的时候,董大娘已经得了信,迎了出来,然后带着邵婉如去了账房。 坐定在宽大的书案后面,邵婉如看了看放在桌面上的账本,笑着问,最近生意如何? 王妃放心,生意很好,比上个月还多了几分利润。 董大娘的精神看起来也不错,笑盈盈地禀报,说着走到书案前,把她方才翻看的几处找了出来,一直给邵婉如看。 这几处都是最近赚钱比较多的地方,回大海没有来纠缠过,邵婉如随手翻看账本,一边问道。 没来,她哪有钱过来,倒是她的夫人曾经给下属送过礼,说是要和解,属下让人把礼给退了回去。 董大娘不屑道,还送礼过来了,她想怎么样?邵婉如的手停了下来,水眸微微抬起,有些意外。 只说当年的事情是阴差阳错,说这寝室是她父亲定下的,她也没办法,眼下既然如此了,大家还是个安吧,但如果我有什么想要帮忙的地方,就派人去找她,这是她当年欠我的,你一定会尽力补偿。 董大娘不以为意地勾了勾唇脚,笑容嘲讽,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满脑子想法天真的董明娘,再不会被这位魏夫人的话所欺,说得好像是为心地善良的夫人似的,以为这十几年自己就会忘记了她对自己做的一切。 王妃,这个女人不简单。 董大娘也是经历了许多事的人,如果没有陈王妃,她和董秀儿还不一定死在哪个角落,都算是死过一回的人,想法更犀利了许多,看得多了,不会被假象迷惑。 属下总觉得魏达海是听她的,魏达海的这位夫人是她老丈人唯一的女儿,她的老丈人虽然官职不是最高,但却有些实权,当初在朝中的人品也不错,想给女儿找一个世家公子也是极简单的,但却选了魏达海。 娶了她女儿之后,就住进了她的府邸,虽说不上是昭旭,但这情形也跟昭旭没什么区别了。 少婉如点点头,对于魏达海和这位魏夫人的旧事,她也是从楚留城那里得到了消息,不嫁世家迷门,却嫁一个没有根底的穷小子。 而且,这个穷小子还有一个要成亲的娘子,甚至还怀上了孩子,怎么看都是不合适的。 魏达海其人长相并不算出色,同期的考生中还有更出色的,家事不好,品性一般,考得名次,也是不上不下的,算起来最不起眼。 魏达海的老丈人却看中了她,实在是叫人觉得有几分别的意味在里面,这意思可不简单。 莫不是那个时候已经知道魏达海是魏嬷嬷的侄子,为了搭上魏嬷嬷才特意地嫁给魏达海。 如果这么一想还真有几分可能,太后娘娘身边的心腹嬷嬷,就不是一个外臣可以比拟的。 你不必理她就是了,不管是魏达海的事情,还是她的事情,你都不必理会。 如果她有什么事情过来,你只推到我的身上就行了。 沙宛如沉声吩咐道,硬得不行就来软的,难道对蝶一瞻还不死刑? 魏达海有这么缺钱吗?或者说,她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怎么就这么想钱呢? 王妃放心,属下知道,不管他们如何做,属下都只当他们是陌生人。 如果来店里,就只是普通的客人。 董大娘的意思放得很正,对魏达海早就已经死心了,不可能再伸出其他的心思来,只把她当作一个寻常的人。 一个寻常的居心不良的人,邵宛如微微一笑,对于董大娘的这种想法,很是满意。 作为一家店铺的掌柜,比起像魏达海这样的人,自然是渺小了许多,即便是自己是背后的东家。 有时候,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董大娘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对付魏达海,董大娘完全不够看。 还得是自己,董大娘还是先低调隐忍得好,她就怕董大娘一个忍不住,惹出一些事情来,被魏达海抓住了把柄。 水眸落下,忽然看到账本的一处,颇有几分疑惑地看了几眼。 这批货卖得这么好? 属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往日这种时候,这样的布都被积了起来,虽然有,但不多。 今年却来了一个大客户,到时让铺子赚了一大笔。 董大娘看了一眼,立时笑着解释,这批料子其实很一般,就是平民化的,比起狄一斋的其他料子,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 原本狄一斋是不卖这样的意料的,后来邵宛如觉得应当走一些平民的路线,这些料子用量就算不够大,也应当备着,让董大娘尽以批货。 第一次卖得还可以,不算赔也不算赚,第一斋往日里卖的都是和京城风尚流行同意卖的,这种朴实的能有人进来买,就已经不错了。 至少最后还多了一仓库的料子,账面上正好拉平。 这些多出来的料子就算是利润了,一时间没有人要罢了,贷得全部卖完,也是一大笔的利润,只是一只卖不掉。 没想到,眼下这一仓库的料子居然全没了,这一大笔利润历时就落实了下来,全卖给了一户商货。 邵宛如诧异地看了看下面的记录,居然都是一户商家,倒是很意外。 是的,全卖给了一户商家,说是要运出去,也是开店的。 董大娘笑嘻嘻地解释。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3集 邵宛如不以为意地点点头,能卖出去是最好的,她之前还想着实在积压不出,就大力降价找个节日, 把这壁货打折出去,总比堆在库房里好,没想到自己这里还没有想好主意,已经卖掉了。 又翻了翻其他地方,稍稍问了几句,就带着一众丫鬟上了马车,董大娘送到了门口。 她这次过来,也算是给董大娘撑腰,叫人明白这店铺真的是主子已经换人,也免得一些不开眼的又七道蝶一摘上来。 以往,她隐身在幕后,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许多豪霸学的谍一摘没什么根基,就想着占点便宜,幸好每一次都是楚留城暗中出手,才使得谍一摘三年以来越来越好。 邵宛如没有想到,她这一次谍一摘之行,收获最多的并不是给谍一摘撑腰,而是那一批货物的事情,她这会儿还有事,得去看看。 当然事实的是个弱,搅和别人的视听也是需要的。 祖母,凭什么我要去给预言那个奸人赔礼?这事跟我没关系。 元安郡主头上还扎着伤筋,坐在床上脸色铁青,瑞平大长公主的脸色也不好看。 坐在元安郡主的床前,才几天,她就老了许多,原本还看像个四十岁左右的历人,眼下苍老得很,眼神也很无力,进宫被太后娘娘和皇上都斥责了。 一时间,瑞平大长公主门前冷落了许多,猪王被刺下那么多的贵女当侧氏,又是郑妃侧妃一起进的门,打得就是她的脸面。 而且她进宫求情又无效,求见皇后娘娘连人也没有看到,这种时候更是觉得心情郁闷,有股子火气在胸口发不出来,咽不下去。 元安,你还想不想当上周王妃? 这瓶大长公主定了定神,伸手往上指了指。 想不想那个位置? 我怎么不想?原本就是我的。 玉岩那个贱人把我害成这个样子,我没有亲自动手对付她就不错了,她还有脸上门。 元安郡主想起周王的事情,委屈地哭了起来,她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事情为什么起了这样的变化? 出事的,为什么不是邵婉如和张气兰?怎么就成了她和玉岩公主? 一定是玉岩私下里又干了什么,以至于坏了事。 一看这个贱人就是有私心的,她这么地帮助她,不敢激不说,还把她给推出来。 如果不是最后关头自己当机立断,借着她推的机会,重重地撞到柱子前,眼下说不定还得被问罪。 既然想,就得忍。 这瓶大长公主阴森森的, 你和玉岩公主要算计的是张气兰和邵婉如。 他们两个没出事,你们两个却出了事。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中了他们两个的算计吗? 不只是你,还有玉岩公主。 可那是玉岩公主的地方,张气兰和韶婉如怎么会知道,更不能有什么动作。 一定是玉岩公主坏了事,居然还把事情推到我身上。 她摔了被狗咬死才好。 元安郡主暴躁地道,她恨不得玉岩公主被狗咬死。 所以,你就打算背这个黑锅,认下恨玉岩公主的罪名。 这瓶大掌公主冷冷道,目光带着韩义紧紧瞪着元安郡主。 元安郡主被盯得一哆嗦,忽然迷败过来。 伸手一把拉住这瓶大掌公主的手,急道。 祖母,这事跟我没关系,我虽然想动手,但不是还没动吗? 眼下怎么办? 我这个未来的周王妃是不是,是不是也要? 想到祖母从宫里回来,就一脸沉重。 元安郡主慌了起来,手中用力,抓得瑞瓶大掌公主生疼。 你要教好玉岩公主,向她说清楚,你没有害她,你也不恨她。 你们是同一战线的。 如果你们两个人起内斗,得力的就是张希兰和尚宛如。 这对你们两个来说,都是极大的危害。 可以肯定,这事跟邵宛如和张希兰有关系,他们两个必然察觉到了什么。 瑞瓶大掌公主脸色阴沉的道,她心想过这事了,怎么看怎么觉得悬疑。 原本应当出事的没出事不说,不应当出事的两个却出了事情,这里面有问题。 祖母,我要怎么说,这狗的确是我们府上的,现在这狗还死了,连养狗的人也死了,祖母查到谁谁就有事,看起来倒像是我们心虚。 原案郡主并不蠢笨,相反很聪明,之前只是一时愤恨,眼下被瑞瓶大掌公主提醒,渐渐清醒起来。 这事,你只须说有人干的就行,说有人故意害你们两个离心,报复当初你们两个一起算计张希兰和尚宛如的事情。 就算我这么说他也不会信的,玉岩那个贱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吃着碗里的还想着锅里的,也不看看他什么身份,居然还想进岳王府,想跟张希兰相提并论。 原案郡主不屑道,她是真瞧不上玉岩公主那一副春心萌动的样子,仿佛谁看到她都会被她吸引,会为了她做这做那似的,这样子让她想起以前的少言如。 比起少言如,玉岩公主还差了一点,至少人家当时是真的让岳王和周王动了心的。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4集 瑞平大掌公主皱了皱眉头,她之前问了事情的经过,当初原案郡主也稍稍提了这事,她却没有放在心上,眼下却是心中一动。 玉岩公主想要月王妃的位置? 她倒是没有说一定要正妃的位置,只说侧妃也是可以的,但我看她那个样子,必然会和张希兰对上。 这一次也是想毁了张希兰,陈王妃被人害,陈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必然查到张希兰的身上。 以陈王的性子,如果真是张希兰做的,就算是张相又如何? 原案郡主想起之前二哥的事情,不由心头意涵,莫名地有一些发出,陈王处留臣就不是一个讲理之人。 以陈王的心怀,陈王妃出世,可能会把这事闹到太后娘娘和皇上面前。 这两位向来护着她,张希兰的这正妃之位不一定保得住,就算是保得住,她本身也一定会出问题。 瑞平大长公主是看着楚留臣长大的,对于这位六亲不认,冷靴霸道的性子还是知道一些,这位就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和善罢了,当不得真。 原案,你说是不是张相福使的法子? 苏母,您是说张希兰故意将其交集? 原案郡主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脸色苍白地问道。 你不觉得,这事情有人在捣鬼吗? 瑞平大长公主看着孙女头上受伤的那一处,眉头狠狠地跳了跳。 肯定是有人在暗中捣鬼。 这事儿,谁得的好处最大就是谁。 不过,也得考虑其他可能的因素。 有没有能力伸手也是很关键的事情? 你觉得月王有没有被预言公主迷惑,想让预言公主尽她的月王府为侧妃? 她还得问问楚留月的态度,瑞平大长公主府莫名其妙地成了事情的中心点。 这两天,瑞平大长公主焦头烂额,而原本应当来探视的楚留粥也是不见人影,还没嫁过去就像是要失宠。 就从这一点上,瑞平大长公主就有些心慌。 月王的态度据说很好,预言公主说她去的时候和月王两个也算是心照不宣,只要张相府没说什么,月王不会有问题。 月王郡主想了想,那日预言公主看起来很高兴,因当是和楚留月有了默契。 月王愿意,张相府必然不愿意。 事情的最后,张希兰没什么事情,预言公主只能进清郡王府,再不可能跟月王有关系了。 张相府可以高枕无忧,月王府也平平静静,出事的是周王府和你们,这事情月王也是得力的。 听完这两日,月王时不时地去往张相府。 祖母,这么说张希兰的好处最多,她,她才是幕后的那个人。 这事儿必然跟她有关,她背后是张相,当初许国两位公主没进京的时候,这宅子就是张相的人布置的,在里面布置一些人手很有可能。 但这,也不能说少婉如完全没有嫌疑。 她有什么,她不过是嫁了一位好夫婿罢了,如果没有臣王殿下,她少婉如算什么? 同样是大长公主,祖母宁可比月安大长公主强多了。 月安郡主不以为意地道,她是很看不上少婉如,觉得少婉如眼下的地位都是楚留臣给的,因为不敢得罪楚留臣,也就不敢得罪少婉如。 一个完全依附于男人的女人,月安郡主实在是看不上。 你不要小看了她,她很厉害,能比上她的那位名满京城的大姐,甚至于现在压了新国侯二房一头。 把自己的弟弟推上世子之位,这位陈王妃就不简单。 比起月安郡主的不以为然,瑞瓶大长公主现得宁重多了,摇了摇头,否决了月安郡主的说法。 那也是因为她嫁了陈王,在没嫁陈王之前,她被逼得去了玉惠安,新国侯府上上下下就没把她当回事儿的。 月安郡主不喜瑞瓶大长公主,推崇少婉如,想起当初少婉如的事情就是一阵的憋屈,她不喜欢少婉如,很不喜欢。 姿母,您觉得他们两个到底谁才是反手害我的人? 头脑里一片乱,额头之上隐隐作痛,虽然用了邱大夫的药,但还是疼得很,心情也莫名地烦躁。 朱王府多出来那么多下贱的女人,这让她这个朱王妃以后亲和以堪,以后出门都没脸见人了。 想一个个弄死,又身份尊贵,不太方便一下子全部处事,查出来是谁,她不会放过那个人的。 两个都有可能,眼下看起来是张希兰多一些。 我们再仔细看看,切不能轻举妄动。 你一会儿就去看玉岩公主,把这事说开,你们两个联手,方便多了。 放心,玉岩公主不会真的对你怎么样的。 她眼下也是过街的老鼠,没助力都不能在金中立足。 水瓶大展公主冷笑。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5集 蛮荒小国的公主在她眼里比不得自己的孙女,最瞧不起,不过是一个小国的公主。 还张扬地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妄想把几位皇子的王妃都握在手心里计算。 也不看看她有没有这个身份,眼下成为身份不明的清郡王妃。 还不知道是郑妃、平妻、侧妃还是其他,居然去讨好那个醉叫人看不上的清郡王。 就从这一点,瑞瓶大展公主觉得很是解气。 比起自己的孙女,这位玉岩公主的下场可更落魄了一些。 这种情况之下的玉岩公主,有什么资格嫌弃自己的外孙女? 就算她不相信又如何。 祖母,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会儿就去公主府,向玉岩公主赔罪,顺便把事情说开。 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地受了算计,总得把这个脸给找回来。 元安郡主咬咬牙,越想越恨,这事怎么就扯到她的身上来了,而且还把她害成了这个样子。 祖母这么一分析,她也觉得,最可能是张其兰,比起张其兰,少婉如差了一点。 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她就是一个靠男人的,当时陈王还没有来,少婉如就像是想靠也靠不住。 另一方面也觉得,张相出手才有可能把事情完全地翻转。 这事弄成眼下这个样子,张其兰什么事也没有,那就是最大的赢家。 如果是少婉如出手,张其兰也不可能赢得这么多。 当初元安郡主也不会莽撞,祖母说得对,先仔细地查一查,再动手对付那个想要害他们的人。 元安郡主的伤势其实没有看到的那么重,只是当时故意说得厉害一些。 小婉如责罚罢了,瑞品大长公主叫人帮她收拾了一番之吼,就让几个丫鬟婆子护着她去了公主府。 瑞品大长公主府的马车缓缓地出府,没有惊动任何人。 这几天,瑞品大长公主时不时地来往于宫中,其他踪清楚,大家也是见怪不怪了。 马车一路低调地向前,正巧经过一处茶楼,上婉如坐在茶楼里喝茶,看着下面经过的马车眸色一转。 殷唇处露出一丝笑意,这是瑞品大长公主往公主府出行的一个关键路口,如果往皇宫就不会到这个方位来。 丑流成说瑞品大长公主要坐不住了,眼下看来果然是真的,不用说去往公主府的必然是元安郡主。 当然不是元安郡主也没关系,她只需坐着看他们行事就行。 手轻轻地一挥,下面接口的郁杰立马会依,她这时候也看到了马车,按照事先准备的。 用力地一把,把挂在店门口处的灯笼给扯了下来,怒声道。 你们这是店大七主,明明是我家主子先看着的灯笼,怎么就要让给这位小姐? 这种接口,就很容易碰到那种自以为似的刁蛮千金。 不用刻意地去寻,眼前就有这么一位,方才真的要抢郁杰看中的灯笼。 把她给我抓住! 店铺门口的一位小姐怒瞪着郁杰气愤的道,跟在她身边的两个婆子上前两步, 一边一个拉着她的手要把她按住,郁杰拼命地挣扎。 这原本是我先看中的灯笼,你们横插一脚不说,居然还要抢了这灯笼, 这灯笼是我们主子的,你们也敢抢。 郁杰力气不小,扯得两个婆子跟着往前冲了一步, 有一个还站立不稳,登登登地往前又多冲了几步,撞到自家的那位小姐。 小姐被撞得差一点狼狈不堪地摔倒,气得脸色铁青。 打!给我狠狠地打! 她还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居然被一个丫鬟弄得这么狼狈。 小姐,这里是京城。 她身边跟着奶娘一看情况不好,急忙上前劝。 这里是京城住的是打官显贵,谁知道这个不起眼的丫鬟背后的主子是谁。 出镜金还是不得罪的好。 怕什么?表哥会给我做主的,我还真不相信有人能逆了我的意思。 小姐大声道,她有人撑腰,而且还是强有力的撑腰,就算是出镜金又如何,难不成还怕了别人不成。 路人看了暗暗摇头,这位小姐被养得过于娇恨了一些。 我们主子就在边上,你怎么敢? 玉杰大声道,一边拉着另外一个婆子往前逼近。 她的力气向来不小,两个婆子尚且拉不住,更何况是一个婆子。 小姐怒不可遏,指着玉杰的手都气得颤抖。 打!给我狠狠地打!打死了,只有我担着! 出道京城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这口气可忍不下去。 原本还听得进奶娘的话,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她向来骄纵。 何曾受过这样的气,听她这么一说,又过来四个丫鬟,上前拉手地拉手,抱胳膊地抱胳膊,把玉杰束缚得紧紧的。 周围的人一看热闹起来了,而且还是这么一种情况,许多人便都停下脚步看热闹。 一时间连路面都堵了起来,原安郡主的马车就堵在了这里,还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 马车里的原安郡主看不到外面的情绪,就派了丫鬟下去看情况,如果以往原安郡主早就派人驱赶了。 眼下这个时候也知道要低调,这个时候瑞平大厂公主府已经是风口浪尖,处事更是要小心。 丫鬟下了马车挤到人群里,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6集 陈王妃身边的贴身大丫鬟,她还是认识的。 居然是陈王妃身边的那个叫做玉杰的丫鬟,索性站定脚步,特意向旁边的人客气地打听。 发生了什么事? 哦,抢一只灯笼,像是这个丫鬟的主子先看中的,后来那位小姐也看中了,要抢着灯笼。 丫鬟就把灯笼扯了下来,还弄破了,这就吵起来了。 边上是一个中年妇人,见温,满热心地指了指倒在地上的灯笼,推推嗓嗓之间,也不知道是被谁踩了几脚,早就破了。 原本上面精心挑出的眼角也断了,精美的刺绣更是被踩上几脚,整个形状都要扁了,像一个破烂。 陈王妃身边的丫鬟居然为了个破烂,跟人争吵。 看着样子还落了下风,原安郡主身边的丫鬟颇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这位陈王妃可真是没用,不只是她没用,身边的丫鬟也是没用的。 居然还叫人抢了灯笼,而且还弄成这么一副狼狈的样子。 若是自己家郡主看中了,谁敢跟自己抢,就大嘴巴地抽回去,看谁还敢动手。 这京城里的女眷,谁家还有大的过的皇子妃的。 玉姐还在拼命地挣扎,拉住她的人虽然多,但还是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倒是被拖来拖去的。 这位小姐,请住手。 这闹腾间,人群外挤进来一个丫鬟,正是亲儿。 上前几步,用力地推开几个拉着玉姐的丫鬟,拉着玉姐站到一边,对着当中那一位娇恨的小姐道。 这里是京城,还请这位小姐看好自己的下人。 自己身边这么多人上去,居然连个丫鬟也奈何不了。 当中这位小姐恨恼不已,她想回去一定抽死几个人,都跟没吃饭似的。 京城又怎么样? 难不成京城,就有人蛮横,改人本小姐看中的灯笼不成。 小姐怒声道,恼怒难当,她还真的是出道惊。 听亲儿言行之中似乎有看不起她的意思,更是气恨。 灯笼是我们主子看到的,也是我们主子让玉姐过来取的。 小姐后看中这灯笼,要抢了这灯笼,不知道是何道理。 亲儿一板一眼地讲起道理,伸手一直缩在一边的店家。 你让她说说,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一大打出手,店家早就吓得躲在一边,生怕牵扯到她,这时候被亲儿指出来,不得不陪着笑脸向着当中的小姐做衣。 小姐,方才就已经说了,这灯笼是别人看中的,小姐来得晚了一些。 如果小姐真的喜欢,容我们店里再做一堆送到小姐府上,给小姐赔罪。 怎么看这位小姐都是不能得罪的,店家打算稀释宁人,然后又向玉姐和亲儿行礼。 两位,你们也留下地址,到时候一并送上一堆灯笼,向贵主人赔罪。 玉姐亲儿虽然是个丫鬟,但是衣着比是一般的小姐还要华美,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府上出来的。 店家在京城这么多年,眼光很利,自然不敢得罪这两位背后的主子,和其身材。 小姐,您出道京城,若是惹了事,必然会惹夫人生气的,您这次进行可试。 奶娘低声在自家小姐耳边低语了一句,提醒她,眼前的情形,怎么看都是自家小姐李亏。 人群里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奶娘听得很清楚。 奶娘,这两个贱丫头,胆敢如此气我,我忍不下这口气,我要把他们……。 小姐依旧不敢歇,咬牙道,奶娘立誓打断她的话,拉着她的衣袖,低伸在她耳边道。 小姐,您如果还真的想要进王府,就不能再惹事了。 这礼是京城,谁知道他们背后的是谁,如果惹到了谁,舍不得,夫人和您的想法就落空了。 这话说得很低,也唯有小姐听得清,也知的确是这个礼,这时候自己不能惹事,待得一切事情落定之后,有的是机会。 一会儿让人盯着他们,看看他们是你家府上的,等我将来。 我一定会好好地给他们主子打打脸。 小姐恼怒的,这口气她忍不下去,但是眼下,的确不是好时机,等以后自己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必要把今日之仇给抱回来。 贱丫头,本小姐今天就宽宏大量,放你们一条活路,还不快滚。 玉姐气急,似乎要上去便利,却被静儿拉住,两人愤怒地看了小姐一眼,转身离开。 这小姐哪来的,太向着蛮横了,我就不相信,她真的敢拿我们怎么样。 主子心情不好,之前才被人算计,哪有心思跟这样的人计较,总得查清楚之前的事情才是,这样的事情都是小事。 秦儿压低声音劝道,这话说得欲揭态态度和缓下来,似乎想起什么,脸色虽然还是难看,话却冷静下来。 爷说会帮主子查清楚的,让主子别伤心,特意让主子伤心来散散心,劝又惹出这样的事情来。 主子一会儿,肯定又不开心了,若是一直伤心难过,会伤身体的。 我们好好哄哄主子,可不能再让主子不开心了,那是说起来跟我们主子也没什么关系,做不过那三位,让爷查他们三位就行。 声音却越来越远,原安郡主的丫鬟目光复杂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眉头皱了皱,这爷应当就是陈王殿下,所谓的主子自然就是陈王妃了。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7集 声闹看完,围观的人退去,丫鬟也跟着一起离开,爬上原安郡主的马车,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禀报了一遍。 原安郡主听完一遍之后,又让丫鬟再把事情说了一遍,带得说完,脸露嘲讽。 声闻如可真是没用,什么事情都让陈王殿下去查? 陈王殿下就算现在身体好了,又有多少人类可以用? 皇上虽然表示陈王可以继承皇位,也可以成为东宫太子,但这么多年一直病泱泱的陈王,手底下有多少人数可以用? 还想查自己几个? 陈王妃自然不能跟郡主相比,也就是依靠着陈王罢了,说陈王要查宁和玉岩公主以及张小姐。 陈王妃的心情还不好,所以才找了这样的灯笼赏玩,如果是郡主,哪里会这么没用? 这话虽然是巴结,说的也是实话,玉岩郡主如亲受了欺负第一时间就想着报复回去,陈王妃实在是太软弱了。 玉岩郡主没有接话,忽然觉得脑中一亮,历史心里有了认定,在公主府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张其兰,或者是张相董的手。 就中少婉如这样的,要人手没人手,要能力没能力,看着是个厉害的,却是个外强中干的,根本不可能成事。 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心性,少婉如一个都没有站到。 张其兰 原案郡主咬了咬牙,既然认定了是张其兰,她也不会客气,陈王没有查到什么,不代表自己也查不到,自己被害成了这个样子。 张其兰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她怎么会让她如愿? 少婉如坐在楼上,看着原案郡主的丫鬟爬上了马车,然后又看着马车离开,拿起手边的一盏茶喝了一口。 唇角微微一勾,脚步伸传来,玉杰和清儿一前一后地进门,看到玉杰发际纷乱的狼狈样子,少婉如忍不住便笑了起来。 她这里也是早有准备的,让清儿替玉杰重新地树立秀发。 王妃,那位小姐可真是过分,蛮横得很,而且下手极狠,看她的衣裳打扮,也不像是金城的样式,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居然这么过分。 戴德梳理完,玉杰上前委屈道,伸手拉了拉自己的衣巾,才一会儿时间连衣巾都扯破了。 好了,这事就过去了。 少婉如不以为意地道,原本让玉杰去找一位看起来凶狠一些的人,闹出一些事情来,还以为不容易找,没想到,才下楼就在对面发现了一位。 玉杰虽然有意地去找一位蛮横的,但遇到这位还真是一个意外,那对灯笼玉杰真心地觉得不错,想买了送过来的。 没想到要付钱的时候,居然会摊上这么一位。 玉杰索性就跟人争吵,拖到原安郡主的马车过来,才动的手,把事情闹大。 王妃,奴婢觉得那位不是容易妥协的主,说不得会对王妃不利。 玉杰道,看那位小姐就不是一个善类,开口闭口都是打死谁,可见不只是任性,而且心性也不好。 无爱的,邵婉如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她是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宫主府反转的一幕,必然会让许多人生疑。 最可疑的当然就是张其兰和自己,原安郡主和玉杰公主都是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又岂会把守。 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堪大用,外强中干,全须处流程来撑腰。 会让自己洗掉一些嫌疑,心情不好,更是说明自己也觉得被害而憋屈,又没有能力找到陷害自己的人。 原安郡主和玉杰公主虽然城市不足,但外事有余。 原安郡主来了,玉杰公主躺在床上,伴侧着身子,咬牙切齿。 不见。 她臀部被咬了一口,又摔伤了,心里火烧火燎的怒意。 你不见,原安郡主。 玉杰公主扬了扬眉。 既如此,我让人把她轰出去吧。 说着点手叫过一个宫人,就要把这事吩咐下去。 慢着。 玉杰公主忽然阻止道,玉杰公主回头静等着她解释。 我觉得,这一次不一定是原安郡主想害我,也可能是。 玉杰公主强压下心头的怒意,解释道。 嗯,我是无所谓的,原本就是你跟原安郡主两个的事情,既然你觉得不在意,那就让她进来吧。 玉杰公主站了起来,漫不经心地道,低头看了玉杰公主一眼。 你进清郡王府的事情,已经不容改变。 你是我们许国的公主,再不计,也不会只当个侧妃吧。 如果真的只能当个侧妃,父皇那里,必然会放弃你的。 一国的公主,纵然是小国的公主,也是不容轻辱的,可偏偏这是说起来,许国说不出个不行。 玉杰公主做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是干净不了。 眼下这个时候,许国的使者加上玉杰公主,都不能为她说什么,只能忍下这口气。 现在是不是成为清郡王妃的关键,在楚清的身上? 大姐放心,我会找楚清说清楚此事,也会要了清郡王妃这个位置的。 玉杰公主又羞又恼,仿佛自己最不堪的一面,被玉杰公主看到了似的。 王妃她在玉杰公主面前向来自得,打心眼里觉得看不上她,没想到有朝一日,居然让玉杰公主看到自己这么狼狈。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8集 那是最好不过了,至于与安郡主,你随意吧。 玉杰公主也不愿意留着,伸下这么一句话,转身离开。 两位公主关系不好,许国跟来的宫女都知道,一个个低下头,不敢有一丝异动。 元安郡主进来的时候,看到玉杰公主别扭地躺着,知道她多有不便,上前两步,向着躺在床上黑着脸的玉杰公主,深思一礼。 玉杰公主,那日的事情真的跟我们府上没有关系,我不可能真的要对付你。 特意弄一条狗来咬你,这对我没有好处。 一上来就开门见山,更显诚意。 玉杰公主很想拿东西砸到元安郡主的脸上,把那张看起来俏丽的小脸给砸破,砸到她头破血流。 元安郡主,你真的没想过害我? 用力地往下压了压火气,玉杰公主冷声问道。 我元安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付你,如果公主不信,我可以发誓。 元安郡主伸手一指天,直接就发了誓,见她毫不犹豫地发誓,玉杰公主的脸色和缓下来,但依然冷笑。 如果不是你,就请元安郡主说说,还有谁有能力,把人手安排到瑞萍大长公主府?又是谁让你们在瑞萍大长公主府里,把我伤成这个样子? 我们府里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渗透进来的,但如果这个人是相爷,那就有可能了。 元安郡主之前一路过来时,想了许多,原本不在意的小事情也串联起来。 祖母说我们这一处的府邸,还是祖母出宫的时候赐下的,那时候张相就已经在公布了,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就动了手脚,现在当然是显不到的。 原本只是猜疑,现在,确实十分里,有九分相信这事儿跟张相府有关。 你是说,张相府? 玉杰公主皱起眉头,沉吟了一下,问道。 对。 张相府 来人,给郡主摆坐。 玉杰公主招呼一声,历史有宫女过来,摆了一张椅子在床前。 元安郡主含笑谢过之后坐下。 公主,你觉得我们这次的事情,谁是最关键的? 谁又是最后得力的? 玉杰公主眉头越发皱起来。 得力? 是陈王妃,还是张相府的小姐? 那天发生的事情,玉杰公主事后也想了许久,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她和元安郡主应当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只有陈王妃和张小姐。 可她想来想去,也不知是哪个环节出错了,明明看到张其兰的人去带了人来,为什么邵婉如什么事情也没有? 张其兰把人带来了,带到自己的屋子算什么,想到这儿突然眼睛一亮。 张其兰什么事情也没有,而且还给人一种我们想陷害她跟陈王妃的样子。 陈王妃是不是还得感谢她? 她和陈王妃的关系一直很好,或者说,陈王妃以为她和自己关系一直很好,邵婉如看起来也是一个精明的。 没想到,还真是蠢笨的可以,张其兰早就记恨于她,偏她还不知道,一心一意地把张其兰当成姐妹。 好处全让张其兰得了,我们两个却弄得这么一副下场,至于陈王妃,不好也不坏,公主这次到我们府里来的事情,其实张相夫也是知道的。 为什么?你们府上的事情,为什么张相夫这么清楚? 只是说起来也是个意外,我的一位祖姐不小心说漏嘴的,原本她正在和张相夫的公子一亲,如果不是我查问,还不知道这件事,那天他们就说起过公主要过府来的事情。 这么一想还真是了,玉妍公主不淡定了,身子一翻,下意识地想坐起,却不知道撞到了哪里,历时腾叫一声,脸色抽搐。 原安郡主急忙上前半扶着她的身子,低声问道。 公主如何了?可伤得厉害,我今天带了好药,您一会儿用上,必然会好得快起来。 我祖母今天让我来,就是让我向你道歉的,这事既然发生在我们府里,总是我们自己管束不严,害了公主。 发生在瑞平大长公主府的事情,大长公主担了下来,那么发生在公主府的事情呢? 这么一想,玉妍公主对原安郡主就心平气和了许多,之前觉得原安郡主当时害了自己的事情,实在是可恶,眼下却觉得那个时候,她也是没有办法。 要怪就怪张其兰,使张其兰动了手脚,她和原安郡主两个都没得什么好。 公主,周王原本就定下一正妃,一侧妃,还是我先进的门,现在却又定了三位,五个人同时进府,选的人还都是名门贵女,就算是我,也不一定压制得住。 原安郡主眼眶红了起来,她是真的怨恨此事,这会儿虽然有演戏的成分,却也是真实的想法,真实的怨恨张其兰,提起这事儿更是咬牙切齿,恨不得张其兰也受这番待遇。 张其兰居心不良,凭什么就可以得了好,就凭她是张相的女儿吗? 岳王还一直去看望她,仿佛她才是真的受了委屈的那一个。 你想怎么样? 预言公主一看原安郡主的脸色,这口气不出眼难受,两个人也算是一拍即合,当初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各有心思,各有想法,就算是联手,也各自有各自的算计。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59集 公主,还愿不愿意见岳王殿下? 原安郡主想了想,我见岳王又如何,她又不可能真的娶我。 听说,她现在对丈夫的这位小姐情生一片,因为担心她,每日都会去看她。 预言公主气愤得到,心里又酸又嫉妒,明明当时楚流月对自己表示了意思,为什么到现在一次也不上门,她现在还期望着楚流月上门。 公主,岳王殿下是不可能娶你的。 原安郡主变了一口气,提醒预言公主,预言公主脸色轻中透着冷寒,不屑道。 岳王又算得了什么,又不是舍了她没其他人了。 原安郡主心口突突一跳,这位身性放荡的预言公主,不会又看上了周王吧。 公主,岳王殿下虽然不能娶你,但对你也没什么恶意,若你请她过来有事相寻,她必然会来的。 请她来干什么?既然没什么用,还是不要来了? 真是一个没用的,连想娶谁都做不了主。 我们许国就算是想娶为太子妃,也得自己满意。 虽然不一定有用,但张其兰是要嫁给岳王的,岳王如果对你好,张其兰那里必然不高兴。 预言公主想了想,摇了摇头。 我不便去请她过来。 预言公主不行,可以让玉桃公主去请的,岳王当初还是因公主入城的,眼下有一些事情麻烦岳王也是可以的。 大姐不耐烦这些繁琐的事情。 预言公主还是摇了摇头,玉桃公主和她两个不合,眼下玉桃公主又怎会帮她? 预言公主,只是以大公主的名义,但其实见的还是你,你可以从张其兰的事情上说起,岳王必然愿意见你的。 预言公主提醒她,预言公主眼睛一亮,张其兰的事情的确是最好的切入口。 她得让岳王看到,她要娶的这个女人,是如何一个女人。 好,我会请岳王过府来的,但这些还是不够。 张其兰害得我跟岳王两个不能在一处,她也别想得了便宜。 打定了如意的预言公主心里已经有了计较,那天的事情自己难以自圆其说,张其兰也不能。 具体要如何做,我们合计合计,你们府上的事情最好也查得清楚一些。 张其兰就真的没有任何空子钻吗? 预言公主不甘心,向岳安郡主招了招手,示意她靠过来。 两个人这一次吃了这么大亏,都不是能吃亏的主。 如果当时不是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事情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张其兰和岳王,他们都不会放过。 岳安郡主在预言公主处待的时间并不长,没多久便回了府,她的伤口也没好。 才转了这么一圈,整个人也就没有什么力气了。 原本是回府要休息的,忽然听闻周王居然过府来了,心头一喜,提了提精神来看祖母。 土刘舟在瑞平大长公主处说话,见到岳安郡主进来,眼睛微微地眯了眯,眼去眼中的不悦。 脸上笑意温和了许多,母后传信出来,让她一定要拉拢住瑞平大长公主府,她才走了这么一趟。 元安郡主见过瑞平大长公主之后,也在一边坐下,瑞平大长公主找了一个理由离开,让他们两个可以私下里说说话。 王爷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元安郡主扯了扯手中的帕子,跌下头半是称怪道,她的确委屈,一肚子的委屈,原本希望醒来的时候,看到周王守在床前,没了想,醒来几天了,才见到周王的面。 哼,你伤到吧,原本早早就该过来的,只是这几日父王很生气,一提到你就生气得不行,本王怕过来给你惹麻烦,故意地迟了这么几天才过来的。 这话让元安郡主心头的预期稍结,但想起马上就要有几位侧妃恕妃,极度不易。 我还以为王爷忙着多娶几个,忙得来不了了。 元安郡主继续用力地扯着手中的帕子。 怎么会啊,即便有再多的女人,又只有你才是本王的郑妃,也唯有你身下的孩子才是嫡妃,将来继承本王的一切。 楚留州今天很好说话,也没有往日的莽撞,看着元安郡主笑容温和得很,这话妥贴到元安郡主的心里,让她这几天的委屈烦躁一下子消除了许多。 她和楚留州也算是青梅竹马的情分,知道楚留州就不是什么好性子,眼下温和地安抚自己,可见是真的把自己放在心上,眼眶红了起来,拿帕子抹了抹眼角。 王爷可知道那天是谁认坏了事情? 是谁? 楚留州皱了皱眉头,她查到现在也没什么头绪,若说最应当知道的也的确是元安郡主。 张相和张其兰,甚至还可能是月王? 元安郡主咬了咬牙,一口恶气,连楚留月也喷上了。 在玉岩公主面前,她没说楚留月如何,这个时候自然没什么顾忌。 怎么说? 楚留州略以沉吟问道。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0集 王爷,玉岩公主相中了月王这事是千真万确的,月王也的确有回应。 张相怕是知道了什么,才和张其兰布了这么一个局,把玉岩公主给框了进去,连我也没放过,害得王爷跟着丢了脸面。 张其兰那日在府里的时候,明明是想害少婉如的,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人送去少婉如的屋子,反而看着像是她被人害了。 这时她最得力,少婉如可能不知情。 玉岩郡主现在是认定了张其兰,跟楚留月有关。 楚留州关心的是这一点,张其兰眼下是楚留月的卫皇王妃,又是张相的女儿。 打击了张其兰就有可能打击到楚留月,甚至还可能让张相和楚留月离心,这一点,才是楚留州最关心的。 要如何做? 引起陈王府和月王府的争斗,让少婉如知道这事。 陈王又是护短的,就算是有张相护着又如何? 元安郡主不愤道,至于月王处,玉岩公主已经打算送几个千娇百媚的宫女过去。 一国的女子长得虽然不是最好,但至少有异国的风情,可以迷惑月王。 好。 楚留州想来想答应下来,转毛落在了元安郡主带着怨恨的脸上,稍稍眯了眯眼睛,母后说元安可以帮自己,那就再信她一次。 此事不能再有差错。 王爷放心,这一次不会再有什么差错,有玉岩公主在爱,有事也只会查到月王处。 元安郡主冷笑,不管是张其兰还是玉岩公主,她都不喜欢,正巧可以让他们两个对上。 至于少婉如,扯进来是最好的,把方才和玉岩公主合计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与楚留州听。 楚留州连连点头,最后看着元安郡主的神色和善得很。 你自己的身体还没好全,要小心一些,别为这事伤到了自己,若是现在你已经嫁过来,本王还能护着你一些。 眼下却只能先靠你自己,待他日,本王一定会补偿你的。 听了这话,再看到楚留州关切的眼神,元安郡主满心柔和,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意,却越发地小意温存起来,那些女人纵然背景不凡,和自己一起进府又如何? 自己和周王的勤奋又岂是他们能比的,更何况,比起那些个女人来,自己才是最有用的一个。 祖母说了,像周王这样的人,更看重的是实力。 作为镇氏王妃,以后母仪天下的皇后要有度量,周王不可能会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女人。 当然这将来,生下的子嗣有多少,就是自己这个镇氏王妃说了算的。 元安郡主满心欢喜,已经在考虑,将来楚留州的女人们不能生下子嗣的事情。 少婉如去了瑞安大长公主府,她听闻瑞安大长公主身体不适,就特意过来看看,才陪着瑞安大长公主说了一会儿话,就听得外面过来禀报,说额娘过来求见。 坏祖母,她怎么又来了? 啊,说是你弟弟浩尔的事情。 虽然大长公主满心不悦,她果然不死心,去找浩尔了。 沙万如冷笑道,当日她给了额娘一个机会,就是想看看这个女人能够做到什么地步,这才没多久,居然真的找到浩尔处。 她给浩尔一只你娘亲用过的镯子,说是你娘当时留下的。 那眼下又是为何? 给你弟弟送了一只你娘亲用过的镯子,又说还找到一些你娘的旧物,为一起送过来。 浩尔回来跟我说起过,我想着就随口让她说下次直接送进府来就是了。 眼下应当又有一些送过来了,也不知道她一个丫鬟,怎么会留下你娘亲这么多东西。 浩尔大长公主解释道,沙万如心头一动,手中的帕子狠狠地握紧,然后才一点点放开,就这么一个念头,让她的掌心处已经浸湿了汗滴,脸色大变。 卓卓,你怎么了? 她的反应太大,浩尔大长公主立时发现了,伸手拉住她的手,感应到她手中帕子的一丝潮意,急忙问道。 可是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选大夫过来看一看。 沙万如之前去新国侯府,无缘无故地吐成那个样子,虽然大长公主一直心有余悸。 坏祖母,我没事啊,我想去看看额娘,可以吗? 收连起眼底的惊骇,沙万如抬起苍白的小脸,柔和地问。 没有人知道,她心底翻起的震撼。 额娘在客厅里等了一会儿,都快一个时辰了,大长公主也没有派人来说什么,心里不由都乱了起来,甚至有一些犹豫。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她一个人,窗外也见不到人影,但她知道门口站着两个丫鬟。 她如果这会儿离开,恐怕是不行。 其实今天的确是欠考虑了几分,这时候大长公主不见她,倒是让她松了一口气。 门忽然推开了,看到门后面少宛如那张精致的小脸,额娘莫名地心头一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她宁愿看到瑞安大长公主,也不愿意看到这位陈王妃。 对比起瑞安大长公主,这位陈王妃才是最难对付的,小小年纪就看不出心思,那双隐隐美眸,看着像是很清澈,却总是叫人叹不到底。 见过陈王妃。 见少宛如过来,额娘急忙收起了心头的思绪,上前恭敬道。 免,少宛如淡淡道,在上面的位子上坐钉,水眸落在额娘的身上,柳眉微微地醋了醋,那种似有若无的审视,让额娘越发地不自在起来。 你跟顾小姐认识,好伴上才听到少宛如问话。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1集 额娘这才有种放松下来的感觉,身上被审视的感觉立刻削减了几分。 我的马车跟顾小姐的马车相撞了一下,顾小姐也没怪我,是一个心善的,就留我说了一会儿话,说起了一些往事。 额娘道,这时她记得很流畅,以后不管是谁问,都是这么说的。 往事? 少宛如挑了挑眉,额娘头越发地低了下来,不敢看那双清幽的美眸。 顾小姐说她,她家和御史家有来往? 因为有来往,所以才有了共同的话题,也就更能够证实她的身份。 当然这个假的身份,还是瑞安大长公主帮她找到的。 为了坐实这个身份,额娘在人前越发地端着一副浴室千斤的夹子。 端着架子到少宛如面前却是行不通的,这位原本就是知道内情的,心里想着越发地不自在起来。 听说,你给了昊儿一只母亲戴过的镯子,你从哪里得来的? 少宛如没再追问下去,忙换了一个话题,额娘松了一口气,忙笑着道。 这还是当初郡主赏下来的,奴婢就一直收着,那日想起原本是想送到大长公主府里来的,但是想着又怕打扰到长公主,就特意地去找了小柿子,想让小柿子帮着船进来。 正当的理由,正当的行为,一切都很正当,所有的目的就是和少元昊熟悉起来,跟少元昊周围的环境熟悉起来,这是侯爷给他的一个目的,他也有私心,这才有了这一次送一些郡主旧的衣物过来的事情。 送旧的衣物并不是侯爷的意思,他甚至怕侯爷知道,偷偷地跑过来,少元昊的目光,落在他放置在一边的蓝色包裹上,神色有些怪异。 这是你带来的母亲的旧物? 是郡主当初穿过的一些旧物,奴婢留着,就是想当个念想。 那日,见小柿子如此思念郡主,就特意收拾了郡主过来。 额娘甘笑,少婉如伸了身手,郡主上前,将包裹提到她面前的桌案上,打开上面扎的结实的几个结,里面东西不多,两套旧的衣裳,看起来有一些年份了。 料子依然不错,一看就不是普通的人能够穿得起的。 跟衣裳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对小耳垂,不是很大的红宝石耳垂,下面又挂着三颗浑圆的珍珠,真是母亲的遗物。 她曾经在图谱上面看到过,属于新国侯府丢失的物件里的遗件。 当初太夫人就一再地说,这物件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和之前的镯子一样,这些都是郡主赏给奴婢的,奴婢一直守不得,就小心地收了起来。 额娘小心翼翼地看了少婉如的神色,见她神色还算温和,只眼角微红,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即便再精明又如何? 毕竟是母女连心,这点上面小柿子是得用的,对大长公主和眼前的这位陈王妃,也是得用的。 她得好好利用大长公主府的资源,让大长公主真心地维护着她。 即便侯爷到时候,不想让自己当正妻了,有大长公主在后面给自己撑腰,自己的地位也少不了一个平妻的位分。 侯爷的法子是侯爷的,自己的法子是自己的,必要的时候,自己背靠瑞安大长公主,说不得还有意外之心。 这是母亲,在京城的衣物,还是江州的? 少婉如问道,手指轻轻地扶着衣裳的一脚,眸色柔和。 这是郡主在京城的衣裳? 少婉如抬头看了一眼额娘,眼底似乎翻涌着她看不懂的波澜。 但最后压制到平静,平静得没有一丝薄烂。 额娘对母亲忠心耿耿,我会记下的。 多谢王妃,这原本就是奴婢该算。 就算是为了郡主,奴婢也是万死难辞其咎。 额娘感激得到,看着似乎感动得要留下泪滥。 她是真的激动,如果能够让陈王妃捡了对自己的戒备,真心地对待自己,可是比瑞安大长公主得用多了。 你的事如何了? 少婉如接过取月送上的茶水,喝了一口。 太夫人不愿意让奴婢进门,侯爷正在说服太夫人,还有蒋夫人那里。 额娘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下,看来看少婉如忽然入了嘴,一副不愿意再多说的样子。 可是有什么难处? 没有难处,王妃放心,奴婢没什么难处。 真的没什么难处吗?少婉如不信。 王妃,奴婢就想早早地给郡主报仇。 蒋夫人,蒋夫人对郡主如此, 奴婢还不得立即找到她。 额娘抹起了眼泪,为救主悲愤不已。 蒋氏不让你进门? 少婉如历时发现了关键,问道。 蒋夫人又怎么会让奴婢进门? 她,她可能会察觉到了什么? 她当初害了郡主,奴婢要找她报仇。 需要我帮忙吗?少婉如淡淡地道。 额娘且深深地看了看少婉如,眼中满是期待, 但说出的话却是结结巴巴的。 如果王妃能够,能够说一声, 当然是最好了。 但,但是,王妃也不一定能见到蒋夫人的。 况且,见了蒋夫人,王妃恐怕也和蒋夫人不和。 还是算了吧。 这种既期待又迟疑的表情,很好地演绎了额娘的意思。 好了,我知道了。 如果有机会,就听你说一声。 少婉如挥了挥手。 多谢王妃,多谢王妃。 额娘大喜,既然能够让陈王妃同意为自己说情, 那可真是意外之喜。 果然还是郡主的旧衣物比较好。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2集 你先下去吧,如果以后,还找到母亲的一些旧物,也一并拿过来,我必有重心。 是,奴婢知道,奴婢知道,奴婢再去找找,说不定还要找到一些什么。 下去吧。 是,王妃,奴婢先告退。 额娘急忙,见好就收,退了下去,到了门口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脸上不由露出笑意,然后才缓步离开。 和她相反,屋内的少婉如脸色冷凝了下来,伸手拿起放置在椅边的那一对耳环,仔细地看了起来。 果然是母亲的耳环,这样的耳环都是定制的,自有记录,是被蒋师贪漠了,最后落到了少婧的手中。 最后,又成了额娘的吗?这不太可能啊,这样的物件,蒋师一定看得很牢,绝对不可能让少婧拿走,而少婧也不会拿这样的东西给他的外事。 但是,就算是新买一些,也比这种有图谱的要好,养一个外事,不需要那么好的手势,也不需要容易暴露身份,引起讲是愤怒的手势,那就是真的是母亲给他的吗? 额娘是一个普通的丫鬟,而且,还不是母亲陪嫁进新国侯府的丫鬟,所以不知道像这种上了图谱的手势,不会赏人,只会留给自己的子女,母亲又怎么可能真的赏她? 第一个想法不是,第二个想法也说不通,那么,就是这个额娘,从母亲的耳朵上自己摘下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是不是代表着?心里的那个猜想越发地明晰起来,少婉如心头狂跳,有一种要跳出来的感觉。 手握住包裹后时的边角,用力地压了压心头的震撼,她希望是真的,但又觉得不太可能。 走,我们去见外祖母,唯有外祖母可以替自己解惑,当然在解惑的同时,她暂时不会把内情告诉外祖母,免得她最后空欢喜一场。 如果母亲真的活着,如果那些蜡烛真的有效用,而且还是早早就有了效用,是不是有些事情并不是绝对的? 可她又觉得,这些事情太过荒谬了一些,这怎么可能呢? 仓皇出门,差一点撞到一边的门框,如果不是玉姐眼疾手快地拉了她一下,她怕是会直接撞晕了头。 如现在没撞,她的头也是浑的。 外祖母,她要去找外祖母,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肯定这种猜想。 是,这是。 高嬷嬷看到尚宛如手中的耳环,默得低叫一声,珍安大长公主神色悲伤,却没有那么大的波动,直乐乐的。 这是,这是你母亲,是你母亲的耳坠。 说完已是红了眼眶,急转过头,延去自己眼底的尸态。 坏祖母,母亲的这对耳坠,当时并没有在兴过功夫给的清单内,说是不知去了呢。 可,可能,可能是丢了,或者是赏了丫鬟吧。 看到女儿的遗物,虽然大长公主伤心不已,心头的悲痛怎么也压抑不住,一波波地冲上来。 脑海里,只有女儿的身影,依稀仿佛看到女儿,娇嗔地看着自己,在自己身边撒娇。 大长公主,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高嬷嬷在一边,早就哭成了泪神。 少婉如目光转向高嬷嬷,强压下心头的激动,缓身问道。 高嬷嬷,你说,外祖母眼下的情景是靠不住了,还得问问高嬷嬷。 大长公主,这是,这是郡主当时,当时带着的耳坠呀。 高嬷嬷哭得不能自计。 当时的情景在出现在眼前,大长公主看到郡主的时候,郡主已经没气了,大长公主就晕了过去。 但是她却看得清楚,当时郡主耳朵上带着的就是这么一对耳坠。 高嬷嬷,你看得真欠吗? 少婉如深深地看着高嬷嬷,眼眸之中,泛弃难以压抑的含力。 手指紧紧地捏着帕子,几乎把手中的帕子揉碎了。 王妃,奴婢看得很真切,这对耳坠当时就戴在郡主的耳朵上。 当时郡主一身素衣,唯有上面的两点红宝石很显眼,奴婢一眼就看到了。 只是当时大长公主昏了过去,奴婢去照应大长公主了。 之后信国侯府就把棺木合了起来。 当时就合起来了,少婉如心头聚震,唇色泛起白色。 是的,老奴虽然当时荒急之下要带着大长公主离开,但是多看了一眼。 信国侯夫人吩咐的人把棺木合了起来,之后大长公主病了一场,奴婢怕大长公主想起郡主伤心,也就没有再提起过这事。 高嬷嬷拿起帕子擦肋,床上的大长公主早已经哭得不能子意,纵然过去这么久,对于女儿的这一段往事,她都不敢想起,甚至下意识地忘记。 她还有外孙,还有孙女,她只要或者外孙和外孙女就行。 少婉如定了定神,缓声道,那就是说这对耳锥,原本应当随着母亲下葬的,不应当出现在额娘的手中,更不是母亲赏了她的。 大长公主这时候,才仿佛惊醒过来,猛然抬起头,声音一压。 不可能是你母亲赏了她的,这样的儿子不可能赏给下人,有头仆子,把这种手势赏给一个下人,不是为了她好,是害了她。 这个额娘,这个额娘秉然另有缘故。 第1963集 大长公主,必然是经过试的,这是又过去多年,少婉如和高嬷嬷的话一再提醒,让她清醒了过来,一时慢慢地回拢。 外祖母觉得,什么情况下,这对耳锥会拉在一个丫鬟手中,少婉如问道。 不可能是她偷偷拿出来的,她只是一个丫鬟。 就算少婧再宠她,也不可能忍她去偷你母亲的耳锥。 至于新国侯府,哪怕是蒋师,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为了一对耳锥,重新开关,偷偷取出。 如果让人发现,整个新国侯府都难辞其求,少婧和蒋师,都不会这么做的。 大长公主抹了抹眼泪,少婧和蒋师都是心机深沉的,虽然贪财也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如果叫人发现,整个新国侯府都会万劫不复,到时候,不管是少婧领罪,还是蒋师领罪,都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这里面必有缘故,卓卓,你先帮宽心,我查查这个鹅你啊。 大长公主诱导,眼下最关键的就是鹅娘这个女人。 外祖母,我方才见到鹅娘时,特意晾了她一会儿,她似乎很不安,时不时地就在屋子里转圈子,顺着还朝门口看了几眼。 她这副样子,似乎是想离开。 少婉如,谋色微转,把之前观察到的情况告诉大长公主,她其实早早就到了,就在屋子对面的一处阁楼上,观看了鹅娘的动静,她这动静看起来就很心慌,而且是越来越心慌。 看着样子如果不是门口有丫鬟守着,她就要离开了。 既然打定主意,要把母亲这些旧物送进府里,又为什么迟疑? 少婉座是向来沉稳,打算好的事情,也会一步一步地完成,不可能才送进来就打退堂鼓。 所以说送这些东西,很可能是鹅娘自己的心意,目的就是讨好外祖母。 冷静下来之后又觉得不妥当,所以才有了团团转想着离开的事情,不得不说,少婉如的猜想真相了。 你是说,这是鹅娘这个女人自己的主意? 大长公主被少婉如一提醒,立时就明白过来,当下点头,谋色忧生暗沉,用力地咬了咬牙。 这个女人的胆子居然这么大,那么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偷偷开关,偷了你母亲的旧物? 不可能,至少必然有少婧在里面动手,平鹅娘不可能,母亲在新国侯府就不得逝,后来又是那样的情况。 她身边的一个丫鬟,又岂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如果真的有人动手,整个新国侯府就只有三个人。 少婉如说到这儿,停断了一下,耳后缓缓地把三个人抱出来。 太夫人,讲师,还有少婧,除了这几个,她想不出,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在新国侯府东这样的人,大展公主冷静下来,细细地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可能,他们三个都不可能,一堆而坠而已,虽然价值不菲, 但是对上新国侯府这种传承这么久的世家,也不是很了不起。 万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小东西,埋下隐患。 少婉如心头狂跳,脑海中似乎沉浮着一些让她亥然的东西。 眼睁睁地看着大展公主声音发飘,听得几乎让她自己也听不清楚。 外祖母,你说,侯母亲是不是还活着? 什么? 大展公主一时没有听清,愕然问道,高嬷嬷听了个真切,震惊地看着少婉如,嘴唇哆嗦两下,却一个人也说不出来。 外祖母,你说,如果我娘当时没死,后来又从棺木中被弄出来。 这耳垂就戴在她身上,之后额娘看护着我娘,是不是这耳垂就可能落到她手中? 少婉不会注意到这些小细节的。 少婉如的目光紧紧注视着大展公主,用力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给她支持似的。 那种无法化解的恨意,犹如寒厉的冰冷,狠狠地插入她的心头。 脑袋里一阵轰鸣,有什么正在倒塌? 蜡烛,还有蜡烛不是吗? 少婉如可以以此来假死,那么娘亲呢,是不是也有可能? 之前只是猜想,额娘送来的这对耳垂,却让一切变得有可能这么解释,之前的几种可能都不是,那么这种呢? 伸手想举握住茶杯,手落在茶杯上,轻轻地抖动。 杯子发出了声音,虽然大展公主已经愣在那里了,默默地看着少婉如。 仿佛没有听清楚她的话,又仿佛听清楚了她的话。 眼底没有焦点,嘴唇一片苍白,没有一丝血色。 外祖母,如果其他的都不可能,那么这个呢? 少婉如的声音轻飘地出现,长长的眼睫之下,眸色冰寒之中带着几分血色。 四肢百海也因为这句话而变得冰冷,如同冰封的血缘。 娘亲当时的精神就已经不正常,如果活着,必是被看管起来。 以额娘和少婧的行星,又岂会对娘亲好,必然是想从娘亲这儿得到什么,杀人不过头点地。 少婧居然这么对娘。 她眼底涌上浓重的血色。 泛起的血色不只是少婉如,还有大展公主。 她用力地撑着床檐,缓缓地挺直了身子。 绝绝,这个额娘,一定是个至情的。 所有的事情都联系到额娘。 坏子木放心,我会打击的她,把最后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的。 少婉如嘲讽地勾了勾唇脚,微微地眯眼,连去眼底的一片血色。 额娘,她不是想要什么吗? 她会让她先得到? 而后什么都失去,成为嗓家之泉的额娘,还能够保留住什么秘密? 少婧的吗?还是她自己的? 我要让人去盯着她。 外祖母,不用您的人,我有人手,专门去盯她。 少婉如摇了摇头,大长公主的人手都是普通的人手,对付这种事情力不从心,而且还容易叫人发现。 正巧,她得了一支暗威,这支暗威才是最好的人选。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4集 天要让少婧和蒋氏都万劫不复,深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的血腥。 外祖母,我要见蒋氏。 你要直接去见她,恐怕会引人主意。 大长公主也冷静了下来。 外祖母放心,我不急,少婧也会记得。 她不是一心要把阿娘接近府吗? 蒋氏可是她最大的阻碍。 她会想法子,来请我去见见蒋氏呢。 少婉如嘲讽道,谋色浓黑,深不见底,她等着少婧的这个法子。 少婉如等得果然没有多久,很巧,她等到的是赵熙然叫人过来传的话,说太夫人不太好。 太夫人纵然做了许多对不起少婉如的事情,并且被京城的人所深知。 但是一个孝子让少婉如不得不去新国侯府看她。 听这意思就是说快不行了,人死如灯灭,就算这个当长辈的慢待她,不喜欢她,甚至于一直没拿她当一回事,但毕竟还是亲祖母。 少婉如说不出一个步子,她必然会去看她。 这一点少尽深信,少婉如也明白,她和太夫人之间的矛盾,就算闹得再狠,这个时候她也不能不去看她一眼。 当然这个所谓的快不行了,少婉如很是不以为意,就太夫人那个极端自私的样子,再活个几年都不成问题。 少少有一点毛病,就闹天闹地,闹得大家都知道,仿佛别人慢待了她似的。 当然她眼下要闹的是自己,这不只是太夫人的意思,还是少静的意思,来得正好。 楚留城最近塑在了少婉如的院子,虽然每每这位臣王殿下都闹得满身是憾,不得不去冲冷水澡,但却依然乐此不疲,实在受不了。 才在之前的书房塑个几万,调整好心情又来,套用她的一句话就说,快到少婉如的生成了,她快长大了。 每每处留城说这些魂话的时候,少婉如都闹一个大红脸,这人的底线还可以再低一点吧,这么急迫地表示出这种意向,实在是让她招架不住。 偏偏这位说这种话的时候还一脸的温养,仿佛说的是书上的君子之道似的,看着少婉如脸红如火,还要来招惹她,惹得少婉如总觉得想抽她,怎么可以这样? 秦姨爷现在跟少婉如走得很近,时不时地过来看少婉如,虽然说话依然很冲,表示出她才是最合适的那个会护着表哥的人,但在楚留城面前却很慌,远远地看到楚留城过来,就急忙回去,生怕这位不讲情面的表哥又在训她。 她算是看清楚了,这位表哥唯有在表嫂面前,才是真正的温柔,其他时候都是给人看的假象,就是一个温和的俊美面皮,下手无情很利,绝对不会怜香惜语,就算自己是她的表妹又如何,讨好她,还不如讨好表嫂。 当然,她就是看不惯表嫂得了表哥的宠爱,为什么不是自己? 如果是自己一定会护着表哥的,表嫂那个样子柔柔弱弱的,有什么大用,还不如自己。 当然这些想法,秦姨爷现在大多数就放在心里想想,兰妃娘娘说了,这事成了定局,再想也没什么用。 其实她也明白,就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实在白费了。 表哥居然不领情,想想就憋屈,果然表面上看起来温雅,都不是什么好的。 还不如那种直爽一些的,就比如表哥面前的安诚就很不错,看起来英俊挺拔,说话也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更不会皮削肉不削地算计自己,这么一想,好像自己也不是那么郁闷了。 让她高兴的是,她也接到了一张帖子,还是文相府的。 到了京城之后,她还没有接到任何府上的帖子,进了陈王府,她也一直低调,从来没有出现在人前。 除了偶尔进宫去看看兰妃娘娘,余下的时间,就只是在陈王府里秀秀花,聊聊天。 秦姨爷觉得自己快发霉了,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出去,可不正好闪闪井,散散心。 邵婉如看了看这张烫金的帖子几眼,笑了,水眸微微扬起,她其实一点都不反对。 秦姨爷去文相府,秦姨爷,其实为人单纯得很,并不是什么真的坏心眼的人。 文西池也不错,如果她能和文西池一起,也是不错的。 文相府的是选秦燕,也不知道文相夫人是从哪里打听到秦姨爷的消息,把她也请了过去,看起来对她也极有意思。 上一世文相夫人留给邵婉如的影响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厌恶的。 她对于顾希书的偏心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因为顾希书的几句话,就说自己行为不断,把自己赶出文相府,那个时候自己孤苦伶仃,没有任何归处,被赶出府,情况必然不好,甚至于下场悲惨。 但是秦姨爷不是自己,顾希书也不再是当初的顾希书,背靠着陈王府的秦姨爷,看似柔弱,实质上,就不是一个好拿捏的心子。 就算是上一世的顾希书对上她,也不一定会得手,更何况,晋升的顾希书早已不是上一世那个顾希书了。 晋姨爷不比自己上一世没有依靠,也没有上一世自己名声被毁。 对于文相夫人来说,当时能娶她,只是为了冲喜,既然这喜没冲成功,恐怕早就沉了心想赶她走。 许多事情因为重生而起了变化。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5集 你可以去看看,真是认识金中其他十家的小姐。 少婉如看了看上面的日期,笑着道。 这日期巧得很,在后天,正巧是她明天去往新国和府之后的事情。 文相夫的帖子虽然是要送给秦姨爷,但秦姨爷一个未出阁的小姐,当然不能够孤身一人去了。 少婉如这个婊嫂应当是陪着去的。 文相夫人这帖子上面请的还有少婉如。 天天在府里的确是没什么好玩的,能出去看看也好,我到京中之后就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 秦姨爷会有几分心动。 我叫人给你准备衣裳,时间来不及了。 只见拿合适的成衣,有不合适的地方,少少叫人修改一下就行。 少婉如放下帖子,看着秦姨爷笑着道,不用不用,我之前跟着兰妃娘娘的时候,兰妃娘娘就让人替我做了许多的衣裳。 进王府之后,表嫂不也让人给我做了一些吗?许多都没有穿过呢。 秦姨爷不顺在意地摇了摇头。 自打第一次叫了少婉如表嫂之后,她现在倒也不觉得叫一个比自己小的人做表嫂有什么开不了口的。 总是宴会,打扮得要漂亮一些才是啊。 不必太漂亮,反正也就这个样子了。 秦姨爷拉了拉自己的衣裳,不以为意,这性子和一般的世家小姐相比,大方也直帅。 少婉如含笑,她当然不会告诉秦姨爷爷,这其实是变相的相亲会。 其实文西池跟秦姨爷爷一定合适的,一个温文尔雅,一个帅直大方。 迪姨爷的衣裳,你上次穿了不是也不错吗? 正巧有新的成衣做好了,还是今年的新品? 你想不想要几套穿穿? 哪有你孩子不喜欢漂亮的衣裳? 就算其一言,觉得其实也不必,这时候也有几分心动。 她之前看上宛如的一套衣裳特别的漂亮,不只是样子出彩。 就连袖边以及盘扣都不同于一般的衣裳。 当时她就觉得,特别地喜欢,随口这么说了一句,想不到少婉如便记在了心里。 心里莫名地感动,觉得眼前这位小婊嫂其实也是一个能干的。 那,好吧。 秦姨爷爷想了想,觉得自己还真想,也就没有推卸。 第一斋的衣裳下午就送到了,董大娘自己过来的,还带了两个绣娘,如果哪里不合身,可以直接改动。 看到第一斋送来的那几套衣裳,秦姨爷爷的眼睛都亮了。 伸手摸了摸,爱不释手,每一件都很漂亮,让她很喜欢。 见她这件也舍不得,那件也舍不得。 少婉如笑了笑,索性挥了挥手,既然都喜欢,她就都留下吧。 不要了,我又穿不了这么多衣裳,就这件吧。 秦姨爷爷摇了摇头,她虽然喜欢,但也不一定全部都要。 这几件也很漂亮,第一斋这次做的衣裳不少,少婉如眼眸流转,笑意隐隐。 真不要了,这么多怎么穿得完吗? 哎呀,够了够了,平时也不用穿得这么花上,一直端着也不太舒服。 这话说得少婉如的笑容越发地流转起来,她明白秦姨爷爷的意思,这样的衣裳穿出去,必须要腰背挺直。 熟悉了秦姨爷爷的性子才发现,这位性子其实很大大咧咧,有的时候还会在自己的院子里练练手,这么繁琐的衣裙,她嫌麻烦。 既然秦姨爷爷选定了,少婉如就没有再勉强,悄然给她稍稍地改动了一下,衣裳就如同是特意给她量身定做时的合身。 秦姨爷爷满心欢喜地带着丫鬟离开,董大娘也带着一众人等回到了第一宅。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看着窗外的太阳,少婉如的眼眸冷凝了下来。 明天就是去新国侯府的日子,对于这个日子,她期望了许久,有些事情是刻在骨子里的,无时无刻地不再提醒着她上一世的悲剧,那些仇终究是要报的。 第二天,少婉如起身的时候,楚留城已经上朝回来,昨天就知道她今天要去新国侯府,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陪着她去。 少婉如原本不愿意跟着一起的,无奈楚留城放言她不去,少婉如也别想去,直得无奈跟上。 马车往新国侯府过去,马车里,少婉如依偎在楚留城的胸前,眼眸微微闭起,脸色看起来平静。 其实心绪意志不宁,新国侯府,少静,蒋世,太夫人,以及三房,他们在父亲母亲的悲惨境遇中,到底是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身份。 听完楚留城也来了,少静迎到了门口,打开这门把人请了进来,楚留城先下了马车,然后伸手扶了少婉如一把,小心地把她扶下马车。 少静的眼皮子跳了条,莫名地有些不恩,楚留城会过来,其实是意外了一些,总觉得有些不太好。 陈王殿下,请到前面去奉茶。 少静伸手一吟。 不必了,先去看看太夫人。 楚留城淡淡一笑,谋色忧深。 啊,好,好的。 这话拒绝不了,楚留城是少婉如的夫婿,她若是想见太夫人,也是正常。 对着身边的小丝使了个眼色,小丝回忆,急忙退到一边,然后飞奔进内院去通风报信。 陈王跟着一起进来,太夫人当然不能再对少婉如刁难。 少静陪着少婉如和楚留城往里走,带到了太夫人的春堂院,老远就看到太夫人身边的郁嬷嬷厚在那里。 看到楚留城几个过来,急忙上前行礼。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6集 太夫人身体如何了?少婉如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太夫人的身体…… 郁嬷嬷嬷头低了下来,看起来很是伤心。 太夫人的身体自打郁惠安回来之后一直不好,昨日更是才说了几句话就昏过去了。 老奴和大嫂奶奶吓得急忙给王妃传了消息,今天倒是还好。 也就是说,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就是昨天看起来吓人,好像真的要出事了一样。 当然昨天的事情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好了,也不能说什么。 少婉如勾了勾唇脚,笑意带起几分嘲讽。 太夫人这病还真是想好就好,想不好就不好,拿捏自己倒是很有力。 不过,今天以后,看她还敢不敢专门拿着自己的身体装病了。 进了正屋,绕过宽大的屏风,转到内室,储留城不便进去。 就在外面的屋子里候着,少静陪在一边。 少婉如跟着郁嬷嬷进去,太夫人躺在床上,两眼紧紧地闭着。 好像睡着了一半,仔细一看可以看得出,她的唇角微微地歪斜着,应当就是上次所说的中风。 太夫人,臣王妃来看你了。 郁嬷嬷请少婉如坐下之后,走到太夫人床前低声唤道,喊了好几句,太夫人才缓缓地睁开眼睛,声音一哑。 什么事?臣王妃来看你了? 太夫人的目光在空中转来转,然后转向一遍,和少婉如的眼眸正巧对上,眼中闪过艳雾,甚至带着一种恨意,然后缓缓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带上了一丝笑意。 是五丫头啊。 她怎么不恨,被这个尖丫头一气,自己差一点就中风了,这身体以后就要更加小心。 她和清华郡主母女都是八字不合,她们母女就是为了来气死自己的,眼下自己还没有被气死,主要是因为自己命婴,命贵气。 看看讲师就知道,被刻成什么样子了。 太夫人,少婉如站起来一礼,然后缓缓坐下,离太夫人远远的,两个人之间其实也没什么话好说。 一时之间,屋内安静了下来,透着一股子叫人说不清楚的尴尬。 太夫人啊,陈王妃一听说您身子不好,就和陈王一起来看您了,您可要好起来,再不能像以前那般的任性,连药也不吃了。 玉嬷嬷一看着情境,只能够笑道。 太夫人不合谣吗? 少婉如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接了话,既然来了,她就看她们如此动作,如何让自己顺理成章地去看讲师。 唉,太夫人哪,就是一想到郡主就…… 玉嬷嬷叹了一口气。 别胡说,跟清华郡主没有关系。 太夫人不悦地打断她的话,伸手扶住于嬷嬷的手,颤巍巍地坐了起来,就如同是一个真正的火珠残年的老人似的,一双带着浑浊之意的眼睛落在少婉如的身上,还算平和。 甚至于还有几分感慨和回忆,看着少婉如欲言又止的样子,也是如同一个寻常的老人。 少婉如捏着手中的帕子,谋色淡淡,她能来看太夫人,还是看在她是长辈的份上,又身体不好,不得不来。 若说什么情意,她不觉得有,也不觉得太夫人有。 人老了,有些事情也算是想开了,当初的事情,也是我一意孤行才会如此。 你父亲母亲虽然不是我害的,但毕竟和我有关。 我心里啊,我心里。 太夫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里仿佛有泪痕,拿起帕子在眼角,轻轻地抹了一下,强压住心头的伤心,然后抬起头看着少婉如直言道。 乌丫头啊,之前的事情是祖母想错了。 这句话清晰地出现在少婉如的耳中,看着眼前的太夫人,仿佛真的忏悔似的,目中含泪,却让少婉如觉得嘲讽。 这是打算打亲情牌了,而且还是一张陈旧的亲情牌。 祖母不必在意,都过去了。 过不去了,过不去了。 我这一辈子好强,也一心一意地想让新国公府更加兴盛。 当初的时候还在你祖母面前说,一定可以让我们新国公府越来越好的。 可现在,却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我偏心啊。 太夫人说到这儿,哭了起来。 用帕子狠狠地抹了几下之后,眼眶红得很。 太夫人啊,您别苦了,这事儿怨不得您啊,是二夫人,是二夫人蒙蔽了您啊。 是她让您以为郡主不好的,都是二夫人的。 玉嬷嬷急忙上前去劝,一边低声道,这所谓的低声,其实啊,内屋的人都听得到。 怎么不是我呢,如果不是因为蒋世人自小养在我身边,表面上看起来对我孝顺,我也不会以为她的性子是个好的。 太夫人,更不会对她言听计从,以至于害了老大这一家子,连个孩子都护不住,都是我的错啊。 太夫人又哭道,声音乌野,看样子是又悔又恨。 仿佛真心悔过时的,言语之间,却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蒋世的身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蒋世做的。 她不过是一时被蒙蔽了吧了,并不是真心的,想对清华郡主如何似的。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7集 少婉如心头冷笑,太夫人可真是会作戏,每每两个人撕破脸了,她就会过来卖惨,又是伤心欲绝,又是后悔不已,站着长辈的身份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这样的情景,这样的场面,如果换个不知情的,必然会觉得她很可怜。 自己就显得有一些强势了,这一半是演给自己看的,另一半是演给边上的楚留城看的。 乌丫头啊,以前的事情都是祖母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祖母,祖母以后再不会被任何人蒙蔽呀,祖母以后也会补偿你的。 太夫人满脸期待地看着少婉如,颤巍微微地伸手。 乌丫头,你能原谅祖母老糊涂了吗? 一句老糊涂,就想把所有的事情一笔勾销,这主意打得也太好了。 少婉如的目光抬起,不闪不闭地落在太夫人的身上,谋色忧胆,比之往日的浓黑多了几分剔透的感觉,却也因此叫人觉得淡薄得很。 太夫人可是有事?一句话差一点让太夫人绷不住,说按在背脚处,就怕自己一个忍不住,把放置在桌边的杯子抓起来,砸到少婉如的身上。 太夫人! 感应到太夫人动怒,郁嬷嬷急忙伸手拉住了她的手,生怕她做出暴怒的举动,坏了事。 我能有什么事,这么大的岁数了,说什么都是空的,只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 蒋师? 蒋师? 五丫头啊,虽然蒋师是这样的一个人,眼下也算是遭了报应,你若…… 唉,你若…… 太夫人说到这里又是一阵叹气,无力得很,声音更是低落下来。 有一件传家用的,你去讨要一下吧,原本是给你母亲的,也…… 已知在你母亲手里,是传家的,后来落到了蒋师的手里,我也是才发现的。 你让人去讨要吧,以后留给浩尔。 邵远浩是世子,这新国侯府的一切,当然也是给浩尔的。 邵婉如和蒋师两个水火不相容,大房跟二人房之间隐隐风雷,而这个所谓的传家宝,原本是在母亲的手里,现在也应当是浩尔的。 邵婉如不知道便罢了,知道了,又岂会一直让她留在蒋师的手里。 好了,我累了,你先下去吧。 太夫人说完,挥了挥手,越发地无力起来。 太夫人,太夫人。 玉嬷嬷嬷地道,回应她的是太夫人粗重的呼吸声,似乎才一会儿时间,她就睡着了似的。 玉嬷嬷小心地扶着太夫人躺下,替她把宝被盖好,才带着歉意地向少婉如行礼。 王妃啊,太夫人的身体不好,往往都是前一阵子还能说几句,下一刻就睡着了,昨天还突然之间就晕过去了,太夫人的身体啊,恐怕不是很好了。 睡着了,是不想再跟自己说什么了吧,怕自己再说出一些让她难以忍受的话来。 方才太夫人隐忍的样子,少婉如清晰地看在眼中,也直到那一刻,太夫人差一点失控。 太夫人果然年纪大了,对于情绪的控制没有以前那么完美了,少了讲师在身边帮衬,太夫人一个人也闹腾不起来。 站起身看了一眼太夫人,转身静止往屋外行去。 少镜陪陪着楚流城,在外面说话,见少婉如出来,笑着问。 这么快就出来了,祖母如何了? 太夫人已经睡下了。 玉嬷嬷从后面跟了出来,向着少镜行了一礼。 侯爷,太夫人的意思是让陈王妃去向二夫人讨要一件事物。 这原本是已经商量好的,少镜这会儿有些犹豫,楚流城居然会跟着少婉如一起过来,无形之中加大了少婉如这边的筹码。 他没有想到楚流城他真的这么在意少婉如,如果这样的话,事后恐怕有些麻烦,但是眼下也是起虎难下。 就算自己算计少婉如,对于少婉如来说,名声有爱,到时候,自己也站出来支持他一下。 就算大家知道蒋氏的事情和少婉如有关,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他只要少婉如担下害死蒋氏的事情,并不是要少婉如的命,甚至希望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就好,别闹得纷纷扬扬。 闹大了对他也不好,新国侯府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陈王对少婉如越是在意,就越会压下这件事情,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 你带陈王妃过去,小心蒋氏伤了陈王妃。 大丁主义少尽平和的党,提起蒋氏也没有任何的波动,仿佛说的并不是他的击发妻子似的。 王妃,我们到外面稍坐可好。 见太夫人,楚留臣跟着过来还情有可原,现在去见蒋氏。 楚留臣再跟着过去就不太方便了。 楚留臣点了点头,叮嘱少婉如一句之后,便带着少婉禀离开。 少婉如跟在郁嬷嬷的身后,往蒋氏的院子而去,依旧是那个小侧门。 郁嬷嬷站在侧门处,指着打开的侧门道。 王妃,老奴还要去照顾太夫人,就不陪着王妃了。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第1968集 太夫人眼下的这种情形很不妙,身边一直不能少人,谁知道什么时候,一觉睡过去就醒不过来。 郁嬷嬷嬷,身为太夫人身边的贴身嬷嬷,自然少不了在一边盯着。 郁嬷嬷,请等一下。 郁嬷嬷愣了一下,没想到少婉如会阻止她离开。 郁嬷嬷,你觉得这新国侯府如何? 少婉如没有看她,目光落在这一片院子里。 母亲在这里生活,父亲也在这里生活过。 而今他们都不在了,这里的一切就都成了二方的。 可是浩尔却成了世子。 这最后落在谁的手里,还真不一定呢。 郁嬷嬷的手啰嗦了一下,脸色微扁,正想说话。 少婉如却又说道, 太夫人如何? 郁嬷嬷是最清楚的,不只是太夫人,还有侯爷的心性,眼下太夫人还需要郁嬷嬷。 如果太夫人出了事情,郁嬷嬷就算不为自己考虑,还有儿孙吧。 这话说得悠悠的,落在郁嬷嬷的耳中,如同重重的一击,震得她脸色惨白,脚下亮枪,差一点摔倒。 郁姐眼急手快地扶了她一把。 郁嬷嬷嬷可是累着了,怎么站都站不住了,你别慌,王妃为人最讲情面,您可是太夫人面前的老人了。 这一次,郁嬷嬷嬷的脸轻了。 郁嬷嬷嬷先回去吧,我们王妃还要进去看看蒋夫人,总不能让蒋夫人手里握着新国侯府的传家宝吧。 郁姐仿佛没有看到郁嬷嬷嬷发青的脸,继续笑道,少宛如没有看她,带着轻儿就要出门。 王妃,你,你,你,小心一点。 玉嬷嬷的声音显得虚弱 带着不自觉的颤音 少婉如没有片刻停留 进了侧门 轻而紧紧跟着 让王妃别去啊 玉嬷嬷反手抓住玉嬷的手 急到 额头之上冷汗开始冒了出来 为什么不能去啊 不是太夫人让我们王妃进去 向蒋夫人讨要的吗 玉嬷带着几分天真的侧脸 看了看玉嬷嬷 我 我不能说 还是让王妃别去了 快走 别去要了 玉嬷嬷倒 满头大汗 看着荒成一团的玉嬷嬷 玉姐眨了眨眼 忽然笑了 推开玉嬷嬷的手 后退两步 玉嬷嬷请回吧 我要跟着母王妃进去看看蒋夫人 偷这么久了 总得有个了单不是 她脸上的笑容有些古怪 玉嬷嬷看了心底发毛 还想去拉玉嬷 却见玉嬷一转身进了侧门 侧门悄无声息地关了起来 月门外毒留下了玉嬷嬷嬷 脸上的神色 一阵轻一阵白 仿佛在心里做着很艰难的决定 门内 邵婉如缓不往正屋走去 荒拜的院子 荒拜的路 一看就知道 没有尽心地收拾 屋内讲师得了消息 在正屋当中坐着 静等着邵婉如进门 她等了已经有一会儿了 这时候等得心焦 茶喝了大半杯了 才看到邵婉如姗姗而来 她打定主意 今天 一定要给邵婉如一个好看 一定要在那张绝美的脸上 抓下几道痕迹 最好泼了像 永远都好不了 尖利的指甲动了动 目光落到邵婉如的脸上 邵婉如今天穿得并不滑眉 淡水色的长裙 裙脚红眉眼日 宽大的长如 同样的浅淡 却有着彩蝶翩翩 那般的容色 即便讲师不愿意承认 却也不得不承认 邵婉如的容色太出色了 比起当初清华郡主更出色 清华郡主是京城中 有数的美人 身份又尊贵 原本这样的人 跟她是没有交集的 可偏偏 她想嫁的人 看中了清华郡主 以至于两个人走到了对面 讲师自认长得好 比不上清华郡主的地方 唯有家事 可就算家事尊贵 她嫁进新国侯府 还是一样 太夫人喜欢的是自己 并不喜欢清华郡主 眼前邵婉如的脸 似乎和记忆中的一张脸重合 即便已经疯傻了 那张脸依旧美得叫人心怜 甚至还收获了自己没有收获到的恋爱 手指狠狠地握进掌心的肉里 刺腾让她清醒过来 眼前的是邵婉如 并不是清华郡主 想事 邵婉如进门 站到了讲师面前 冷冷看着讲师 绝丽的小脸看起来温凉 却自己锋利 讲师 你一心要害我 要害浩尔 还害了我娘亲 可又想过有一天 你终究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放肆 我是你神母 讲师大怒 那又如何 邵婉如冷冷看着她 声音温柔 在这种地方 谁会在意你 知道我为什么会过来吗 因为你就要没命了 而且还会 栽葬到我的头上 如同被锋利的坚韧 划破心头似的 有什么在暗夜之中 爆发了出来 讲师默地抬起头 大声道 你胡说 她和邵婉的关系 绝不是邵婉如 所理解的那样 她不会相信 邵婉会舍弃她 不只是她 还有她的女儿 讲师觉得 只要女儿还在 邵婉就不敢真的 对自己如何 毕竟女儿的手段 邵婉也是知道的 这满府上下 又有哪一个 比得上自己的女儿 我是不是胡说 你难道不知道吗 邵婉如不以为意地道 在一边的椅子上坐定 清儿和玉婕 一边一个站在她身边 目光警惕地看着讲师 二叔要娶一个 外申女进门 想让她身下的女儿 成为嫡女 然后嫁给皇子 以你对二叔的了解 这么一个理由够不够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69集 外申女 什么外申女 比不得我的儒儿 讲师奸生岛 一再地告诫自己 憋上邵婉如的当 邵婉不可能会舍了儒儿 去找一个 什么也不是的外申女 外申女毕竟是外申女 难不成 她真的能够嫁入皇家 将来母仪天下吗 少言如 邵婉如调了调媒 水翁透着冰寒的鸡巢 讲师 你机关算尽 把我一家人害得 破败至此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少言如 你想如何 儒儿现在是皇上的宝灵 就算皇上一世不喜欢她 之后也会喜欢她的 你要是敢对我如何 儒儿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讲师大害 紧张地看着少婉如 虚张声势道 少言如看重的 当然不是当今皇上 但在之前 他的确是皇上的宝灵 眼下说的 其他都是假的 唯有这个身份是真的 他怕少婉如真的对她不利 讲师 二叔想要了你的命 你却还愚蠢地想活下去吗 一个外侍女 的确是不够什么 但如果你的女儿死了呢 那个外侍女 就是二叔唯一的希望了 听完二叔已经跟人商量妥当 把这位外侍女 以敌女的身份送进府 若有将来 敌女身份的外侍女 才可以更尊贵 少婉如缓声道 声音缓慢地仿佛一字一段 字字都入了讲师的耳 但讲师却仿佛听不懂事的 两眼瞪大地看着少婉如 眼中几乎没有焦点 耳边只听到一句话 女儿死了 少婉如 你就算是陈王妃 也不要胡言乱语 如二是皇上的宝灵 她才莫双全 而且还年轻 将来一切都有可能 少婧不会放弃她的 讲师手颤抖地握不住 手中的杯子 杯子从她的手指尖滑落下来 重重摔到地上 碎片纷飞出去 又一片还在讲师的小腿上 画了一个小口子 可她仿佛什么也不知道似的 两眼带着血红之色 假的 一定是假的 不可能的 这事绝不可能 少婉如死了 所有人都知道 你外面应当还有一个心腹吧 可以找人问问 这事可不是什么秘密 讲师抬头 恨毒地看着少婉如 不可能的 儒儿将来贵不可言 怎么可能会死 贵不可言 如果你说的贵不可言 试着宝林的位分 那真是可惜了 估计没有人觉得 宝林是贵不可言的 她态度急急轻慢 长节不闪两下 泛起一丝悠然 看着讲师的目光 仿佛在看一个 漂亮小丑 这样的神情举止 让讲师气得发疯 她一直看不起少婉如 甚至一度觉得 少婉如的生死 就捏在自己的手中 当时 没有直接捏死少婉如 主要是想做得隐晦一些 一步步把少婉如 推入死路 没想到 这个曾经让自己 瞧不起的丫头 有朝一日居然这么地 亲见自己 捧在掌心里的女儿 这口气 她忍不下去 见丫头实在是 太嚣张 太放肆了 雪儿贵不可言 是将来的皇后 怎么可能会出事 你是故意污蔑她 怒火冲昏了 讲师的头脑 满心满脑的都是恨毒 狠狠地瞪着少婉如 讲师思声道 一定是假的 她的儒儿是奉命之身 怎么可能现在会死 你不会觉得 少婉如是奉命 所以死不了吧 见讲师疯狂地 两眼血红 少婉如却是问得 云淡风轻 想不想知道 少婉如是怎么死的 据说 她自以为是 心高气傲 和宫里的宠妃对上 被打伤之后 晚上就被人堵死了 宫里没有人帮着她 一条卢席 卷了扔到乱葬岗 恐怕被啃得 死无全尸了 讲师越暴怒 少婉如越平静 脸上甚至带着 一丝淡淡的笑意 唇角勾起 可以看得出 她心情极佳 你会说 你会说 我不信 我不会相信的 想不想去乱葬岗 看看少婉如的尸身 少婉如提议道 白玉斑的脸上 笑容奄然 是那种 怡然的笑容 看得出她很轻松 那样的笑容 灼通了讲世 想是 没了少婉如 二叔现在 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女儿 为了这个女儿 也得让那个外事进门 听说 原本就不是 什么好人家的女儿 却成为了 玉石府的千金 这原就是为她铺路的 可以让她 名正言顺的进门 她的女儿 当然是这府里的千金了 可以嫁得更高 少婉如 墨浴一般的毛子 看着讲世 心平气和 唯有眼底一片幽暗 仿佛有什么 深深的压抑在心底 暴风雨来您之前的宁静 少妍如初始 讲世不发疯才怪 女儿出事了 讲世下意识地 反对这个想法 她聪明过人的女儿 怎么会出事呢 可是看到少婉如 平静的脸 又觉得这事 可能是真的 这样的谎言 其实太好拆穿 怎么也不可能是假的 谁没上会说 另一个人死了呢 而且这人 还是皇上的宝灵 你 你骗人 讲世大喘着气 喃喃道 用力地捂着胸口 眼前发黑 浑浑噩噩地 仿佛眼前的人影 都在晃 带着一片血色 讲世 你害死了我娘 如今一切都报应 在你女儿 儿子的身上了吧 当初你一心 害人的时候 可想过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婉如冷冷地 看着讲世 看着她 无力地摔倒在地上 谋色忧寒 她不是圣人 做不到对 害了自己一家子的 讲世同情 不但不会同情 她会把所有的真相 都给撕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少婧 是少婧 像是挣扎着大声的 听起来像是解释 又像是在表示 什么其他的意思 我娘在呢 少婉如忽然问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少婧 是少婧在办这事 讲世嘴唇和洞两下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 少婉如用力地 咬了咬阴唇 垂下眼毛 看着讲世 强压下心头的悸动 她现在在呢 讲世被打击得 心神失手的时候 是最容易 问出事情的时候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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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不知道 讲世呼地站起来 晾翔着 撞翻了一张 小的茶几 她疼得弯下腰 剧烈的疼痛让她一时间清醒过来 她眼看着少婉如 你笑道 你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 你娘 你娘早就已经死了 现在连骨头都已经烂掉了 说完她狂笑起来 扶着桌炎站起 少妍如被扔在乱葬岗 事故难全 我二叔已经放弃了你 她要那个外侍女 但又不愿意 担负害死你的迷生 所以特地把我骗了过来 带得我离开 今晚 就是你密丧之事 把你的死 推到我身上 我现在是陈王妃 自有陈王护着 倒也担得起这样的迷生 你和少妍如害了我不止一次 这一次 我愿意当二叔 趁手的那把剑 少妍如当 目光精力地 看着她 蒋氏眼前一阵阵翻黑 她原本 想要恶心少妍如 没想到 少妍如没有恶心到 却让她痛苦不已 她的女儿 她唯一的女儿 怎么能够落到那样的地步 少妍说过的 她的女儿将来是奉命 是奉命之身 怎么可以夭折 可是她又有种直觉 少妍如说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住口 尖利的声音带着思明 蒋氏伸手要去打少妍如 玉杰上前一步 一把把地推开 蒋氏重重地撞到 身后的茶几上 痛苦不已 蒋氏 我今天过来 是特意来看看 你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当初你肆意残害我的母亲 如今一切都是报应 你死了 少妍还可以美人得报 娶的还是前御史的女儿 世家千金的身份 并不比你低 之所以为人外事 不过是意外 别人只会可怜她 而后接纳她 交起美眷 下一阵的后卫 说不得就是这位外事女的了 抢是你什么也没有 不但你没有 连你的女儿也没有 少妍如咄咄逼人 蒋氏眼前一阵阵发黑 她想反驳 想狠狠地给少婉如几个巴掌 想用力撕破少婉如的脸 想把少婉如踩到死地 高傲地告诉她 这新国侯府的一切 都是自己母女的 清华郡主和少婉如算什么 不过是给自己母女 当垫脚石的版了 她的女儿怎么会出事 她的女儿注定了是奉命 少婧说的 蒋氏坐在地上 争论了许多 陷于自己的情绪之中 难以自拔 一会儿狂乱 一会儿恨恼 一会儿咬牙切齿 如果有人这时候看到蒋氏 必然会觉得 她是一个疯子 眼神时而狂乱 时而清明阴沉 时而又带着血色 夫 夫人 是谁在叫她 蒋氏按着头 目光直直地看着眼前 好不容易看到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张 满是皱纹的脸 夫人 夫人 你 你是谁 蒋氏哑着声音问道 夫人 奴婢是伺候您的呀 侯子小心翼翼地道 怎么看蒋氏都不对劲 坐在地上 头发散乱地披下来 两只眼睛看起来很疯狂 少婉如呢 陈王妃已经走了 您 您要找陈王妃 侯子害怕地色缩了一下 但又不得不打话 她在这里伺候蒋氏 虽然不愿意 但也不敢真的 任她这么坐在地上 福利毕竟还是大少奶奶主事当家的 大小姐呢 蒋氏一把拉住脖子 用得力太大 侯子没有提防 被拉地蹲跪了下来 喉咙处被紧紧地锁住 差一点被拉扯地咽了气 用力地拉着喉咙处的衣裳 婆子使劲地挣扎 大小姐已经死了 这话出口 婆子大害 用力地睁开讲示 坐在地上倒退几步 然后双手乱摇 不是 不是 夫人 妞婢说错了 大小姐没事 大小姐 大小姐什么事也没有 福利下了命令 谁也不许把这事告诉夫人 方才她仓皇以下 一个不小心 居然把实话说了出来 讲示的手颤抖得不能自意 脑海里只有这么几个字 大小姐已经死了 大小姐已经死了 剑讲示高高抬起头 两眼狂乱地看着空中 眼神溃散 婆子吓得又叫了几声 也没把讲示叫得反应过来 急忙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叫人 讲示如果真的死了 她也好不了 出了院门 想了想 也不敢去找太夫人或者侯爷 直接往外书房跑去 找大公子 这事得找大公子 大公子是夫人的亲生儿子 婆子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外书房里 少华安听说这事皱起了眉头 陈王妃说的 是陈王妃说的 奴婢在边上 听到的 婆子哪里敢说 她自己把少言如死了的消息 传给讲示的 把事情推到少婉如的身上 你回去对大奶奶说 让大奶奶去看看夫人 是 奴婢现在就去找大奶奶 婆子松了一口气 这事情有人管就好 她就怕没人管 到时候 讲是出了事 还得推到自己身上 婆子又急急忙忙地去找赵熙然 这事还得赵熙然拿主意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1集 赵熙然没有去太夫人的春堂院 在自己的院子里待着 太夫人吩咐她不必过来 她也就不去躺这趟浑水 怎么看这事都不是什么好事 她还是躲得远一些吧 胡听得有婆子过来禀报 还是少华安叫人过来的 就吩咐丫鬟把人领了进来 大少奶奶 您快去看看吧 夫人 夫人快要疯了 活子一进门就喘着气道 她从里面奔到外书房 又从外书房奔到里面 早就累得不行 你慢慢说 怎么回事 赵熙然皱了皱眉头问道 婆子平了平气 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个完整 说陈王妃似乎对夫人说了大小姐的事情 夫人这时候好像疯了 赵熙然默得站了起来 陈王妃还在 陈王妃站了一会儿 就走了 走 去看看 赵熙然虽然不愿意去看讲室 这时候也不得不去 带到了讲室处 却看到讲室已经坐在上面 头发乱纷纷地 披头散发地散落下来 眼睛阴冷地盯着门口 眸色还算亲民 并不像婆子说的那样疯狂的模样 母亲 赵熙然小心翼翼地上前 试探着叫了一声 讲是脸上扯出一个笑容 很难看 这样的笑容比哭更难看 如儿出事了 大妹妹 是出了事了 少婉如既然说了 这事她也瞒不下来 只能顺着话头 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母亲伤心过度 父亲不让我们跟您说 说是让您 轻轻静静地在院子里就行 少静的意思 蒋诗人 眸光阴狠地 仿佛似一条 隐在暗处的蛇 虽然看起来还算平静 但下一刻 很可能狠狠地盘过来 把别人缠绕至死 父亲 怕您伤心 赵熙然小心翼翼地道 蒋诗的样子看起来就不正常 头发散乱 身上还沾着屋子 如果不细看 还以为哪里来的疯婆子 不会真的疯了吧 这是赵熙然的第一个想法 就算是疯了 跟自己也没有关系 是尚婉如的事情 这是她的第二个想法 眼下 她只需要小心翼翼地 应付蒋诗就行 你去给我找一个人过来 蒋诗笑了 笑得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这种感觉对于赵熙然来说 绝对不是柔暗的 仿佛要是人而实事的 母亲 父亲不让您接触其他人 赵熙然 你嫁给我 是否是别有用心啊 蒋诗的眼睛忽然动了动 落在赵熙然的身上 赵熙然一慌 匆忙摇头 母亲 我怎么会别有用心呢 我嫁进来 也是两嫁一亲的意思 当时难道不是母亲的意思吗 我们的意思 要拖三年 拖了整整三年 她最后还是嫁了进来 是因为 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蒋诗仿佛没有听到赵熙然的话 目光依旧紧紧盯着她 盯得赵熙然心头一阵发出 眼睛不由自主地转了开去 她一向自诩聪慧 觉得自己经过不让须眉 更不是那些贵重女子能够比拟的 眼下却觉得蒋诗似乎真的知道一些什么 可这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华瀚也什么都不知道 蒋诗继续的 她说得很慢 还有几分一次一次斟酌的意思在里面 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查到了什么 或者 你的目的达到了没有 赵熙然心口突突一跳 有一种被人发现了自己秘密的感觉 脸上的通红 一时间又气又闹 她原本以为不会被别人知道 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的感觉 又是憋局又是愤怒 还有一种被背叛的恼怒 自己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落在所有人的眼中 却谁也不说 只看自己像个小丑一般的折腾 别人若是这样还说得过去 少华瀚呢 难道他也只是一个人在边上 看自己这般如此行事 却仿佛什么也不知情事的 夫人 我觉得你弄错了 我是真心嫁进你们府上的 至于议了三年 是因为这轻事父亲一直反对 但我想嫁给华瀚 这件事才会拖了三年之久 母亲若是觉得我们府上 另有其他意思 大可以跟华瀚说 让她羞了我就是 是不是能做了 已经不重要了 那你若是不愿意帮我 就算没事 我也会给你整出事情来 江舍当然不确定 赵夕然嫁进来 是不是有问题 这么说 还是因为少敬以前 跟她说过的话 眼下拿过来对付赵夕然 去找人过来 是 母亲 赵夕然不得不低头 眼前讲是怎么看 怎么不正常 她不敢真的鱼丝网破 如果你一会儿 没有让人过来 我就直接撞死在这里 留下一书 这是你逼我的 蒋是怕赵夕然 走了一去不回 母亲放心 赵夕然硬下 退了出去 带出了院子 重重地呼出了 一口沉闷的气 对身边的提神丫鬟 吩咐了几句 而后便回去了 即便有什么事情 也查不到她的头上 她是邵华安叫来的 让自己安抚一下蒋是 只有蒋是接下来如何 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跟自己无关 只要一想到邵华安 可能知道自己嫁进来 另有目的 她的心就火烧火燎的恨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2集 邵婉如从蒋是处离开 就去了外院 楚流程等在那儿 见到她过来 神色温和地问 如何了 算了 她精神不太好 邵婉如摇了摇头 即便不好 也得整 总是你们新国侯府 传承的东西 不能收没了就没了 楚流程挑了挑郡谋 看向少静 这话一半是对少静说的 陈王放心 待一会儿再让人去问问 就是可能不一定会要得出来 蒋氏的为人向来蛮横 二叔 实在要不出来就算了 邵婉如倒是没有多看重 这所谓的传家宝似的 与其温和地阻止的 怎么能让蒋氏弄没了 总是得到元昊传承下去的 邵婉如摇摇头 满面愧疚 这事儿啊 急不得 还望陈王妃宽待几日 等我慢慢地做通蒋氏的工作 免得她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 是无耳不在了 江氏那灵 少静说到这儿眼眶红了起来 似乎是一位真心疼爱女儿的慈父 只不过这样的悲伤表情 落在少婉如的眼中 只觉得浓浓地嘲讽 少静可真是会作息 果然什么样的父母 就生下什么样的子女 看看少静的这番作态 就能够叫人想到少彦如 二叔 真的不必催 这事急不来的 我也不会急着讨压 少婉如态度平和道 仿佛方才去看蒋氏的事情 就如同只是去看一个普通人一般 而不是一直陷害着她的蒋氏 不急不躁 没有半点恨恼之意 平和得很 少静心里诧异 不明白少婉如 怎么可以这么平静 蒋氏和少婉如之间的恩怨 她一直很清楚 如果是她 看到之前陷害自己的仇人在面前 早就眼红了 又怎么会这么平静 心头不安起来 少婉如平静的态度和她想象的太过不同 要不要回府去 楚留臣向少婉如提议 先不回去了 再被二叔坐一会儿吧 讲是现在这个样子 二叔心里也不好说 那也好 今天本王正巧没有什么事情 楚留臣点点头 目光转向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身子往椅背上一靠 信国侯 这幅画是真迹吗 不是现在的画法 看着就有一些陈旧 但比例意境都是极品 陈王殿下过奖了 这 这不是什么真品 就是一副赝品 让殿下笑话了 少婉满脸通红 羞愧不意 怎么可能不是真迹 你让人查过了没有 既然不是真迹 又为何要挂在这里 难不成堂堂新国侯府 连副真迹都挂不起了吗 不是的 殿下有所不知 这幅画虽然不是真迹 却也是仿的最好的一幅 平日里看着也喜欢 在没找到真迹之前 这一幅也是难得制作 就让人挂了出来 这里基本上不会客 就挂着自己看看 也是无碍的 少婧红着脸解释道 这一处书房在少婧的院子里 方才少婧一路过来 把楚留臣带了过来 原本觉得他不会做许久的 没想到 少婉如特意留了楚留臣 倒是让楚留臣看到了这幅验品 脸上很不自在 见他这么不自在 楚留臣也就不再问话的事情 反而对于书房时 其他用品上了心 时不时地问问书房里的一些小的布置 少婧和他一问一答 倒也不无聊 少婧如坐在书房门口 看向后窗处 眸色微微地抽了一下 长长的眼眸 看向了院子里的一个婆子 一个上了年纪的婆子 这个婆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虽然只是随意地撇了撇 却看出这个婆子和其他院子里的下人不同 其实从容貌上看 这个婆子和其他婆子没什么区别 四十几岁的样子 看起来粗壮得很 就如同院子里普通的粗屎婆子一般 仔细看下来 却又是不同的 粗屎婆子 穿的衣裳的料子 没有这个婆子穿得好 如果不是他过于粗壮的样子 少婉如会猜 这是一个管事嬷嬷 但从他这绑搭腰圆的样子看来 就是一个粗屎婆子 很胖 很大 很结实 少婉这院子里的其他下人都偏瘦 即便是拿着扫帚的粗屎婆子 也没有他看起来大的 在这里也算是独一份了 可见这跟少婉平时使用的人手不同 还有一点 少婉如回府也有一段时间了 在之前回府的时候 他可以肯定没有见过这个婆子 像这样的一个婆子 如果自己看到 必然会记得 哪怕没看到 自己身边的人听说过 也一定会禀报自己 他之前让轻儿盯着少婧这院子 一直没有发现什么 异常的事物 异常的人 这婆子应当是最近进的府 或者说 自己嫁出去之后才进的府 所以自己对他一无所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3集 这个婆子显然不是才入府的样子 看他这么过去 一路还有人向他测身行礼 可见他的身份不一般 少婉是个疑心病重的人 他不会把一个才进府的人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粗屎婆子的下人 当成心腹的 这人很可疑 殿下 我出去走走 少婉如无聊地站起来 别走太远 就周围看看吧 免得本王要走了 还找不到王妃 楚流尘懒洋洋地带着几分笑意 挥了挥手 我知道 郑王妃 去前面那个院子里看看吧 那里呀 新种了一些花卉 有些开花了 有些还没有 你这边也敬 少婧笑嘻嘻地提议 好 我一会儿先在这里转转 再过去看看 带着两个丫鬟往外头走 少婧不自在地皱了皱眉 忽然大步走到门前 对着门边的小思吩咐道 好好带着陈王妃去赏景 让院子里的下人都回避 免得冲撞了陈王妃 侯爷 路才明白 小思琳丽的接口道 退到了门外 少婉如走了出来 门外的下人不多 几个零星的丫鬟 活子看到少婉如出来了 历史占定行礼 才一会儿时间 之前看到的那几个胖大的婆子 已经不见了 看着她方才过去的方向 少婉如随意地举步 那边是一个阁楼 高于整个院子的高度 尚婉如之前在她的院子里 也曾经远远地看到过那一处阁楼 王妃 您跟奴才过来 奴才带您去看着新安治的花卉 这还是王妃嫁出去之后才新治的 侯爷说 府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眼看着几位小姐 一一嫁出去 都不热闹了 这才特意找的人过来 种了许多花卉 小四机灵上前 这话说得极为讨人欢心 又解释了少婉突然之间 种花的行径 这种事情以往都是内院关注的事情 一个男人总不能一直关注着 种花种草的事情吧 那里是什么 玉姐细细地眯了眯眼睛 在少婉如的暗示中 使了指阁楼的方向 那里就放那些杂物 没什么好东西 连住人都不行 王妃 请跟路下过来 那院子离这里很近 少婉如回头看了看 那处阁楼 阁楼上面的帘子紧紧地落下 看不清里面有什么 那处只是阁楼 所以没有人 脑海中默地闪过一个场景 她似乎曾经在黑夜里看到 这一处的灯光 是从这个阁楼里传出来的 还是其他地方 毕竟隔得远了一些 远近错落之间也很容易弄错 可能是这里也可能不是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知道这会儿就算是想要探究 也探究不到 没有明正言顺的理由 她一个当侄女的 怎么能去查叔叔的屋子 就算是个杂物间也一样 走吧 去看看 陈角微微一勾 淡淡地道 她今天也算是帮了蒋氏一把 帮蒋氏拖住了少婉 这时候拖得越久 蒋氏就能够闹腾得越厉害 他们去的就是少婉右边的院子 是一个空着的 这些地方少婉如以往都没有来过 少婉是少婉如的二叔 一方面少婉如有戒心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婉这里 没什么可观赏的 没想到现在居然弄出了 这样一个院子来 细想起来 少婉住的院子周围的几个院子 都是空的 不过 新国侯府主子少 之前当家的又是二房 三房偏远 够不成威胁 大房又不大 所有的院子几乎都拢在二房的手中 少婉想住得舒服一些 免得被人打扰 把周围的几个院子都空出来 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这格局少婉如当初在新国侯府的时候就已经知道 也不以为意 但现在却莫名地多了几分疑虑 院子里的确有许多的花卉 才种上去的 还有几层灌木 不远不近地布置在那里 使得原本的院子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正是夏日的时候 没有春日香艳的白花 却依然有着一些耐热的花 盛开在阳光之下 景色倒也颇佳 二叔什么时候叫人布置的 真不错 少婉如一边走一边赞叹 侯爷也是偶然想起的 觉得在这里布置一番 还可以在累了的时候 走走看看 赏心悦目得很 小四打道 一直巴结地 在少婉如面前带路 你去那边休息吧 王妃不是别家府上的 又不是不认识路 你这跑来跑去的也累 我们王妃跟着你跑 更是累 奴才走慢点 侯爷让奴才来陪着王妃 王妃若是嫌弃了奴才 奴才还怎么去回侯爷 你放心 我们不说你不说 没人知 怎么会没人知道 这府里全是人 就算我们都不说 必然也是会有人看到的 会去告诉侯爷的 雨姐姐姐 你就可怜可怜奴才吧 别把奴才打发走 侯爷那边 可准备了板子的 奴才不敢偷懒啊 小四可怜巴巴道 雨姐 别为难她了 就带着她一起走吧 少婉如开口解了小四的围 多谢陈王妃 多谢陈王妃 小四大喜 连连行礼 看她这么一副急切的样子 惹得主不几个 都冻了起来 天气着实热了一些 走了没几步 少婉如就去凉亭坐下 你去拿一个水壶 搁杯子过来 我们王妃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赏赏花 小四见他们坐下 没有再随意走动 松了一口气 弄才马上就拿过来 说着 一楼烟地跑了出去 这里离侯仪的院子近 拿东西自然是去侯仪的院子拿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4集 清儿 你看到之前的那个粗食婆子了吗 少婉如目光落在前面的一处灌木丛中 这话却是对清儿说的 王妃 奴婢方才没注意到 清儿惭愧地摇了摇头 她当时 一直跟在王妃的身边 注意的只是屋子里的人 没有注意到 窗外 待王妃拉着她的衣袖 暗示她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王妃 奴婢看到的 玉洁接口到 她当时的位置和少婉如是一个方向 见少婉如的目光 落在了床外 而且还颇有疑惑 也就多看了一眼 乍看到 这么粗大的婆子 也是吓了一大跳 你以前听说过 少婧院子里 有这么一个婆子吗 少婉如睫毛扑闪了下来 问道 这么一个人 如果是看到的 身边的丫鬟早早会禀报 那必然是没有见过的 奴婢没听过 这胖成这个样子 腰围这么粗 看着就像是有一把力气的 别说侯爷的院子里 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 就算是整个新国侯府 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人 如果奴婢见到这么粗壮的婆子 一定说给王妃听的 看着样子 力气比奴婢还大 长得绑大腰圆 看着像是有一把力气 感觉说不出的怪异 王妃 奴婢方才在院门外 看有婆子朝着院子 这里看了又看 虽然很隐秘 好像不是很注意的样子 但那个婆子眼角 时不时地斜过来 一看就知道是盯着 姓国侯的住处 不知道是盯着我们 还是盯着姓国侯 清儿想起方才在院门口 看到另外一个 很普通的婆子的事情 提醒少婉如道 不会是盯着我们的 应当是盯着少婧的 少婉如摇了摇头 太夫人又出幺蛾子 打算和少婧一起算计自己 这种时候 不管是太夫人 还是少婧 都不敢叫人盯着自己 就怕事情被自己发现 如果院门外有人盯着 只有八九是赵夕然的人 少婉如这是无意一猜 倒是把事情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又稍稍地观赏了一会儿 小思急匆匆地回来了 带了一壶茶 茶被拿过来 放置在桌子上之后 垂手落尖地站在一边 也没有直接上手 即是规矩 玉杰倒了一杯茶 放置在石桌上 少婉如接过来就要喝 清儿想要阻止她 却见她一口茶水已经入喉 急得暗中向她咬手 表示 少婉如向她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 少婉如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害她 楚留城还在少婉的院子里坐着呢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 侯爷 侯爷 一个小丝满脸惊慌地进来禀报 侯爷 夫 夫人在门口 她在门口干什么 让她回去 少婉不悦地倒 挥了挥手 她以为所谓的门口 就是自己的院子门口 侯爷 好 好多人看着 奴才不敢上前去拉夫人 小四哭丧着脸 她是守在大门处的小四 专门替上门的客人 向礼比报的 信国侯府以前很兴盛 门口时不时地有人来拜访 有时候还有送礼 送拜帖的过来 门口的油水灼食不少 小四也很繁忙 如今却不同了 十天半个月的也看不到几个人上门 今天陈王殿下夫妻过来 小四觉得今天一天都不会有事了 就在大门处的小房子边休息 忽然听到有人叫门的声音 懒洋洋地从里面出来 想看看是谁 看到眼前的人 他一时没有认出来 捧头垢面的 连衣裳都凌乱得很 一看就像是个要饭的 当下不耐烦 去去去去去 这里不是你要饭的地方 自己去别的枪角蹲着 别妨碍府里的进出 说着还上前推了他一把 女子被推倒在地上 重重摔倒地上 惨叫一声 却引得经过的人 转过头来 有人开始驻足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新国侯府现在名声并不好 大家都知道 这一家子所谓的礼仪廉耻 其实并不怎么样 表面光鲜而已 他们府上的夫人是这样 大小姐是这样 连着这个新国侯也不像个好的 否则怎么一降再降 原本算是朝中的全臣 眼下败落得这么快 有人眼尖地发现 女子虽然衣裳凌乱 但穿着的料子却是不错 不像是真的乞丐 一个婆子忽然从人群里扑了过来 静止地扑向女子 一边大声地哭叫起来 哎呀 夫人 夫人哪 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呀 一边去伸手拉摔倒在地的女人 这还是一位夫人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原本不想看热闹的 也停下了脚步 这事儿明显地不对劲啊 哪家的夫人被新国侯府的小厮 给推了出来 新国侯府想干什么 这夫人找新国侯府什么事儿 小厮吓得一哆嗦 这位居然是夫人 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女子 女子被婆子绊抱起来 又有发丝凌落下来 看不清脸色 但是夫人吗 府里的夫人就这么几位 不可能是三夫人 也不可能是太夫人 至于蒋夫人 好久没有出现在人前 一直在自己的院子里 哪里还有什么夫人 这么一想 小厮的胆子也壮了起来 伸手一插腰 点手指着女子大声道 你是哪里来的女子 说什么夫人 我们夫人都好好的在府里 你这女子又想冒充谁不成 居然是冒充的 围观的人看了看 有些慌乱的女子 又看了看安抚着她的婆子 怎么都觉得有一些怪异 这真的是来冒充的吗 你胡说 这是夫人哪 你怎么干这么对夫人 什么是 什么是侯爷 什么是侯爷的意思呀 伙子气愤不移 回过头恨声道 哪来的疯婆子 胡说什么 把他们给打出去 小四爷恼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5集 同在门房处的另外几个小孙 拿着棒子走出来 想把闹事的赶走 幸过侯府住事不顺 府里的主子心情不好 这种小事还是不要去禀报 把人赶走就行了 算不得什么大事 看着样子像是讹诈来的 打得不敢上门就行了 几个小丝恶狠狠地就要上前 横头垢面的女子 忽然站直了身子 把散乱的头发 撸到了脑后 露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 那张脸上 阴沉地带着一丝恨毒 一双眼睛更是仿佛脆了毒一般 冷冷地看着面前的几个小丝 看清楚她的脸面 几个小丝默地停下脚步 惊骇的脚底发颤 侯府的事情以前一直是蒋氏在管 下人们见到蒋氏都很害怕 眨一眼看到蒋氏的那张小脸 小丝们腿都软了 夫 夫人 见了夫人 居然还敢这么放肆 你们是不想要命了吗 奴才 见过夫人 小丝们一个个扔了棒子 弯腰行李 再不是方才那种嚣张的样子 一时间也没有想到蒋氏为什么会从外面进来 居然真的是新国侯夫人 围观的人面面相觑 这模样真的是新国侯夫人吗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去禀报少计 就说我回来了 我 没死 回来了 蒋氏很声道 扶着婆子 虽然身子微微颤颤的 眼神却很僧寒 眼下的情形 小丝哪里敢往外指 急忙引声往里去禀报 这话里的信息量太大 微观的众人越发的多了起来 这里明显有事 蒋氏是新国侯夫人 而新国侯是夫妻 怎么说她回来了 她之前去了哪 还有她这么狼狈 是闲死还生吗 是谁要害她 蒋氏来之前 犯了许多事情 有一些是被隐藏起来的 在外人的眼中 这位新国侯夫人 虽然听说是一个心性恶毒的 但也不至于被人害成这个样子 毕竟她的身份放在这里 是眼前的新国侯府里最有权力的柱子 谁要害死她 这府里除了新国侯太夫人 就只有新国侯 放在讲师说 找的是新国侯 莫不是新国侯要杀了这位新国侯夫人 有了这样的猜测 又有一些消息灵通的人 她忽然想起 知情传言新国侯 有个外事要进门的消息 眼前的一切似乎也能够解释得通了 莫不是新国侯 想杀了这位侯夫人 给那个外事腾位子 看着样子 身上又脏又乱 完全没有了侯夫人的体面 难道是九死一生逃出来的 这可真的是叫人惊骇啊 外面的人议论纷纷 这话题从起初的怀疑 到后来的确定 甚至还有人提出 是不是因为宫里的少宝林死了 这位侯夫人 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才让新国侯宠妾灭妻 做出这等丧尽天良的事情来 看这位侯夫人恨毒的眼神就知道 这事不能善良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等少敬出来的时候 门口已经围得严严实实 府门前宽大的场地围了许多人 才一会儿时间早已把许多人给惊动了过来 新国侯府这是出大事了 少敬急匆匆地过来 走在路上差一点被绊倒 蒋师怎么会出现在府外 他不是被看管了起来吗 怎么可能出来 蒋师的院子里 他不许任何人探视 目的就是把他关到死 而这一次 他要借着少宛如的手 要了蒋师的命 然后让额娘明志言顺地进新国侯府 少了蒋师 一切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太夫人那里自己早已经说通了 就等着今天少宛如回府之后 就让蒋师撞死 原因就是不看少宛如的逼迫 自尽身亡 有了少宛如在前面 这事查不到她身上 她还可以示好陈王妃 不追究陈王妃的责任 只说这事只是一个意外 怪不得少宛如 她要的只是一个传言 一个可能传到皇上耳中的传言 给蒋师的死 框帝一个合情合理的死亡理由 蒋师一死 五爷的阻碍便没有了 以后便可以另想法子 把女儿送出去 名正言顺 又是新的一个女儿 又是嫡女 可眼下是怎么回事 蒋师怎么会出来 不可能是少宛如放出来的 少宛如去蒋师院子出来的时候 她暗中都叫人盯紧了 盯着她离开的 什么事也没有 就听到里面蒋师 尖利的声音传出来过 少宛如和蒋师见面 绝对平静不了 这原本就是她 所能够猜想到的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成水火 少宛如不可能真的 只是去看一下蒋师 不说什么其他的话来刺激她 蒋师情绪痴恐 尖声大叫 也是正常 为此她还特地安排了一些丫鬟 婆子 去往蒋师的院子附近做事 这些人以后就是证据 可以证明 少宛如激怒了蒋师 证明少宛如说了一些话 蒋师在少宛如离开之后想不开 是少宛如所逼死的 来到府门前 看到门前的一大堆人 少进团团的脸上露出愤怒 蒋师莫名其妙地从府里消失 又找到了府门前 闹出这么大一出是想干什么 不过蒋师的为人向来自私自利 眼下能够哄着她 让她消了气 以后再图后绩 为了哄她 她甚至可以答应她一些过分的要求 反正以后蒋师就是一个死 她不会留下她的命 再坏了自己的大事 少进这么一想 心里稍稍安定了几分 她还不知道 蒋师因为知道女儿死了 性情大变 不忍 你怎么在这里 怎么回事 少进走到蒋师的面前 努力地平息了一下心头的怒火 露出几分关切的神情 不顾蒋师满身的脏乱 伸手要去扶她 一边温和地问道 看她这个眼神动作 好像真的不知情事的 对蒋师还算是体贴 不管蒋师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安抚她的情绪为主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6集 少进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死 出现在这里很奇怪 你没进心机要害死我 给你的万事挪位置 眼下可满意 蒋师一把推开少进的手 尖利地大叫 声音嘶哑恨毒 少进没有想到 蒋师上来就说这样的话 倒推两步才稳住身子 眼底狠狠跳动几下 立时知道不好 夫人啊 你的情绪是不是还不好 怎么又想些有的没的事情 先回去吧 来人啊 去请大夫来 夫人的严阵又发了 少进反应极快地上前 一把拉住蒋师的手 手中用力 表面上看起来 确实轻轻一拉 拉得讲是跟着她 往里面进了几步 一个小丝聪明地接了话 急奔出去 找大夫去了 所以说这位侯夫人 最近一直不出现在 众人面前 是因为疯了 所谓谈证 就是谈谜心巧 时而疯傻的意思 这是真的吗 手机 女儿死了 你就想让个外室 剩下的女儿进门 还想把这个下贱女人 生的女儿 送到王府去 你给她一个 嫡女的名粉 你的膝带狠了 当初儒儿在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儒儿 眼下猜 你就想要害了我 给下贱的卫士 你让道 要死 我今天 就死在这里 蒋师用力地挣扎着 想挣脱 少敬的侠制 但她只是一个女人 而且还是 被关了这么久的女人 受骚得很 哪里有什么力气 只是伸着手 用力地在少敬身上 脸上拍打 毫不留情地抓挠着少敬 眼底血红 对对 无人说什么都是对的 是我不好 没照顾好你 儒儿没了 我们还有华安 你就算是不为我嘲笑 还得为华安想想啊 即便脸上被抓出了血痕 少敬还是好脾气地 拉着他的手 安抚着他激动的情绪 比起蒋师恶狠狠的目光 他的目光良善不已 而且还带着几分悲意 看起来真的很伤心 自己的夫人变成这个样子 任谁 处于这样的事情之中 都难过得不能自意 所以说蒋师是真的疯了 原本对少敬议论纷纷的人群里 开始有人同情少敬的话 大家看到的少敬 那是对蒋师包容的 一个男人对疯了的妻子的包容 很是叫人感动 说话间 少敬拉着蒋师往门口去 他手下用力 蒋师被他拉得亮呛前行 脸上的表情 却称得上是温柔怜惜的 再有几步 就可以把蒋师拉进来 少敬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这一次 他不会再让蒋师 有机会逃出来 手下用劲 紧紧地掐住蒋师的手腕 少敬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怎么杀了我 你放开 蒋师拼命地挣扎 只是 他怎么也抵不过少敬的力气 眼看着就要被拉进门 一个婆子忽然冲过来 用身体狠狠地撞向少敬 一边大叫 夫人 奴婢来救您 侯爷 您就饶了夫人吧 收话间就撞到了少敬的身上 少敬没提防 一个看起来并不撞舍的婆子 会真的敢撞自己 被撞的拉着蒋师 往昔退了好几步 手下一松 蒋师已经被婆子拉了过去 少敬 你就这么容不下我的性命 就一定要取了我的性命不成 给我聊一条生路 是因为你到处害了 千辛国公世子清华群出门 蒋师一松手 就尖声大叫起来 他的手腕 方才被捏在少敬手中 大家没有注意 这时候一看 历史看到他手腕上 狠狠地一条红色痕迹 这得多么地用力 才会在这一点时间 就把人拉扯成这个样子 再听到蒋师的话 众人脸色大变 蒋师 你胡说什么 好了好了 别闹了 一会儿大夫就会来了 用些药就可以了 少敬心头突突一跳 历史知道不好 心里暗恨自己当时手软 早知道蒋师会坏事 直接就把他了断了编程 最多自己民生难听一些 只要府里没有人追究 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急不上前 又要来拉蒋师 蒋师连着推了好几步 忽然狂笑起来 手剑 你害怕了 你到这个时候也知道害怕了 我疯了 你也真敢说呀 你看看 这些是什么 他的手拉着脖领子 狠狠往下一扯 众人目光转过来 看到上面 红肿的几刀勒痕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得出 这是真的下了 要勒死人的痕迹 原来不是什么 谈迷了心窍 是真的要害死 这位新国后夫人 再想想方才蒋师说的话 许多人脸色大变 目光惊骇地看着绍金 难道是杀人灭口 怕自己的 这个夫人坏事 才要勒死他 没想到却让他逃了出来 绍金 我女儿死了 是你害死的 现在却想带着你的外侍女进门 很想把那个女人娶为平气 想我哀世 就想要我的性命 少静啊 我就算是死 变成厉鬼 也会来找你的 将士疯狂地看着少静 恨毒不已 他的女儿 他千交百媚的女儿死了 虽然 还想有其他的女人代替自己 代替自己的女儿 他就算是死 也不会同意 那个下贱的女人 还是什么 御师傅的千金 他不相信 江氏 你别胡叫蛮缠了 你这又是自杀 又是闹腾的 到底想干什么 女儿虽然没了 但是还有儿子 以后还会有孙子孙女 你是要把整个家都毁了吧 少静也激动起来 看着蒋世恼怒的斥责 上前几步 又是愤怒 又是伤心 蒋世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们还有儿子 如而没了 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有儿子呢 他逼近几步 蒋世就退让几步 两人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7集 少静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我再不会相信你了 你让那个外师金服 敲我的位置 敲我女儿的位置 一个下贱的女人 居然还是什么 于师傅的小姐 真是可笑 一个被发配出去的 于师傅的小姐 又隔了这么多年 满进车里 就没有一个人是的吧 蒋世的眼泪掉了下来 一边哭 一边恨声道 女儿死了 少静不但不来安慰她 还想要她 为一个下贱的女人让路 她怎么感性 她就算是死 也不会感性 少静急得不行 她现在 只想把人弄进府 其他的 什么也不想 不会有人的 你放心 绝对不会有 其他人的 你别闹了 我们没了一个女儿 难不成我们两个 自己还闹腾成 这个样子吗 少静满脸 被意地伸出手 这一次不是急切地去拉蒋世 守在蒋世面前停下 目光安伤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一家人一起度过 别想些有的没的事情 新国侯府的侯夫人永远是你的 想想 我们还有儿子不是 见他态度和缓下来 而没有再逼迫自己 蒋世的神色稍稍清明了几分 看了看少静的手 虽然没有伸过来 眼神中却有了几分犹豫 他的确还有一个儿子 少静一再地提醒 他也犹豫了 原本 来之前 他是想于死网破 女儿没了 他最大的衣装 也没有了 少静居然还想 另取交其美妾 还不如大家一起死算了 他还有儿子 他的儿子同样优秀 就算不为了少静 他还得为了儿子 见讲是神色稍缓 少静大喜 脸上越发地温和 眼底却依然伤心难过 我知道是我的事 让你心智大乱 不是我有意瞒着你 我就怕你知道一时想不开 才会 才会故意地瞒下这事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 是陈王妃吗 少静的声音颤了起来 带着一丝 能感应到的伤心和疼痛 新国侯 方才蒋夫人说的 可是真的 大门口忽然传来一个 慵懒冰寒的声音 楚流程缓步走了出来 华美的金刺绣 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 俊梅的脸上 却不带一丝笑容 背着手 站在大门口 带着几分俯视 看着眼前这一幕闹剧 他身后 四个侍卫紧紧相随 每一个都手握剑柄处 满身的煞气 小轩子快步走了下来 走到绍静和蒋氏身边 蒋夫人 你方才说新国侯 害死了庆华郡主 和前新国公世子的话 可是真的 绍静的眼神紧紧地收缩起来 他记得出来的时候 特意地让楚流程 去陪着少婉如逛一会儿 就是怕这事 引得楚流程的注意 他怎么从里面出来的 见过陈王殿下 少静上前几步 对着楚流程行了一礼 解释道 蒋氏才知道儒儿的事情 一时受不了打击 竟是要投还自尽了 被救下来后 哎呀 又神志不清了 真是让殿下见笑了 楚流程缓步走了下来 目光寒厉 冰冷而微淫 少静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游移起来 头低下 不敢对上那双俊美之中 带着戾气的眼睛 心里安安叫哭 他眼下只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两 至于外事女什么的 眼下都不是他敢考虑的事情 讲世这个蠢货 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给整个新国侯府招灾呀 你是说他疯了 楚流程站定在少静的面前 勾了勾唇脚 笑意却不达眼底 一个疯了的女人 又闹成这个样子 你完全可以把她修了 或者 把她永远地关起来 本王替你做个主 把这疯子给修了吧 堂堂新国侯夫人 总不能是个疯子吧 殿下 蒋师是微臣的发起 眼下如而又 微臣怎么忍心修了她 弄到这种程度 也是微臣的做 还望殿下体谅 少静面还悲色 看着蒋师满脸的不舍 对楚流程哀声道 说着眼眶都红了起来 楚流程没有说话 目光落在少静和蒋师的身上 好半嗓忽然问蒋师 蒋师 你以前说的可都是真的 新国侯真的为了抢制爵位 把前新国公世子和清华郡主害了吗 蒋师一哆嗦 他这之后 已经没有了鱼死网破的心思 慌得脸色惨白 身子不由自主地 往少静的背后退了退 眼前的陈王给他的压力太大 让他一时间连话也说不出来 殿下 方才是臣父 胡说八道 他还有儿子的 他的儿子还有可能继承新国侯府 他不能毁了这所有的一切 少静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就怕蒋师再说这样的话 到时候 自己可真是百口莫辩 幸好 蒋师还有一分理智 没有再跟着胡搅蛮缠下去 王爷 您看 他就是一时承受不住 才会突然之间迷了心窍 休息几天 好好开解一下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倒是惊扰到了王爷和王妃 都是为臣之错 少静苦笑 伸过手轻轻拉着蒋师 蒋师这一次没有挣扎 头跌了下来 眼去了慌乱的脸色 他现在也害怕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8集 这种事情 尤其是想说就能说的 既然蒋师这么认为的 那就去寻部背个案吧 原本陈欣国公世子的事情 就很让人怀疑 楚留臣缓缓地当 眼眸之中多了几分不知名的意味 唇角微微一勾 笑容不达眼底 殿下 不过是蒋师迷了心窍的话 当不得真的 还望殿下高抬贵手啊 少静哀求道 姿态放得极低 新国后这话说得迟了些 本王方才 已经让人去通知了心部了 楚留臣缓缓的唇角中 露出一次浅淡的笑意 小轩子笑嘻嘻地对少静道 新国后 方才我们王爷 已经让人去了 这个时候 可能就要到了 新国后还是准备一下 免得到时候 刑部的人 问起来一问三不知 少静脚下一个亮枪 差一点摔倒 脸上神色轻一阵白一阵 纵然他在官场 这么多年 也没有像这位 冰秧子城王那么的难缠 这不过是一件小事 怎么就闹到刑部去了 刑部的人应当得夺空 才管这种小事啊 王爷 刑部是公正威严的地方 怎么也不应当 为了围臣夫妻俩的小事 朝到刑部去吧 刑部的人来了 楚留臣没有理会他 目光落到了 正在走入过来的两派人中 当中的是刑部的文西池 还很巧 小轩子 让人备马 你留下跟刑部的文大人 说说这事 本王和王妃要回府了 是 奴才知道 小轩子指使着一个侍卫去备马 他自己上前迎了过去 讲师说这话的时候 听到的人有很多 眼下 他就算是想赖 也赖不掉 小轩子之前早早地就等在门外 看了个全场 有他留下来解释这事 的确是最好的 乱成这个样子 谁爱管是谁把少言如死了的消息 传给讲师的 新郭侯府的马车 行驶了出来 少婉如已经在马车上坐好 楚留臣在府门口上的马车 带得两个人都上去了 马车夫一挥马鞭 扬长而去都留下围着新郭侯府的一大群人 闹成这个样子 谁也不愿意走 继续盯着事态的发展 新郭侯府这事可真的是闹腾得可以 眼下看讲师的样子 也不像是真的疯了 他和少敬两个 谁说的是真的 谁说的是假的 大家都猜不出来 真群分两边而去 行步的人过来 文西池满脸公事公办的样子 对着少敬拱了拱手 之后便着人带着讲师 回去录口供了 文三公子 讲师真的是胡说的 他方才一时谈谜 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少敬无奈地 拦到了文西池面前 不允许他把讲师带走 新郭侯 这事是陈汪殿下的意思 说有人害死了他的岳父 还说有许多人听到尊夫人说这句话 我们刑部也得公事公办 可讲师有身份 可以不去的 少敬怎么会让讲师去刑部大堂 急到 兴国侯 陈王殿下是苦主 他既然这么说了 刑部的人自当照办 除非兴国侯能找到一个 说得上话的人 否则这事 只能按照陈王殿下的意思来办 文西池不为所动 刑部的人上来两个 就要来带讲师 讲师害怕了 一伸手拉了少敬的衣袖 早已经没有了之前 鱼丝网破的勇气 文三公子 新郭侯还想再说什么 文西池已经挥了挥手 有人过来拉着讲师往后拖 讲师的手还抓着少敬的手 他被拖了几步之后 讲师的手才落下 侯爷 我们是夫妻 多年结发 两人当同学而亡 侯爷 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文西池 江氏也不是谁想带走就能带走的 今天你若是把人带走 就从我的身上挂过去 讲师大声哭了起来 少敬也来了火气 伸手从边上一个侍卫的腰间 猛然抽出一把剑 往前一伸 立声道 剑笔直地指着文西池 横到了文西池的胸前 居然打起来了 还跟刑部的官员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个更加不乐意离开了 眼前的情势是怎么回事 怎么变得一触即翻了 文西池看了看 面前横着的剑又看了看少敬 神色之间极为冷静 面无表情 新国侯这是降噪法了吗 这话太重了 重得少敬承受不住 手中的剑摇晃两下掉落下来 新国侯放心 这事如果没有什么大事的话 孙夫人毕然会送回来的 眼下确实得去刑部做一个笔录 陈王殿下竟然因为这事 把僵尸告了 说不得到时候还要请新国侯走 现在我先回去了 文西池向他拱了拱手 转身带人离开 少敬对着僵尸使了个眼色 僵尸也不敢再挣扎 只能够跟着刑部的人离开 僵尸之前说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吵得太过激烈了 起初众人也不是很以为意 这时候尽心细评下来 看向少敬的目光都带了一些怀疑 如果这事是真的 眼前的新国侯恐怕闯了大祸了 特别是少敬一脉 这事已经不是一次被撕破颜面的夫妻吵架 少敬回府的时候 脚下发飘站立在府里 只觉得眼前发黑 手撑着一棵树才让自己站稳 事情怎么会变得这样 不过是一场小小的算计 让蒋师明知言顺地 死在少宛如的手中 怎么到现在 弄到当年的事情里去了 那件事情一直深深地 埋在他的心底 就算是蒋师 他也没说起过 杀兄之事如果翻出来 他就完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79集 当年 他偷偷地去往北京 他没有告诉蒋师 也防着蒋师 夫妻这么多年 蒋师必然也有所猜想 但是猜想是猜想 少敬从来没有想过 蒋师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突然之间要和自己同归于尽了 为了隐瞒当年的事情 他甚至暗中实力 不让姓颜的进京 就是怕严夕进了京 他父亲也派了人过来 一来二去 把当初自己 也在边境的事情翻出来 引起瑞安大长公主的怀疑 蒋师 都是蒋师 摇摇牙定了定神 他现在得想办法 不能够让蒋师毁了自己 侯爷 太夫人请您过去 一个丫鬟急匆匆地过来 看到少敬 为何这眼睛站在那 急忙上前 告诉太夫人 我一会儿过去 少敬睁开眼睛 是 丫鬟不敢说什么 回声是禀报 少敬又闭了闭眼 然后转身 往少华安的书房而去 戴德到了书房 让小厮守在门口 才大步地进去 父亲 少华安正在看书 看到少敬进来 急忙站起来行礼 不必多礼 你坐下吧 少敬在一边坐下 对着伺候少华安的小厮挥了挥手 示意好下去 戴德小厮离开 少敬才拖着头道 你母亲 我害了你大伯之后 就把刑部的人叫了过来 你母亲这是要害死我们呢 父亲 这 这怎么可能 少华安大惊 这次总算是听清楚了 谋害大伯 这种事情是可以随便说的吗 而且还闹到刑部去 你一会儿去刑部问问你母亲的事情 总是不能让她再闹 我的事情你知道 她觉得不能便宜了一个外侍女 可我 可我 她也不知道是听了谁的挑拨 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是你们而不顾 你母亲真的疯了 父亲 现在怎么办 你母亲闹成这个样子 一时间 我也不知道要如何 再闹下去 我们义父的安危都会出问题 还有你妹妹的事情 哎呀 你母亲好好的待在院子里 怎么就会突然跑出来 闹着跟我说这样的话 父亲 之前有没有过去看过我娘 你五妹妹去看过 对她说了几句话的 父亲 一定是五妹妹说了一些话 母亲才会这么失措的 少华安目光微微闪了一下 就算你五妹妹说了什么事 把你妹妹死的消息告诉你母亲 她也不应当说出我害了你大伯的事情 少尚静愁眉不省 不管从哪里论起来 这话都是蒋氏说的 赖不到少婉如身上 更不可能说蒋氏跟少婉如的关系好 听信少婉如的话 故意的栽赃给少尚静 这话难以自圆其说 胡子里沉默下来 好伴上 少华安才抬起头来 眼底挣扎 父亲 我去看看母亲 你去看看是最好的 我之前跟她闹成这个样子 如果这时候我去 你母亲再出事 很容易地想到我身上 少尽看着少华安 神色慈合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以后这爵位 这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是你的 我这么大年纪了 这么多年就你一个儿子 以后也不可能再有的 少华安又沉默了 眼角闪过一丝忧声 手末地握紧 没有去接少尽的话 投递了下来 一时无语 我知道 真是难为了你了 可如果不这样 那就只能任他们查下去 刑部那边的差事 你也知道 如果陈王一直拿这个当借口 新国侯府难以脱身 如果我出事 这爵位也落不到你的身上 你妹妹那里的事情 也没有完备 少尽又低声道 声音沉痛 父亲 可是 王安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可这一切都是你母亲造成的 她若是好好地待在府里 就什么事情也没有 唉呀 我也不想这样的 父亲真的不想这个样子吗 之前不是说 要以平息的身份 去那个哥娘进门吗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 少华安的头抬了起来 带着怒意 盯视着少恩 他不问福利的事情 并不代表什么也不知道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0集 平妻只有一个 既有了一个 还是从正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平妻 父亲就不可能再娶平妻 否则就娶正妻 可是这个额娘的身份 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正妻的 原本的正妻为平妻 原本的外事为正妻 如果真的做出这样的事情 少尽的官位也算是到头了 甚至可能连着 新国侯府的爵位也一起没了 你不是也知道的吗 少尽平静地看着少华安 为了你妹妹 如果真的到这一步 也只能如此了 这句话 仿佛揭开了少华安心中 不堪的一幕 他狠狠地把手边的茶盏 全部甩到地上 茶盏发出破碎的声音 使得屋里格外的安静 又沉闷地叫人喘不过气来 华安娜 你想想吧 快点做出决定 我现在就去看看你祖母 那应当也是受到了惊吓 对于儿子这种无逆的行为 少尽没有动怒 站起身 拍了拍少华安的手 然后大步离开 大到了门口的时候 又转过头提醒 你的动作要快一些 若是太晚了 可就不大好了 说完往外醒去 但走到门外 就听屋子里发出 碰碰的声音 仿佛有什么东西 倒下来摔倒的声音 几个小时 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往日温雅的大公子 怎么发那么大的脾气 而且还是在侯爷 才出门的时候 少尽也听到了声音 但他脚步却没停 谁也不能够让他停下脚步 讲是如此 少华安也是如此 太夫人早已经起身 叫人在门口望了好几次 看到少尽过来 郁嬷嬷急忙去禀报 而后站到门外 那门母子两个在说话 门外郁嬷嬷头低着 看似在外面 替着母子俩看着动静 其实内心到现在 也平静不下来 太夫人和新国侯府 打的什么主意 他之前是猜到一些的 但他不敢提醒陈王妃 陈王妃和太夫人 闹到这个地步 其实并不是 郁嬷嬷嬷愿意看到的 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郁嬷嬷就觉得 陈王妃的人品很不错 是个好的 可偏偏蒋夫人 看不惯陈王妃 一再地暗算陈王妃 甚至因为暗算了陈王妃 被三夫人抓住把柄 原本看着和婉的大小姐 暗中也是手段不断 形式恶毒很辣得很 比起蒋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郁嬷嬷不相信太夫人 看不到这些 大小姐在太夫人面前 一再地伏地作小 娇柔百顺 太夫人也不可能会被 真的蒙蔽到 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 可太夫人还真的是 相信蒋夫人 相信大小姐 对陈王妃一再地逼迫 郁嬷嬷其实算是 一个局外人 也算是一个局内人 她小心地隐藏着 自己内心的想法 帮着太夫人做事 其实心里一直觉得 太夫人错了 而且还错得离谱 陈王妃回府之后 她应当是对陈王妃 很好才是 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孩子 又失落在外 当祖母的难道 不应该好好地照应着她 而且她对太夫人 还有救命之恩 太夫人这样做 不但没有骨肉亲情 而且还不念救恩 实在是寡情得很 这也提醒了郁嬷嬷 暗中留了一个心眼 太夫人眼下 对自己很是幸福 说不得她日 自己就得死在 太夫人手上 太夫人这个样子 就不像是个念旧情的 郁嬷嬷一直关注着 这位陈王妃 越接触 也心慌 也越发地害怕 这位陈王妃分明就不是那种 柔弱的闺中小姐 如果谁对付了她 她不会没用地哭泣 而是会伸出利爪 狠狠地给人一爪子 见血见骨 今天的事情 太夫人和侯爷商量妥当 但现在事情却出了 这么大的纰漏 甚至把整个新国侯府 推到风口浪尖 步步为营之间 已经算清楚了 下一步如何行事 太夫人和侯爷自以为是 却不料早已在陈王妃的算计之中 想到她小小年纪 便已如此厉害 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地 跟着太夫人行事 到最后 不是被太夫人推出来顶事 就是尸骨无存 之前陈王妃也曾经 明明白白地威胁过她 心里挣扎 太夫人看到了威和的门 太夫人是她的旧主子 她不愿意背叛 但陈王妃有错吗 她是一点错都没有 错的是太夫人和整个新国侯府 即便陈王妃想毁了 整个新国侯府又如何 这么一想 心头一哆嗦 头急忙又低下来 不可能 这新国侯府以后是小柿子的 小柿子是陈王妃的亲弟弟 陈王妃不会这么狠 那她的该当如何 还是帮着太夫人吗 郁嬷嬷的眼眸之中 眸色浓浓暗暗 站在门口纠结不已 不管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 她其实更偏向陈王妃 但那是旧主子吧 身子往前靠近了一点 之前的距离听不到里面的说话 靠近这么几步之后 耳边隐隐约约有了声音 是太夫人和新国侯的声音 郁嬷嬷脸色微微变白 她还从来没有靠得这么近过 每一次母子两个不想叫人打扰的时候 她都站在外面守着自己离门也远着 眼下这个距离却是她愉悦了 她眼看了看周围 没有人发现她靠得过于近了 太夫人和侯爷在里面一试 谁也不敢多看 更不会主动靠过来 当然也发现不了郁嬷嬷这一次靠得很近 比往事的距离近了许多 老二会不会出事 里面是太夫人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 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 太夫人几乎真的运过去 这要是真的叫人查实了 整个新国侯府都毁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1集 母亲 这事现在在蒋氏的身上 少见的声音还算镇定 蒋氏这么没用 还在门口胡说八道 还不如早早地死了算了 也免得祸害我们 太夫人狠狠地骂道 心里真的巴不得蒋氏早早地死了 她这个时候对蒋氏恨杀 完全忘记了她之前最信任的媳妇就是蒋氏 母亲 这事恐怕还得劳烦玉嬷嬷 什么意思 太夫人的眼睛转了转 问道向门口张望了一眼 玉嬷嬷现在就站在门外 不过 她也不怕她听到 玉嬷嬷向来规矩 不可能靠近门口 她特意地测试过 那个位置是听不清楚的 让玉嬷嬷 还有其他的下人 证明陈王妃去看过蒋氏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 就算她去看过了又如何 难不成她还有能力让蒋氏胡说八道吗 蒋氏和她不对付谁都知道 太夫人不耐烦地道 天下最重要的是蒋氏的事情 少婉儒的事情以后再说 母亲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让人证明蒋氏变得这么疯狂 胡说八道是因为陈王妃刺激了她 说了如而死了的事情 让蒋氏疯了一般 才会说这种疯狂 少婧揍了一声 手刹捉脚脚 用力地拍了拍 那 那这么说了之后呢 太夫人六神无主 嘴巴看起来更歪了 两只眼睛看起来一大一小很明显 少婧眼下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想了想顾自道 蒋氏知道如而死了 我又想取平妻 她受不了这个刺激 一时间想不开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情 就是因为恨我 因为恨我 所以什么话都敢说 之后被劝醒了 才醒悟过来 羞愧不能自拟 自杀身亡 太夫人的手哆嗦了一下 她向来也是一个心狠的 但蒋氏是她以往一直疼爱的媳妇 一时间还是有些承受不住 手指筋鸾地抽搐两下 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新部的大佬 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以前王申学的事情 他们也无能为力 母亲放心 我自有法子 少静道 严下这个时候 她只能够去求成王 这么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 她怎么的也得去求成王出手 母亲 我们只要把前面的戏作祖 之后的事情不成问题 可是 可是蒋氏毕竟是你的解法妻子 太夫人哆哆嗦嗦地道 她之前隐隐地明白是一回事 眼下少静这么明明白白地提出来 又是一回事 少静要娶贫妻 要把额娘娶进门 太夫人就明白少静的意思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 反正她对讲事也颇有不满 现在不同 少静清清楚楚地把事情推到她面前 要让她决断的意思 母亲 你如果在夫人之人 我们整个新国侯府都不复存在 您以后九泉之下如何去跟我父亲说这事 还有何面目去见我父亲 少静不以为意道 她自己是不信这种说法的 现在却对太夫人说出这么一个 叫人信服的理由 也是因为清楚地知道 太夫人是信这个的 太夫人脸色惨白 嘴外眼斜地想了想 好 你要小心一些 母亲放心 我会小心的 这样你的名声可能会不太好听 额娘也不便马上进门 母亲 跟整个新国侯府的事情来说 这些都是小事 名声稍稍坏了一些又如何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等以后儒儿回来得了丑 什么都可以忽视 那儒儿和华安知道了怎么办 华安和儒儿这么聪明 自然是知道的 华安一会儿还得跟郁某某 一起去探望蒋事 让她把事情跟蒋事讲开 蒋事才会想不开 太夫人心头狂乱地跳了一下 眼神呆直 这相当于绍华安自己去逼死了亲生母亲 想了想如果不这么做的结果 太夫人用力地咬了咬牙 拍板了 好 门外郁某某听得浑身哆嗦 小心翼翼地往外挪了挪 挪到之前站立的位置 只觉得背心处冷汗子子 蒋事和太夫人的关系 她一直看在眼中 太夫人对于蒋事一向疼爱 对于清华郡主自打进门的时候就不喜欢 眼下这个最喜欢的被毫不留情地舍弃 那么她呢 一个小小的婆子 即便是有感情也比不得蒋事吧 不只是太夫人 还有侯燕 大小姐 大公子 都在把蒋事往死路上推 蒋事固然不是什么好的 心性恶毒 死有余辜 但他们怎么能够这么对她 至少她对他们都是无害的 特别是一对儿女 更是掏心掏肺得好 怎就这么狠心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2集 接下来的一段话 玉嬷嬷没有靠近 再也没有听到 站在门口垂下头 一阵阵地发慌 陈王妃让她精绪的同时 却让她看到陈王妃对身边人的维护 她身边的人一个个过得好好的 飘云月那里也没有传出打妈下人的事情 比起新国侯府的这几位主子 陈王妃实在是太良善了 也太讲情谊了 玉嬷嬷悲哀地发现 自己服侍太夫人这么多年 可是却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被推出去抵罪 咬了咬牙 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对自己的血脉亲人都这么狠心 自己这个下人算什么 少静出门的时候看了看玉嬷嬷 见她站在门口较远的地方 神色温和起来 走到玉嬷嬷面前 侯爷 玉嬷嬷客气了 还得麻烦玉嬷嬷一件事情 侯爷请说 玉嬷嬷垂手低头 恭敬不已 大公子要去看蒋世 玉嬷嬷就陪着去 你们一起去劝劝蒋世 告诉她别胡说八道 大公子的前程 全在蒋世的一言之间 你再问问蒋世 是不是陈王妃之前 跟她说了什么 让她一下子这么激动 这是把事情的一部分 推到少婉如身上 让少婉如替少静挡肩 玉嬷嬷明白少静话里的意思 你是母亲身边的老人 也看着我长大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等这事完了 我送你荣养 总不能让你一直 当个下人吧 少静的声音越发的和蔼 对于一个中卜最高的器重 就是荣养 玉嬷嬷却听得背心发寒 如果不是自制力强大 她这会儿必然承受不住 哆嗦成一团 荣养 怕就是要了自己性命之时吧 如果之前还有一丝丝犹豫 这时候已经全然没有了 多谢侯爷 老奴跟着太夫人这么多年 太夫人现在身体不好 老奴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还望侯爷成全老奴 让老奴一直服侍太夫人 玉嬷嬷神色激动起来 少静看了看玉嬷嬷 见她谋色真诚 当下点点头 好吧 一切随遇玉嬷嬷就是 你年纪也大了 其实荣养是最好的 老奴不累的 还可以再服侍太夫人几年 好吧 你整理一下 跟大公子去一趟行步 少静放心了 满意地点点头 吩咐了这么一句 转身就走 带得她离开 玉嬷嬷才松了一口气 方才她感应到了侯爷的审视 如果自己回答得稍有不适 恐怕今天这命 都得交代在这里 既然要出去 她当然也准备了一下 进去向太夫人说了一下 太夫人点头 太夫人嘴外眼斜的样子 玉嬷嬷仿佛没有看到 转身离开 带出了太夫人的正屋 去了自己住的厢房 她是太夫人身边的老人 有一个小丫鬟服侍她 玉嬷嬷写了一张纸条 封了口之后 让小丫鬟送到陈王妃那 说是要给陈王妃的 小丫头不以为意 玉嬷嬷是太夫人身边的大红人 她写的当然是太夫人的意思 拿了纸条之后 小跑着跑出去 玉嬷嬷特意叮嘱 她从后门偷偷离开 说前门乱得很 怕人看到 又惹出什么新的事飞来 小丫鬟听话的 连问也没有问 玉嬷嬷又整理了一下衣裳 来到停放马车的地方等着 等了没多久 看到大公子轮椅过来了 忙上前行礼 看到大公子 温雅平静的脸 一阵胆寒 几个小丝把轮椅抬到马车上面 玉嬷嬷坐在后面小的马车里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的出了新国侯府 往刑部而去 蒋师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下刑部大牢 他只是个陆比供的 还没有正式算是刑部的定论 至于其他的事情暂时还没有弄好 蒋师的身份不一般 也没有真正的下牢 只是在临时的一间屋子里关着 他们到的时候 蒋师还在坐笔路 听说新国侯府的大公子过来探望母亲 坐笔路的刑部官员 也没有难为他们 就让他们先进去见蒋师 其实蒋师现在只是这么几句话 只说是一时糊涂乱说的 其他也问不出什么 玉嬷嬷和小丝 推着轮椅进到屋子里 很简单的一间屋子 当中一张桌子 后面一把椅子 蒋师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张凳子上 披头散发的样子 看起来少少整理过 不再是一副疯婆子的模样 看到少华安进来 很是激动 默地便站了起来 华安 母亲 少华安扶着小丝 努力地站起来要给蒋师行礼 你先坐下 都这个样子了还行什么礼 少尽可真是没用 居然把你照顾成这个样子 蒋师心疼不已 过来摁着他的臂膀 要他坐下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3集 少华安强着不坐下 向着蒋师恭恭敬敬 进行了一礼 然后才重新坐下 安抚蒋师 母亲 我没什么事的 洗净养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还这个样子 少尽真是没有头顶 儿子的事情不管 倒去把个外事当宝 还什么外事之女 少尽到底长不长脑子 这当娘的对父亲破口答骂 当儿子的还真不能说什么 少华安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低下头 大奖师骂得停顿了一下 才劝道 母亲 您别怪父亲 他也是没办法的 他没有办法 姝儿死了 你的退折了 他很有心 去个下贱的妖精进门 他还没有关系 怎么出事的不是他呀 他怎么不去死一死 蒋师是恨杀少尽的 破口他骂 母亲 父亲也是没办法 他也没什么权利 妹妹的死 他怕你难过受刺激 才让下人封锁了消息的 至于我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从郁嬷嬷的这个角度看过去 发现他的神色举止 和侯爷几乎是一模一样 心里莫名的胆寒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 他怎么就护不住你们 少华安身手摸了摸头 母亲 您怎么会突然知道 这个消息的 难不成是五妹妹说的 是少婉如说的 他告诉我 儒儿死了 怎么死都会是儒儿 不是他呀 明明我的儒儿 比他更出色 更好 一提到少言如 讲师的眼泪就下来了 母亲 您别哭 五妹妹来看您的时候 有人看到吗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看到 总是有人把他带过来的 难不成 他自己偷偷找过来刺激我吗 夫人 是老奴领着陈王妃过来的 郁嬷嬷从少华安身后走了出来 讲师这才注意到郁嬷嬷 冷恨一声 你带她来管什么 不会 也是来想看她的刺激 抓住我的吧 只要一想到当时的情景 讲师就恨不得撕烂了少婉如 这个她一向不看在眼中的剑丫头 居然那么高高在上地俯视她 当初进京的时候 她还是那么不起眼的小丫头 自己就算是知道了她的身份 也没想直接动手 只是暗中叫其他人下手 她在后面推波助澜罢了 一个小小的丫头 哪里值得自己当时亲自动手 没想到这个剑丫头却是狡猾的 居然让她踩到了自己头上 早知道眼下会是这么一副情景 她当初就把少婉如给一脚踩死 像是后悔不已 郑王妃想见见夫人 郁嬷嬷道 却不提这事 还是太夫人提议的 用什么传家之宝 把陈王妃骗过去 她想见夫 你就带她来 你是陈王府的人 还是新国后府的人 讲师一口郁气 狠狠瞪着郁嬷嬷 如果不是在牢里 她都想伸手给郁嬷嬷一个巴掌 怎么有这么不掌心的老奴才 枉她还服侍了太夫人这么多年 果然太夫人是个没用的 她身边的婆子也是一个没用的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是 夫人教训的是 母亲 五妹妹侧击您 那是五妹妹的不好 但 您也不应当胡乱地叛咬父亲呀 您这让我们做儿女的 如何活下去 你们二老倒是吵了个干净 眼下却是我们收拾残局 少华安伸手按了按额头 无奈地打断蒋师原本想大骂玉嬷嬷的话 你父亲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 你妹妹才没了 她就到外面再去找了个女人过来 她的心怎么就这么狠 我狠她 我狠她 我狠她死了最好 提起这个话题 蒋师有些激动 目光之中带了几分疯狂 母亲 父亲也是有苦衷的 他能有什么苦衷 他就是贪恋那种下届女人的眉色 想让我给那个下届的女人挪位置 他休想 我如果出了事 一定拉着他一起 蒋师狠立得道 脸柔扭曲 再也没有往日的秀美 少华安的耐心都要消耗完了 伸手又揉了一下眉心 母亲 您先别挠 还有一个妹妹 父亲是为了她 总不能让妹妹流落在外 毕竟是父亲的骨肉 你父亲的骨肉 你父亲还有脸说这样的话 外面也不知道养了多少女人 一个一个打算往家里抬吗 这以后 布里纳还有你的位置 蒋师最听不得这种话 气得大声道 玉嬷嬷站在一边不说话 她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这接下来就不是她的事情了 母亲 您别这样 父亲私心有亏是的 但你也不能这么说她 你这是 一定要因为这事 托得她跟你同归于尽吗 母亲 你就算没有父亲 还有我呀 我可以奉养你的呀 少华安又打断塔的话 缓缓地站了起来 拉着蒋师在凳子上坐下 然后才重新坐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4集 轮椅向前 看着蒋师揉声道 父亲 您还有我 我和熙然 一定可以一起养您的 父亲的死得有亏 您就别计较了 您如果真的跟她同归于尽了 就为了这么点事情 同归于尽了 您让儿子怎么办 还怎么活 父母没了 侯府也没了 少华安说到这动了情 眼眶红了起来 直直看着蒋师 眼底哀求 蒋师一阵心疼 她的儿子也是天之骄子 眼下落到这种程度 一时间悲从中来 眼泪落了下来 神色清明几分 华儿 我知道 我知道的 我知道 我知道要说什么 就算她不在 少静不在 也不能让新国侯府出事 这侯府是儿子的 一定是儿子的 她明白儿子的意思 她不会再说那样的话 那事情 原本就是她的一个猜测 眼下更不会乱说 当时激愤之下 只是想拉着少静一起 母亲 您会好好的 等您录完了笔录 我就带您回去 您 如果不喜欢父亲 我可以带您 去别院住上一段时间 不要 我要恢复 只要我再一天 她就不会让 那个下届的女人进门 蒋氏摇了摇头 恨声道 看得出 她对少静咬牙切齿 母亲 少华安犹豫了一下 声音低缓下来 看起来是认真的 母亲 您就不能别这么生气吗 这不算什么大事 父亲虽然有亏 但也不会宠妻灭妻 进门就是一个妾 不爱的 我死也不会让他们进门的 就算是死也不会 少华安没了声音 好扮上财安府讲事 母亲 您放心 兴当不会的 您好好在这里 我先回去了 等事情了了 我再来接您 我知道了 您先回去吧 蒋氏点头平静下来 母亲 事实是怎么样的 您就怎么说 不能因为外事的事情 陷害父亲 幸过后福 已经经不起风波了 少华安神色黯然 见儿子如此 蒋氏点头 你放心 我不会胡言乱语的 他还有儿子 跟少静拼不起 他不能就这么死了 一定要回去阻止少静 迎娶新人进门 蒋氏死了的消息 是在当天下午传到陈王府 少婉如极其平静地 听着青儿说这个消息 郁嬷嬷的消息 传过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蒋氏要死 死在他儿子和丈夫的手里 对于蒋氏 他不会可怜 甚至觉得嘲讽 上一世 自己一房的鲜血 住就了二房的繁花四景 而今他们才偿还 这笔血债罢了 蒋氏恐怕到死 也没有想到 最后他会落得 这么一个下场 更不会知道 他的儿子 也会下手对付他 好好的到刑部 去做个笔录 却连命也没有了 这事必然会 引起轩然大波 王爷知道这消息了吗 王妃放心 王爷早早地就知道了 小玄子来通知奴婢的时候 是让奴婢跟您说 别担心 蒋氏死了 少婉如身边的人 都觉得神情气爽 只问新国侯夫人 打少婉如入京之后 便一直在暗中下手 郁某某传消息过来时 少婉如就已经通知了 楚留城 想着楚留城那里 早有准备 就点了点头 蒋氏之死 不只是少婧插手 还有其他人 少婧的手名那么长 不可能直接插手到刑部里 他背后有人 应当是那位陈王 楚留城跟少婉如说起过 少婧和陈王的事情 陈王为人向来低调 平时什么事也不惹 仿佛真的想着要遛根清井 一直在庙里住着 清心寡欲 想抓住他的把柄都不行 眼下倒是一个机会 楚留城的书房 他懒洋洋的鞋 靠在宽大的椅栏上 修长的手指在椅栏上 敲了敲 漫不经心 找到人了 找到了 是刑部的一个小粒 底层的那种 当时他进了屋子里 而后离开之后再没有其他人进去过 说他当时是去安排蒋师准备一下笔录的 之后原本笔录的进去 蒋师就死了 撞墙死的 鲜血满地 小轩子详细地禀报 他之前跟清儿说的没那么详细 造笔录的地方 不是一直都有人监听的吗 那人呢 那人原本一直是监听着的 就算是蒋师和少大公子的说话 也听了个清楚 之后少大公子离开 他想着也没什么事情 就去另外一间屋子去监听了 世界上很巧 看到少大公子离开 他离开的时候 蒋师是好的 当后来做笔录的再进去的时候 蒋师已经死了 那个偷偷进去的人 没人发现 注意人手 把这人结下来 今天晚上 应当是他命丧之事 把人找到之后 送到楚清那里去 他不是一直舍不得动手吗 让他们见见 楚刘臣悠然道 陈王的头探了出来 既如此 他就不会让他把头再缩回去 至于楚清 有着心没着胆 暗中的小动作一直不断 而且他身后还有一批人 看着弱势 其实也是不弱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5集 新国后夫人蒋师 居然死在了刑部 这事朝野震惊 一些得了消息的官员 都往刑部而来 一个个过来查问此事 只是一个寻常的传唤做个笔录 怎么会出现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 谁也不敢相信 刑部被人插手了 还是蒋师真的自尽身亡的 把消息收拢之后 刑部尚书带着文西池一起进宫 去了皇上的御书房 跪在皇上面前请罪 皇上脸色铁青的看着眼前的折子 气得不清 这么一件小事居然引起了轩然大波 看完之后 折子被扔了下来 你说说 这事怎么回事 你这刑部衙门 难不成连这样的小事都办不好 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就死了 皇上息怒 这是听下官禀报 刑部尚书脸色虽然苍白 言心还算平和 蒋师进刑部的时候 脖子上就有勒痕 他之前说 是新国猴对他下的手 新国猴说不知道 可能是他自己下手 故意要害新国猴的 当时他既然敢这么做 眼下应当也是可以的 你是说蒋师 是为了报复新国猴 才撞墙的 微臣觉得 可能跟之前的事情一样 他就是想故意的 闹出一些事情来 没想到弄巧成真了 也是为了邵京 这个 监听的人说 蒋师狠狠陈王妃 说蒋师得知女儿死了 也跟陈王妃有关 之前陈王妃 还特意的去给蒋师 说了邵宝林的事情 新国猴府的下人可以作证 微臣觉得 这事跟陈王妃也有关 监听禀报就是这样的 听蒋师的意思 对于陈王妃也是恨极的 突然之间听到 女儿死了的消息 任谁都承受不住 之后清醒下来 对于原本 旧隔阂的隔方侄女 心生怨恨也有可能 至于撞墙 就从她之前在脖子上弄出勒痕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皇上 微臣觉得 这事跟陈王妃没有关系 文西直向皇上磕了一个头 为什么 微臣觉得 这事跟陈王妃没关系 是因为其中关键的几点 监听的 虽然说是听到了 僵士对陈王妃的怨恨 说陈王妃是故意 把邵宝林害死的消息 告诉了僵士 以既得僵士发狂 做出有损于新国猴府的事情 但是这只是新国猴府的片面之词 听说今天陈王妃去往新国猴府 还是新国猴府的意思 并不是陈王妃主动上门的 京中的人都知道 新国猴府对陈王妃并不好 也没有把她当成真正的亲人来看待 即便如此 新国猴府有事 陈王妃第一时间就去了 至于僵士之前一直被关了起来 陈王妃和新国猴府的关系不太好 想去探望 没人引领可是不行的 新国猴府的要求 新国猴府的人引领过去 之后 事情都推到了陈王妃身上 又是 新国猴府的下人证明 皇上您觉得 这事可信吗 文西池不慌不忙的分析 这么一分析 陈王妃似乎是落入了别人的算计中 皇上脸色沉宁下来 陈王妃被暗算了 微臣不知道 陈王妃是不是被暗算了 但之后 蒋师在门口嚷嚷 又说 新国猴杀了前国公世子 和亲华郡主 正巧 被陈王殿下听到 才被送进了刑部的 这事如果真查起来 新国猴也逃不了 如果是真的 恐怕 整个新国猴府 都会受到牵连 少静 为了逃脱罪名 皇上心头一动 忽而问道 眉头用力地皱了起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新国公世子少江 可能就是死在少静的手里 不只是少江 还有清华郡主 微臣不清楚 微臣只知道 蒋师如果不是自尽的 那就是有人故意下手 毁灭证据 这个毁灭证据的人 当然是对他最有利的人 对谁最有利 少静 蒋师在门口这一嚷 少静历时就牵扯在内 又是被陈王送进刑部的 刑部必然会调查一番 纵然觉得这事不太可能 这也是蒋师被带到刑部 做笔录的意思 否则以他的身份 又岂会这么简单地 被人带走 不过 要求带人的是陈王 别人哪里敢说什么 御书房里除了刑部上书 还有张相在 这时候也是沉默不语 听文西驰的话这么一梳理 是少静利用了谁的势力 暗中对蒋师动了手 如果这是真的 再往深里想 少静是真的对自己的亲哥哥下手了 张相的目光落在文西驰的身上 这话也真敢说 说是自己和文相两个说 必定不会说得这么直接 还应当更婉转一些 毕竟还是年轻人啊 总是求许心过于慎重了一些 张相暗中摇头 觉得文西驰激进得很 请查此事 张相 这事你去处理 皇上沉默了一会儿 怒声道 刑部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对于刑部上书 皇上也不放心 让张相去处理这件事 监管着刑部上书 微臣遵致 张相点头接下了此事 带着刑部上书和文西驰出了御书房的门 带到了外面 刑部上书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这事情发生得太过于害人听闻了 麻烦张相了 无碍 原本就是被皇上效命 还得劳烦你为我讲讲 当时的具体情况 这事起初是陈王派了人来 正巧文三公子在 我就让他先过去 陈王殿下的意思既如此 做个笔录就是 没想到 居然会惹出这样的事情来 刑部上书头疼得很 讲是死在刑部 这事还真不好办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6集 那你跟我说说吧 我们一边走一边说 张相拍了拍文西驰的肩膀 他跟文相多年同仓 虽然两个人表面上一向不对付 各自正经还不同 但私交也还算可以 文西驰在他眼中就是紫直辈的 是 下官明白 文西驰点了点头 目光却绕过张相的身边 落到前面一个转角处 转角处一身悬色紧袍的楚流尘 走了过来 俊美的容色在阳光之下 透着几分轻薄的笑意 神色安然 一点都没有被蒋师之死影响到 张相和刑部尚书也看到了 两个人等着楚流尘过来向他行礼 陈王殿下 张相和尚书大人 可是为了蒋师的事情 正是 说皇在生气吗 楚流尘伸手指了指御书房的方向 哎 皇上很生气 这事还真是奇怪呀 蒋师怎么就莫名其妙地 寻了短见了呢 谁知道啊 可能是觉得死了 给儿子的好处更多吧 楚流尘不以为意地道 看得出 他对于蒋师之死 并没有放在心上 张相的目光 落在楚流尘的脸上 审视着他 这位陈王殿下 其实之前并没有入他们的眼 先皇嫡子再加上身体病弱 就算是有心 也没有那个力 得皇上和太后娘娘的宠爱 又能如何 如今 却不得不正视他 什么时候这位陈王 走到了众人的面前 而且还是这么 不可抵挡的姿态 他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他们的目光 不经意地对上楚流尘的光芒 心头不由自主地一跳 张相可还有事 一直看着本王 楚流尘直面张相笑着问道 张相反应也快 微微一笑 陈王殿下的气色 似乎又好了许多呀 身体调制得差不多了 以往的样子让张相见笑了 张相心头一跳急忙道 这有什么可以见笑的 殿下的身体好了 是整个东苍国的福气 王爷请便 张相客气了 楚流尘吸密了一下眼眸 看了一眼沉默不语的文西池 往御书房而去 张相几个转身往外去 一路上张相都没有问文西池什么话 文西池也没有主动提起 行部上书看了看他们两个 发现他们两个 也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也就住了嘴 其实他也是一心的烦恼 这事怎么就闹成这个样子呢 楚流尘进到御书房 看皇上一脸怒容地坐在书案后面 还在生气 微笑着上前一步 向皇上恭敬地行了一礼 见过书皇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见到是楚流尘 皇上脸上怒意微收 听完讲示出了事情 儿臣特意来问问 是怎么一回事 原本这事 就是由儿臣惹出来的 让书皇跟着反心了 这事 跟你没什么关系 守敬 守敬啊 皇上恼怒道 新国侯府自打少将去了之后 越发地不成体统 眼下居然还弄出这样的事情 连自己府里的事情也弄不好 一看 就是一个没用的 这话楚流尘没接 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下 喝了一小口 太监送上来的茶水 缓声道 说话 讲示在新国侯府门口 说新国侯 害了前新国侯世子 和清华郡主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邵敬的本事 也实在是太大了一些吧 邵敬背后有人 皇上的手按在书桌上 力士不动 脑海里显现出的是这句话 邵敬的背后如果有人 邵将的事情又发生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自己的儿子们都还小 后宫的妃嫔 手伸得也没有那么长 唯一的答案那就只有一个人 自己的弟弟 陈王 手缓缓握紧 邵敬是陈王的人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死有余辜 书皇 你也别动怒 伤了身子 方才进来的时候 看到张相和刑部尚书一起出去的 张相向来有能力 应当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儿臣今天来 是要禀报另一件事情的 楚留臣又站起来行礼 然后从宽大的袖口摸出一本折子 乘了上去 儿臣查了一下 查到了这些事情 书皇请看 德忠上前一步 接过楚留臣手中的折子 乘到皇上面前 打开 皇上一目十行地看了下去 越看 脸色越拧重 待他看完 又从今地品味了一番 你觉得 这里面有事 儿臣觉得 这里面有事 书皇不觉得吗 有些事情 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 可依然翻不出来 皇上沉默下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挺多的 查来查去 查到后来 似乎什么也查不到 这次的事情 以前送到太后娘娘面前的 那张枫叶画的事情 还有楚留月和楚留舟之间的事情 最后 查不下去 就不了了之了 这么多事情 堆积起来 又岂是真的没事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7集 偶然只能有一次 如果还有 那就不是偶然 车里面或者有自己儿子的手笔 那陈王呢 讲是这件事情 可能跟陈王有关 那么之前的事情呢 他之前怀疑有些事情 跟皇后有关 现在想起来 除了皇后 陈王难道就不可能 这么一想 许多事情如会贯通起来 有些说不通 查不明的事情 一下子也仿佛找到了缘由 自己的这个兄弟陈王 的确很可疑 当初他就觉得奇怪 怎么就一心一意的 想当和尚出家去呢 原本不是真的想当 只是拖着自己的视线 让自己看不到罢了 灯下黑说的 就是眼前的这种情况 刑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张相到了刑部之后 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都给叫了过来 审讯了一番 所有跟讲师接触过的人 都过来了 文西驰也在里面 许多人魂魂不安起来 唯有在刑部才会真正明白 被牵扯到这种事情里的 可怕性 文西驰平静地坐在众人中间 张相询问的时候 把所有事情都复述了一遍 不带一丝偏差 也没有半点主观的想法 完全是按照看到的 或者听到的 记下来说的 张相很是满意 听过这之后 便让他在一边协通查案 其他人则一问再问 到很晚的时候 才让其中一部分 有关联的人员回家 好不容易放回家 各自回家 天色已晚 其中一个小丽 也跟着众人一起出来 之后便和众人分开 转过几个街口 走进一条长长的巷子 大雕过了这里 就是自己家了 巷子很长 当中有一段路是黑的 小丽才走到这里 回来脑门处被重重一击 眼前一黑 立刻晕了过去 从暗黑的巷子深处 有一个人过来 伸说要提起这个小丽 忽然耳后同样被一击 身子软了下来 无声无息地 晕倒在之前 小丽晕倒的地方 小丽被人给提走了 没有过这个巷子 毁身来到巷子口 一辆很普通的马车里 消失在夜色里 不多久 又有黑衣人过来 看到晕倒在地的人 上去两个巴掌 就把人打晕了 人呢 刚才还在这里的 被我打晕了 前面的人跳起来 伸手一摸 后脑勺愤怒不已 是有人在我们后面下手 把人带走了 追 后面的人力声道 这人如果落到 有心人的手中 那可就是大祸事 原本是要解决了 这个人的 没想到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是他们失了手 来的不只是这两人 周围还有好几个 不知道巷子里发生的事情 也没有起疑 这会儿听说巷子出事了 历史有人想起了那辆普通至极的马车 上车的人他们没有看到 但马车离开时有人看到了 往青郡王府去了 城王目光冷冽地看着 眼前的黑衣侍卫 是的 属下去的晚了一些 我们的人失了手 没看到被带走的人 只说看到一辆马车 正巧经过那里 在巷子口停了一下 挡住了这一片路径 而后马车离开 我们的人因为巷子处有事 特意地注意了这辆马车 之后打探的时候 说是绕了几个圈之后 马车在青郡王府的后门处停了下来 里面的人进了青郡王府 然后马车就停在了那里 黑衣侍卫详细地道 这一路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但也发现了许多破绽 可以肯定是青郡王府的人 青郡王府的马车 为什么停在后门外 马车夫呢 可能是因为不方便吧 这样就算是有人发现了 也不会觉得这马车是青郡王府的 属下去看的时候 马车夫也不在了 不只接近青郡王府 只以一个可能是青郡王周围之人的假象来迷惑 才是最能避开别人怀疑的 就如同自己置身在庙里 才能避开皇兄的监视一样 陈王觉得很有礼 冷笑一声 楚清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货色 居然也敢肖想这个位置 也不看他的身份配不配 这话侍卫不敢接 只能够低下头去 去青郡郡府放把火吧 陈王漫不经心地道 他是真没把楚清放在心上 但如果楚清想要伸手 他必然会给他好看 带得火起 趁着帮青郡王府扑火的时候 查找一下这个人 这个小历史关键 陈王不愿意 楚清坏了自己的事情 眼下把人找到 直接灭了口才是最关键的 王爷 这样会不会闹得更大 侍卫不安得到 夜半火起 整个京城的人都看到了 总是不太妥当吧 无妨 就是要闹得大 楚清才会怕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一定是想找到 那个人灭了口 陈王不以为意地道 楚清从来就没有 到达他对手的位置 他看不起他 是 属三明白 侍卫应声下去 看看时辰差不多 历史安排了人手出去 陈王也没有等结果 书记之后就睡下了 对付楚清算不得什么大事 就算楚清的那个 清郡王府烧了 又能如何 陈王以为看透了楚清 觉得楚清根本不是什么事 但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清郡王府起火了 火烧得很厉害 一下子烧起了半边天 夜色之中看得特别远 许多人都被惊动了 不只是清郡王府的下人 清郡王府周围的人也惊醒了 纷纷过来帮着浇水灭火 清郡王府是皇上新赐的 相比起其他的王府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战地面积也不广 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的宅子 这一带并不清静 往来的人也挺多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8集 楚清其实并不满意这一处 但是皇上赐的 他不住也得住进来 反正他一不再次 也就只能够先暂时地住着再说 府外看起来不起眼 府内安全措施 其实做得很好 暗中侍卫并不少 甚至因为地方小 坚实得更加紧密 火起了 有些侍卫去扑火 有些侍卫暗中埋伏着 查看过来帮忙的左邻右舍 左邻右舍们大多数没什么问题 是真心地来救火的 但是 其中有一些人 却是悄无声息地 扑进了清郡王府的前院 后院 脱去了外面 普通百姓的衣裳 这些人全是黑衣 黑苦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侍卫 必是有人报道了 楚清楚 楚清震怒 他小心翼翼地隐藏实力 让自己看起来不起眼得很 眼下是谁想害自己 居然弄出这样的事情来 不用说 这火必然也是那些人故意的 是想在自己的府里找东西 或者 找人 他这府里的秘密不少 又怎么能够叫人看呢 吩咐人看到黑衣人就直接动手 不必留情 只当做是恶匪杀了就是 黑灯瞎火的 谁知道他们是谁啊 楚清既然有了这个命令 他手下的侍卫历史就出手了 承王的人 以为这事不会有人知道 小心翼翼地查找那个刑部小历 却没想着 早就被盯上了 许多人在暗中 发出了一声惨叫 历史就没了性命 火很大 灭火的人也很多 人声鼎沸 大家都急着救火 宅子深处传来几声惨叫 根本就不引起注意 陈王府的侍卫死了好几个 也没有发现 后来还是侍卫首领反应最快 在一处 案件刺来的时候 迅速跳到屋顶上 和隐身在其间的 清君王府的侍卫打了起来 从暗处跳到明处 另外又有几对出现 许多救火的人都看到了 吓得惊叫起来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是有人要对清君王出手了吗 现场乱作了一团 金兆尹的人终于出现了 大队的官兵冲了进来 一半的人手 却帮着灭火 还有一半的人手冲进了宅子里 去抓痘得正憨的侍卫 火光之中 鲜血飞溅出来 断臂横支 惨叫练练 这一刻 清君王府 几乎是人间鬼欲 清君王府的火被灭了 楚清也只是受了一点小伤 并不是很严重 莫名其妙地 遭受了这种无往之灾 一口气压在心头 恨恨地 把一个桌子都给掀翻了 怒气冲冲地 瞪着面前的侍卫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下了手 王爷 这是发生的莫名其妙 属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些人混在救火的人中间 外面套的都是寻常的衣裳 等进了王府 才脱了衣裳 搜寻一间清屋子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应当是冲着我们王府来的 侍卫小心翼翼地禀报 冲着王府来的 冲着自己来的 楚天脸色铁青 他自己的秘密 那都是见不得人的 是谁怀疑他了 这么一想 脸色便阴沉下来 是谁发现了他的秘密 皇上 不太可能 如果是皇上 那就直接下手了 也不会在暗中的查访 如果不是皇上 就是月王 朱王 陈王 新王 还有陈王这几位了 当然也可能是 张相和文相 这两位就是老狐狸 谁知道他们会翻出什么花头来 有一点可以确定 必然是有人暗中怀疑自己 才会有这么一出 去查 到底和谁有关 楚清咬牙切齿道 他卧薪尝胆这么多年 可不是为了一个区区的清郡王 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身和暴露行为的可能性都会消除 是 王爷 侍卫一命退了下去 书房里安静下来 楚清细细的思量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是哪一步叫人怀疑 自打自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他就一向暗弱 比起那几位 他一点都不起眼 怎么会有人动脑筋 动到他头上 是自己暴露了什么吗 你查一下府里的人 新近的人里有没有坚信 披风后面转出一个中年的美妇人 也没有其他人伺候在身边 脸色同样沉重 一张秀美的脸 即便如同上了年纪 也可以看得出年轻时的风采 必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美人 头发竖起 上面扎了一只簪子 并不划美 比起其他女子 这妇人的头发实在太短了一些 看起来显得有些怪异 最多就是到了尖头为止 无非 楚清站起来到 清郡王太妃点了点头 走过来坐下 眉头皱了起来 她的容色乍看很出色 仔细一看 却显得有一些苍老 楚清的岁数并不大 她又是清郡王太妃 原本不应当这么苍老 但在玉慧安的几年 担惊劣 耗费了无数的心神 让她比这同龄人 更加的老 不过这位清郡王太妃 自打从玉慧安出来之后 基本上不尖刻 一直养在府里 说是 头发太短 难以见人 把邀请她的人 全部都给拒了 起初也有人邀请过她 被她一再拒了之后 就慢慢地没有人来了 原本就只是看在 楚清的份上 一方面 也是探探楚清的底 不见客也正常 没人想到 这位清郡王太妃的 不同寻常 她不愿见客 只为了身举简出 不想引起别人的怀疑 也不愿意叫人 探清楚清的底 男人们查不到的事情 有时候夫人们闲聊 更容易发现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89集 母妃觉得府里 心境的人有奸细 楚清隐隐皱了皱眉 拿起面前的杯子 一饮而尽 你以前的人 大部分都是审核过的 基本上不可能 有人背叛你 这么多年 你也一直安安全全 可见这些人 都是可靠的 但是最近 府里进了一些新人 这些人 就很值得怀疑 母妃 您放心 本王会查个 清清楚楚 楚清顶点头 正是的确得 好好地查一下 第一个要查的 就是少杰儿 清郡王太妃 嫌疑了一言楚清 少杰儿 应当不会吧 楚清犹豫了一下 少杰儿没有进府之前 她是很不喜欢的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的 但进了清郡王府之后 少杰儿对她一直很巴结 她府里现在 也没有一个 像样的正式女主子 太妃又不管这种小事 少杰儿就显得 很贴心了 楚清府里也有其他女人 但这些女人 怎么比得上少杰儿 少杰儿的容色 在新郡侯府四姐妹中 是落于下诚的 但比起其他女人来说 她的容色还是极佳的 又加上她小心地凤影 一心地讨好楚清 行为举止之间 也有良好的礼仪 让楚清很是满意 甚至有几分喜欢她 这也是楚清心里 犹豫的感觉 她不觉得少杰儿 有什么不好之处 清儿 你别忘了 少杰儿她之前 并不想嫁给你 你就能保证 她现在一心一意地对你 母妃 之前的事情 是少杰儿做得不好 故意引得少杰儿 对本王印象差 少杰儿因此 不想进本王的王府 现在误会说开了 就不会怎么样了 少杰儿竞府的事情 母妃也一心看在眼中 她做得应当很好吧 楚清不以为意地挥了挥手 清儿啊 一个女儿想要达成目的 又怎么不会委屈求全 当年母妃不也是这样子的吗 差一点点 还让先皇从后卫上下来 如果不是先皇死得早 那个时候 我或者就成为皇后了 可实际上呢 少杰儿是少杰儿的女儿 这就注定了 跟我们成不了一条心 少杰儿跟成王之间关系密切 以前 少言如跟月王和周王之间 也关系暧昧 新国侯府 怎么也不会站在我们这边 少杰儿不过是一个庶女 少杰儿如果让她做点什么 她又岂会不做 这话说得楚清沉默了起来 眼角抽搐地跳动了两下 谋色暗沉下来 原本坚定变得犹豫 她虽然觉得少杰儿 现在对她一心一意 往日里对自己的生活也很关心 甚至比母妃还要关心自己 但她最相信的当然是太妃 再想起少杰儿的身份 以及少进暗中的行动 少杰儿以往那些 她快要忘记的点点滴滴 用力地点点头 母妃放心 我会查少杰儿的 如果她没什么事最好 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楚清的眼底闪过一丝阴孙 少杰儿不过是一个 新国侯府舍弃的庶女 她想要了她的命 还不简单吗 对于楚清的话 太妃还算满意 点了点头 神色好看了几分 你马上就要娶王妃了 就算是少杰儿没有事 你也不要过于的宠爱她 秋仪才是你的正妃 她对你也是忠心耿耿 说起 墨秋仪 楚清又沉默了一下 墨秋仪的忠心 不用怀疑 不只是墨秋仪 还有墨秋仪身后的魏达海 都对她忠心 但作为一个女人 墨秋仪长得根本就比不上少杰儿 又没有少杰儿那种 浇灭入骨的意味 楚清其实并不喜欢 这也是当初她对于 玉岩公主的事情 默认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清儿 秋仪是长得不好 但她为正妃 却是最合适的 等你以后登上宝座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这天下的角色美人 让你跳 太妃一看就知道 楚清的意思 微微一笑 柔身安抚 楚清脑海中 莫名地出现了 少宛如的身影 柔色清澄 精致绝伦 这才是她想要的女子 这么一想 心头热了起来 等她登上皇位 这样的局势美人 也可以是自己的 母妃放心 本王知道如何做 太妃很满意 站起身离开 书房这边是楚清办公的地方 即便是她也不便经常过来 太妃身边的婆子丫鬟 守在院门外 看到太妃出来 急忙上前行礼 然后簇拥着太妃离开 没走几步 看到前面来了两个人 一个丫鬟手里挑着灯笼 另一个丫鬟手里提着一个石栏 走在最前面的是少吉儿 两人正巧碰头 少吉儿急忙上前行礼 见过太妃娘娘 太妃站定 上下打亮了少吉儿几眼 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他不喜欢少吉儿 如果不是儿子偏宠这个女人 他早想出手了 少吉的女儿留在身边 那就是一个祸害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卸身时去见王爷 给王爷送宵夜 少吉儿退后一步 指着身后丫鬟手里提着的石栏 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清儿这个时候哪有心思笑也 你回去吧 太妃挥了挥手 像赶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似的 少吉儿很憋屈 又笑又怒 却不敢吭声 自打进了亲郡王府 这位太妃就是看他不顺眼 时不时的 把他叫过去搓磨一番 而他也敢怒不敢言 是 少吉儿柔和地倒 向着太妃行了一礼之后 转身就想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0集 你等一下 你跟我过来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也受了惊吓 一时睡不着 你过来替我敲敲腿 少吉儿气地用力捏了捏手 强压下心头的怒气 青春王府这么多的吓人 太妃不让下人服侍他 却偏好让自己服侍他 这口气 他憋在心里咽不下去 但不咽 也得咽 少吉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 才进府就被太妃找了个理由 狠狠地打了一顿 自此之后 少吉儿就很明白自己在青春王府的身份 也很卖力地举讨好楚清 行部的小官吏消失了 消失的地方是一个小巷子 当时有一辆马车进到那一带 之后这马车就停到了青春王府的后门处 当时也有人看到 小巷子里也有其他人出现 当天晚上青春王府起火了 又和一人入侵 许多人都看到了 青春王受伤了 一大早楚清就跪到大殿之上 对着皇上哭泣 说他不知得罪了什么人 居然派出这么多人来暗杀他 请皇上为他做主 皇上震怒 让行部和大理寺一起核查此案 张相和文相也被斥责 六部官员一个个缩着脖子 向一群鸿蠢 生怕皇上点到他们的名字 楚留月站在平街台前 也是皱着眉头 这事发生得很突兀 他之前并不知情 忍不住猜想到底是谁干的 侧目看了看楚留州 这么莽撞的事情 有可能是楚留州 再看看楚留城 下属这么狠 也有可能是楚留城 至于楚留心不太可能 不过也不能保证绝对的不太可能 明非那也不是个好的 当然最可疑的就是陈王 楚留月查了一些蛛丝马迹 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 抱着同样心思的人不少 这么多年大家都没有怀疑陈王 是觉得陈王是真的轻信寡欲 但是眼下许多人查到了同一件事情 觉得这陈王实在是叫人怀疑 满朝文武 逼骂了一个透之后 皇上才责令让行部和大理寺 快一些破案 之后就提了蒋氏的事情 蒋氏的死也不是个小事 堂堂新国侯夫人 居然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行部 行部的官员难辞其咎 从行部上书起 有一个算一个 个个发疯 力求在短时间内要查清楚 到底这位蒋夫人 想不开自尽 还是其他人暗中动手 行部少了一个小力的事情 皇上没提 蒋氏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觉得 还是报一个自尽的好 行部原本就是维护安全的地方 现在一个好生生的人进去 却没了性命 会引起京城的恐慌 把小力的事情引去 最后报一个受不了刺激自尽 也算是几位高官统一的意见 这样对大家都好 皇上没有提起小力 许多人暗中松了一口气 至少皇上也是认同他们的意思 想真的瞒住皇上 那是不可能的 禀皇上 星国侯夫人 蒋氏虽然行为不端 但罪不至死 却因为陈王妃的缘故 一时想不开自尽身亡 陈王妃难逃其责 请皇上责罚陈王妃 有人从关节里站了起来 向皇上跪下之后 陈上一半 他这么一出头 历史又出来一位御史 也从手中拿出一本折子 微臣也弹劾陈王妃 有人带了头 继续有人从品阶台上站出来 呈上折子 太监上前也一接过 呈到皇上面前 这些折子虽然言语不同 但意思都只有一个 陈王妃心性恶毒 明明知道少宝林的死 会给新国猴蒋世 带来很大的刺激 却是依然去刺激蒋世 以至于蒋世 疯了一般的胡言乱语 最后死在刑部 也是因为一时受不了刺激 大家的折子里 都很小心地避开了 陈王储留城 这一位现在就站在台阶处 时夜不敢 轻吕虎须 只踢陈王妃 不踢陈王当时 着人去刑部传的话 把蒋世带走的事情 陈王妃 皇上脸色阴沉 诸位大人的意思是 蒋世之前所说的话 必然是假的 新国猴谋害凶早的事情 也肯定不是真的 不知道诸位大人 可敢给新国猴担保此事 楚罗臣懒洋洋的开口 抬不到了大殿前 他唇角轻弯 笑容恋眼 牟子里嘲怒的目光 却很清楚 大殿内一下子便安静下来 讲师说 绍静害死凶嫂的事情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却是不知道的 知道的 有人故意隐瞒下了这句话 有人不以为然 不知道的 没有听懂 楚流城话里的意思 但不管是听懂 还是没有听懂 都知道 这会儿如此貌貌然的话 必然会引得陈王逗怒 这一位那就不是个好惹的 怎么 大家都不知道此事 楚流城挑了挑眼眸 不以为然地审笑道 俊谋缓缓缓地画过重臣的脸 难不成都不知道 简都不知道 又怎么敢有人上折子 围观之道 可不是道听途说 或者捕风捉影 这话把一众人等 全部打击到了 特别是那几个上折子的 这几位虽不是什么高官 但竟然赶上折子参陈王妃 也想着会惊动陈王 做好了被陈王指摘的准备 但这里面不包括让皇上怀疑他们 没有能力为官 一位姓氏的官员 纷纷地抬起头来 陈王殿下 那是蒋氏想拖着星国侯才胡乱说的话 蒋氏这么恨星国侯 楚刘臣挑了挑眉 截断了史大人接下去的话 让他按着自己的话题往下转 少宝林之子 记得蒋氏性情大变 又听说星国侯要个外侍女带进府 一时激怒不过 才想把星国侯一起拖下水的 史大人不得不接着楚刘臣的话问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1集 蒋氏居然这么恨星国侯 恨不得让他死 为了让他死 宁可编造出这样的话来 可见蒋氏恨之入骨 既然如此 星国侯是不是 但是同样也对蒋氏愤恨不已吗 从这一点上来说 难道不是星国侯 更应当恨不得蒋氏死了 所以 蒋氏的确是死了 楚刘臣的神情还算温柔 唯有毛子淡若冰寒 目光紧紧落在史大人的身上 当然 如果这事是真的 蒋氏更应当死了 史大人既然把这事成到了以前 可见的这事应当是了解颇深 那史大人对本王说说 这话 到底是真 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星国侯的行为 就是万死莫辞了 史大人 到时候如何自处 即便蒋氏说的话是假的 蒋氏做出这样的行为 和少敬两个 也是视同水火 蒋氏想让少敬死 少敬又怎么不是同样的想法 必然先下手为强 如果这事是真的 那问题就更大了 少敬害死凶嫂 多气爵位 白死难辞 这事被身边的人蒋氏所查 而且还说了出去 少敬一定不会放过蒋氏 不管哪一个方面来说 蒋氏的死都可能跟少敬有关系 大殿之内一片安静 史大人更是满脸通红 被指责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难看得很 舒黄 请舒黄彻查其时 还钱新国侯世子 和清华郡主一个公道 蒋氏之死颇有疑惑 也不像是一般的自杀事件 之后又发生了 清郡王府起火的事情 这两件事情之间 到底有没有联系 或者说 这两件事情 可不可能有联系 楚留臣一转身 向高高在上的皇上行了一礼 这两件事可能有联系 众人先是骇然 而后许多人的脸色都变了 如果这两件事真的有关联 这里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几位皇子 王爷忍不住要动手了吗 皇上紧紧地皱着眉头 他其实并不愿意 过于地查问蒋氏的事情 最好把蒋氏的事情当成是自杀了结 楚清那边的事情瞒不下去 是大事 蒋氏这边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很势不妥当 这话如果是其他儿子提起的 皇上必然会斥责 但这是楚留臣提起的 皇上就只是皱了皱眉头 陈王的话说得有理 既然蒋氏的事情一时查证不了 就让刑部传唤少进过去 问不清楚 这意思是同意楚留臣的意思 少进也得查一查 文相的目光落到楚留臣的身上 眼睛微微一动 他站在前面看得清楚 皇上之前的意思 分明就是不想再过问蒋氏的事情 把这事儿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文相围观多年 和皇上之间也算是君主相得 深知皇上的性情 决意已出 基本上不会更改 可是因为眼前之人是陈王 皇上居然轻易地更改了意思 不动声色地把这事儿给推了过去 皇上对陈王殿下 好得比亲生儿子还要好 这天下哪里会有无缘无故的爱 更何况是帝王之家 莫不是文相府的目光 偷偷地在楚留臣的脸上画过 心里有一些猜测 在没有确定之前 他不会轻举妄动 张相看了一眼楚留臣 站了出来反对道 皇上 蒋氏的事情 基本上已经查清楚了 这事儿跟新国侯没什么大的关系 主要是蒋氏自己一时想不开 这才撞了枪了 陈王妃在这事情上也没有多大过错 经过侯府也没通知她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就算她说了什么 刺激到蒋氏的话 也不算是大事 张相的话听起来很公正 不说少静的错 也不说少宛如的错 怪只怪在蒋氏一人身上 都是蒋氏自己想不开 跟他人合关 这种话说起来比之前参奏陈王妃和缓多了 放真正的大公无私 张相错了 事关前新国公世子和清华郡主一事 既然蒋氏提起之后又死于非溺 那这事儿就更加的可疑了 新国侯如果真的是清白的 自然也是不怕差 不过刑部可能需要更多的人看守 如果新国侯再出事 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到时候可能还得冤枉到本王的身上来 楚留臣懒洋洋地道 他随意地说着 带着一股子邪似的意味 即便与张相的老谋深算 这时候也微微有一些动怒 陈王这话里的话实在是叫人喜欢不起来 这话很是吊钻 让他一时间接不上 只能够转向皇上 让皇上顶夺 张相明白 这个时候 他若再多说 可能引来皇上的怀疑 陈王此人太难缠了 皇上 请彻查新国侯 皇下从品阶上走了出来 向皇上行礼 震慑道 请皇上彻查新国侯 请皇上彻查新国侯 一位接一位的官员 从品阶台上走出来 向皇上行礼 如果不是真的 不怕差 如果是真的 这是后果太严重 必然重责 皇上 此时的确应当查清楚 老臣愚媚了 张相道满脸惭愧 向皇上说完 又向楚留臣 伸诗了一礼 陈王 以前是老臣没有重视 这才疏忽了这一点 张相客气了 父皇 新国侯得查 新国侯得查 新郡王府也得查 儿臣记得新国侯的一个女儿 还进了新郡王府 新国侯和新郡王之间 还有翁絮关系 楚留业从台阶处出来道 这话提醒了在场的官员 一个个 看着楚清 眼中怀疑 新国侯府出事的这位蒋氏 和 进清郡王府的那位二小姐的关系 似乎也不是很好 一个庶女对恶毒的嫡母 也不可能有太多感情 先是蒋氏出事 之后引到了清郡王府 这里面莫不是有关联 难道是清郡王 故意为了引开其他人的视线 帮了新国侯一把 这么一想似乎也有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2集 楚清暗中气得咬牙 莫名其妙的 她从被害者成为可能的串通者 而且还花那么大的心力演戏 一方面代表的是少静 站在她这一边 另一方面也表示她野心不小 实力也不少 不然怎么会制造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也当是掩盖蒋氏的小事 皇上 少吉尔进了围臣的府上 和新国侯府也没来往 她只是一个庶女 往日里和蒋氏不亲近 也是自然的 江氏心性恶毒 容不下个人 把个庶女养的 也是雀懦得很 平时也不敢多见人 楚清上前一步 把少吉尔说成了一个可怜的庶女 编写表示 少吉尔和蒋氏关系不好是真的 进了她的亲郡王府之后 再也没有去过新国侯府 不可能和新国侯府有什么关系 先查查清楚吧 皇上沉默了一下冷声道 这是还得从长计议 他还得暗中查问清楚 关系到新国公前世子 有些事情别人不知道 他却是知道的 原本以为真的是意外 如果不是意外 的确是要查问清楚 还少将一个公平 皇上站起身往里走 太监高呼 退朝 一众官员各怀心思 互相告别之后 缓步走了出来 楚留城依旧走得晚 不止他晚 楚留月和楚留州 以及楚清也晚 甚至于今天上朝来 什么话也不说的 陈王也走得很慢 听闻陈王说 和新国侯关系不错 是否觉得新国侯 有可能做出这种 令人发指的事情 楚留州是第一个发难的 天下脚步转向陈王 笑着问 只是笑容有一些冷 如果陈王真的在暗中 干了一些什么事情 那么自己之前出的事情 很有可能都是陈王的手臂 楚留州越想 心头越是恼怒 脸上的笑容看起来 皮笑弱不笑得很 他以前 也一直以为 陈王没什么想法 一心参佛想出家 却原来可能是 自己看错了 母后说得果然不错 陈王有野心 周王这话是何意 陈王叔不知道吗 听闻新国侯 时不时地会去 找陈王叔说说话 就算陈王叔住在城外的寺庙里 也一样 本王住在城外 不管是谁来看本王 本王都不会拒绝 不只是新国侯 迈周王和岳王 清俊王都来过数次 难道这也能说明什么 周王如果怀疑什么 可以直接去跟皇上说 也别说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让皇上动怒 皇后娘娘 难道没教周王 你 听他提到皇后娘娘话中的轻慢 楚留周气得差一点发火 如果不是母后出了事 哪能容得他这么说 可眼下母后从宫里传来的消息 让他低调 再低调 切不可再惹出是非来 二叔 切不可这么说 我们几个时不时的 会去看陈王叔的 因为陈王叔 是我们的长辈 算不得什么大事 楚留越笑着道 这话说的楚留周越发的恼怒气了 他最看不顺眼的就是楚留越 明明自己才是嫡长子 却因为上面压着一个楚留越 让他一直以为自己有一针之力 自己可是中公嫡子 楚留越算什么 冷恨一声 也不再说什么 转身便走 实在不想和楚留越这个伪君子 多说什么 陈王叔 二弟也是听了方才的话 觉得陈王叔可以 多问了两句 还望陈王叔不怪罪 楚留越一副 理多人不怪的样子 笑着替楚留周陪礼 这么温文尔雅的样子 让看到的几个官员 不住地点头 比起其他的几位王爷 岳王殿下是最理贤下事 虽然脸色一向淡冷 但实际上还是很不错的 有什么事情也好商量 也容易解决 岳王客气了 不是什么大事 陈王不以为意道 正在要说什么 却见楚留臣 从他们两个当中 傲然而过 似乎根本没有看到 他们两个说话似的 脸色淡冷 不带一丝的笑意 宽大的衣袖 还甩到了两个人的衣袍纸上 两人不由自主地 都退了一步 楚留越的手 用力地握了一下 手中清紧暴露 脸上却只是一片温和的笑意 掩去眼底的愤怒 楚留臣算什么东西 不过是先皇的儿子罢了 先皇都没了 父皇去还高看他一眼 明正言顺地表示 他也可以继承皇位 这个病秧子凭什么 自己这个做皇子的 也没这么嚣张 倒是他嚣张成这样 父皇偏心偏得很没道理 自己的儿子一般般 对一个病秧子当成亲生儿子 楚留越都要怀疑 自己不是父皇的 楚留臣才是了 陈王虽然被逼退了一步 但神色却没有一丝僵硬 笑容比之楚留越 又多了几分温和和灵活 不是那种僵硬着的笑容 看着楚留臣扬长而去 谋色温和 陈王一定不耐烦 我们说这种事情 他向来身体不好 吵成这个样子 应当是很烦了吧 眼底的慈和笑容 仿佛对楚留臣 真心的宽容似的 三弟的身体看起来 还不是很好 才这么一会儿时间 他就不太舒服了 还得好好调治调治啊 的确 得让宫里的太医 再整治一番 他的身体 不能再出差错了 陈王点头一脸认透 站在他们身后 被他们挡了路的楚清 只觉得额头之上的青筋 都抱起来 这两人说话就说话 为什么正巧挡在他面前 他没有底气 像楚留臣那样说话 只能够静等在他们身边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3集 看到楚留臣扬长而去 心里又是羡慕 又是嫉妒 凭什么都是先皇的儿子 自己过得就这么憋屈 楚留臣就可以这么肆意 就因为楚留臣 一直养在皇上 和太后娘娘的身边吗 既如此 当初母妃为什么不想法 把自己送到太后娘娘 和皇上的身边 她相信母妃有这个实力 母妃还是太谨慎了 还是失算了 心头莫名的欲气 如果自己当时 能够做主的话 一定早早地就到宫里 陪着太后娘娘 眼下这个时候 就不会让楚留臣 独得恩宠 秦郡王怎么还没走 楚留月仿佛才看到他 笑着问道 想起昨晚上的事情 一时间走得慢了 楚清笑得很虚伪 还得虚伪地解释 总不能说 他们两个挡了他的路 而他又不能像楚留臣那样 不顾而去 秦郡王 昨天府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 火光冲起这么高 烧掉了许多屋子吧 那些个黑衣人 又想干什么 只是想烧掉 秦郡王府上 几间屋子吗 这个 可能是要行刺吧 楚清含糊地道 他到现在也不清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行刺你 秦郡王 有什么可以让人行刺的 楚留月问道 楚清脸色一变 这话听起来 很不是什么好的 就好像是在嘲讽他 如果他没什么事情 没有人会看中他 不过是一个 闲散的郡王罢了 但如果他做了什么 那么是做了什么事 才惹得 别人对他动手 楚清敏锐地 看向楚留月 难道昨天晚上的人 是楚留月的人不成 本王就是一个清闲的 平时也没什么事 实在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 行刺本王 而且还闹得这么大 楚清含糊道 眼眸不动声色地 查看了对面两个 这两人是最可疑的 两个人一起留下自己 当然不是偶然 他不相信这种偶然 以往怎么从来 没有人拦住他 清郡王再好好想想 是不是府上有什么东西 让人窥他 如果有 还是尽快地沉到皇上面前 免得到时候再出事 相比起楚留月 郡王看起来 真的像个长辈 店主储亲了几句 才缓步离开 没有细听楚留月 和楚清说话的意思 也不关注 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是本王唐突了 清郡王 还是听程王说的意思 回府好好查一查吧 楚留月淡淡地道 也没打算在留下 楚清眼下是风暴的中心 和他过于接近 并不是什么好事 很容易引得别人注意 楚清莫名其妙地 被说了一通 到最后还不知所云 落到最后 看着前面 缓步离开 说说笑笑的两个人 眼底闪过一丝阴沉 不管是楚留月 还是成王 都在排斥他 明明他才是 最该继承皇位的那个人 凭什么 他们都看不上他 好像他是一个 要饭的似的 总有一天 他要让他们看看 谁才是最尊贵的那一个 谁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 楚清回到府里的时候 刑部的人正在 查问府里的一些下人 之前刑部通知过他 看到领队的是文西迟 楚清定了定神 笑着走了过去 向他拱拱手 文大人 见过郡王 文西迟站了起来 向他行了一厉 文大人可查到了什么 楚清和气地问 他往日和这种 金城贵公子之间 基本上是不来往的 眼下倒是难得 有这么一个机会 亲近一番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清郡王府上 可有什么爱演的东西 文西迟指了指方才 审讯的案卷道 黑衣人突然出现 一尖尖的找 不知道是找人 还是找物 当然也有可能是 找清郡王 要行刺清郡王 必然得找到他 这么个人 这一点 文西迟觉得不太可信 既然动了这么大的手笔 应当是对楚清的行踪 有一些了解的 这么一尖尖地找过去 要找到什么时候 看黑衣人查过的地方 许多地方 还只是下人的房间 只是较为远一些 很奇怪地查找方式 不像是在找主人家的麻烦 倒像是随意地翻找什么 什么东西被楚清 藏了起来 还有可能出现在 偏远的地方 行不跟丢了的 那个小官吏 有关系吗 本王的府上就这么一点地方 平日里也没什么人过来 府里的人口也简单 若是有什么 早早便找来了 眼下才找来 可见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也不像是找东西 本王觉得像是要 行刺本王的意思呀 楚清皱了皱眉头 自己被行刺 是洗亲自身嫌疑 最好的方式 王爷觉得是行刺 文西池扬了牙眉问道 眼中有淡淡的褐色 淡若流离 印得他 英俊的脸 多了几分叫人 猜疑不透地输了 楚清看不出 文西池是什么意思 只能笑了笑 不太肯定道 这事其实本王也说不上来 这些人冲进本王的郡王府 是事实 说起来本王到现在 也还是糊涂得紧 那些黑衣人难不成 还能行刺我母妃和少杰儿的吗 他就咬死这事是行刺 不管 是刺谁的 那都是 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少杰儿小姐 文西池沉默了一下 少杰儿进了清郡王府之后 这身份到现在 其实还不算明了 文西池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就用了最早的称呼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一千九百九十四集 楚清的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可能 他并不愿意 少杰儿扯进来 讲师的事情就在眼前 论起来少杰儿 也有很大的嫌疑 问他一些事情 如果清郡王方便的话 清郡王可以在边上听着 那好吧 楚清不得不同意下来 挥手叫人去 传少杰儿 不一会儿 少杰儿就跟在一个 丫鬟的身后走了过来 看着眼前 安安静静地 低着头的少杰儿 文西池的眼中 闪过一丝暗芒 比起以往看到的模样 少杰儿安分了许多 当初在新国侯府的时候 可没见他这么安分过 见过文大人 楚清让少杰儿上前见礼 少杰儿听话地上前两步 侧身攻进行礼 而后低着头站在一边 少杰儿小姐 昨天在哪里 文西池问道 一边做笔录的小丽 急忙提了笔 妾身一直在府里 连门也没出过 少杰儿低声道 声音很轻 有种妾身声的感觉 仿佛连声音也不敢放大似的 楚清不悦地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直接接话 文西池在问少杰儿的时候 自己说什么都是不合适的 起火的时候 少杰儿小姐在干什么 起火的时候 妾身当时并不清楚 正在做一些针线 离得也远了一些 没听到一丝声响吗 文西池一脸震涩道 有是有一些的 但不是很明显 少杰儿说到这儿 妾身身地看了看楚清 很是不安的样子 少杰儿小姐是在什么时候 知道出了意外呢 后来 后来火起得厉害的时候吧 还有人行刺我们王爷 妾身很害怕 就和丫鬟躲了起来 后来还是我们王爷派了人 跟妾身说无碍了 少杰儿小姐就一直躲着 没出来看看情况 那时那种情况 妾身从来没有遇到过 很是害怕 就躲了起来 少杰儿摇了摇头 一副受惊惧怕的样子 少杰儿小姐 听闻你在帮着清俊王太妃 管理后院 往日里可是发现了什么 文西池不再盯着少杰儿 问起火的事 话锋一转 换了一个话题 少杰儿默地抬头 文大人弄错了 这后院之事 并不是妾身在管制 不是少杰儿小姐 难道是清俊王 自己在管理吗 妾身 少杰儿还想说什么 却被楚清满脸不悦地打断了 说后院虽然是少杰儿在管 但是少杰儿毕竟 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 还请文西池不要传出去 这意思是说 少杰儿方才说的话 是推托的话了 倒是本官疏忽 还以为清俊王自己管理着内院之事 太妃多年清静 必不愿多管这种繁琐之事 没想到 少杰儿小姐眼下的身份 并不是院内真正的女主子 文西池恍然地点了点头 向楚清拱拱手谢罪 少杰儿的脸色爆红起来 而后又变得一片苍白 她的身份 眼下在清俊王府也很尴尬 原本以她的身份 怎么着也是一个侧妃的位分 当初楚清也是这么说起过的 但实际上 进了清俊王府之后 一直切身未明 说郑妃没有进门 这位分之事也先不提了 少杰儿之前 一会儿要加这个 一会儿要加那个 惹得楚清很是恼火 也不敢多提这事 少杰儿对于少杰儿的事情 也不愿意多管 以至于少杰儿 想找一个撑腰的人都没有 特别是才进府的几天 听完太妃还让下人称她为少杰儿小姐 就如同是未嫁女似的 陈无使未嫁女的称呼 做的却是已嫁女的事情 对新国侯府 大家羞辱 少杰儿却不得不忍下来 甚至还不敢叫人知道 努力地讨好楚清和太妃 太妃刻薄 楚清确实在她的讨好之下 态度慢慢地好转起来 也让身边的人称呼她为少侧妃 但在太妃面前 太妃身边有头脸的几个 还是没给她面子 依旧称呼她为少二小姐 这种称呼几乎是打脸 但即便是打脸 少杰儿也不得不忍下 她以前还以为太妃是一个 亲近安和的人 大德进了清郡王府才知晓 自己出了狼窝 又进了虎穴 这位亲郡王太妃绝对不是传言之中 那种因为在遇回安住久了 心性平和的温和女子 这一位太妃比起讲世 又过之无不及 少杰儿吃了很多苦 还被打过 在这位太妃面前 不敢多说一个字 不敢多插一句话 这也是方才 听文西迟说 她和太妃一起管理后院时 急忙抬头的原因 这位太妃一手掌着后院的所有 自己这个小小的还不算明知言顺的侧妃 哪里敢逆了她的意思 更不敢跟她比肩 这一位分明就是很喜欢掌权的强势女子 强势把府里的一切都掌控在她的手中 就算是外怨 听说大部分也掌控在她的手中 楚清能够掌控的其实并不多 少杰儿对太妃怕得很 很怕这位太妃动怒 她只是小心翼翼地讨好楚清 想让楚清为自己提供保护 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行之有效 有楚清为她说几句话 太妃对她虽然还看不上 但是也没有以往那么严苛了 她以为自己终究得了楚清的心 现在 却听到楚清说自己 名不正 言不顺 一时间辛苦 眼眶变红了起来 急忙又低下头去 怕被文西迟看到眼底的泪影 她当初身为新国公的女儿 对许多小姐也是看不上的 眼下却落得这个地步 她觉得自己 总有一天会死在秦军王府 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5集 那我要进门的郑飞莫小姐 少杰儿是见过的 这位也不是什么个好相处的 上次过来的时候 还借借打了她两个巴掌 太妃在场 也没说什么 只有楚清不悦地皱了皱眉头 但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还斥责了自己一句 让自己向墨小姐道歉 一个小官吏的女儿 居然还爬到自己头上 少杰儿很不甘心 也深恨不疑 帕子被狠狠地抽紧 仿佛抽紧的是自己的心思似的 借着楚清的侧边死角 抬眼偷偷看了文西迟几眼 正巧对上文西迟的眼睛 然后不动声色地抬起手来指了指 那个方位有一棵很明显的高高的树 就是离这里有一些远 文大人客气了 文大人如果没有事的话 就让杰儿回去吧 这里毕竟这么多人 楚清看着周围一众刑部的人道 实在不好意思 请少二小姐回去吧 还不带少二小姐回去 楚清对着一边的丫鬟吩咐道 丫鬟不敢迟疑带着少杰儿离开 除了文西迟没有人注意到少杰儿 在楚清说少儿小姐的时候 牙齿用力地在唇角一咬 到如今 她居然还是少儿小姐 悲恨之间染上眉眼 这是清郡王府 偏远的一个角落 往日里这里很少有人过来 这里原本有一个侧门 后来太妃觉得不安全 叫人把这里锁死 这里也就再也没有人来过 刑部的人员今天到府里查案 走的地方不少 这里也查过了 之前没查到什么就过了 查完之后 叫人带到了文西迟的面前 审问一番 楚清来了 文西迟说有些地方没有查清楚 让自己的副职又去查一次 楚清怕查得不清楚 亲自跟着人过去带路 这里于是又查了一遍 眼下刑部的其他人 跟着楚清去往其他地方 这里查了两遍之后更加安静了 文西迟只带了一个小丝 出现在这院门口 背着手看了看门口的一棵高高的树 之前他审讯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这棵树 之前走过一次 当时就觉得 这棵树高了一些 多看了几眼 没想到绍吉尔还约他到这儿来 门须掩着 应当是方才查过之后 就这么地掩着 忽然门被推了进来 一个小丫鬟张了张 看到文西迟 脸色一洗 急忙推开门走过来 向着文西迟 行了一里 文三公子 文西迟看了一下 伸出 这是少吉尔身边的丫鬟 新国侯府陪嫁过去的丫鬟 刘香 并不是方才 陪着少吉尔过来的丫鬟 你们小姐呢 我们小姐在里面 文三公子请 刘香小心地看了看左右 才低声道 文西迟举步进到这个荒拜的院子 看得出这里没有人住 之前查的时候 也曾经查过的 眼下少吉尔就站在这个荒拜的院子里 见到文西迟过来 忽然提裙子紧走几步 然后重重地跪了下来 请文三公子救我 少二小姐 这是何意 文西迟站定脚步 看着少吉尔 文三公子 请你救我 我 我再答应下去 也没有任何活路的 少吉尔忽然哭了起来 他之前 对楚清还有一些妄想 方才却在楚清的话语之间下了决心 哀求地看着文西迟 少二小姐 你眼下是清郡王的侧妃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本官还是离开吧 文西迟淡冷的当 说完转身要走 少吉尔没有想到 文西迟二话不说 居然要走 大吉 文三公子 我知道昨天那个人在哪里 你知道 对 我知道 只要文三公子 能把我从清郡王府带出去 我就告诉你这个人在哪 文西迟沉默地看了一眼少吉尔 似乎在判断他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 文三公子 我真的看到了一个人被送了进来 就在清郡王府里 那个人现在 现在 少吉尔说到这 没有再说下去 只是哀求地看着文西迟 请文三公子救我 只要你把我带出去 我一定把知道的全告诉你 你看到了 对 我看到了 我真的看到了 是真的 少吉尔怕文西迟不相信 又急切地道 文西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低缓道 少二小姐 不管是出自什么目的 想要离开清郡王府 我只能说 这事我办不到 你在清郡王府暂时虽然没有名分 但毕竟会是侧妃 清郡王府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眼下又走脱了一个侧妃 这让刑部的人很难交代 所以 我不能带你出去 文三公子 再带下去我会死的 太妃 太妃就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那个要嫁起来的墨丘姨也不是什么好的 你是一个狠毒的 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 少吉尔一听文西迟不能帮他便哭了 因为惊慌 话说的前言不达后语 淋漓落落 文西迟心中一动 太妃对你不好 还是 这位马上要嫁进来的清郡王妃对你不好 你这身份 不得清郡王妃喜欢也是正常 竟然为妾室这样的委屈 难道还受不了了 文西迟慢条思理道 听得出很是不以为然 仿佛觉得少吉尔是在胡闹 少吉尔猛然抬头脸色涨得通红 仿佛受了极大的冤屈 不是这样子的 文三公子不是这样子的 那个女人跟太妃是一伙的 他们就是一伙的 她时不时都会来 有时候很晚了还来 来了之后就商量事情 太妃出手得很严实 他们 他们一定有事瞒着别人 想到有一次去见太妃 远远地就看到 太妃身边的人守在院门外 几乎可以算是五步一岗 五步一上 少吉尔就知道不能靠过去 特意地留了一个心眼 之后就看到莫秋仪离开 太妃甚至把她送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6集 一个小官吏的女儿 居然能够让一项自觉高人一等的太妃送出来 少吉尔直觉着里面有事 生怕被发现 藏身在一处假山后面 一动不动 带的人离开 又隔了许久 才偷偷回去 回去之后 越想越觉得不对 分明是有什么秘密 这个莫秋仪的身份不简单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是一伙的 太妃对莫小姐很客气 不像是对要嫁起来的儿媳妇 不像她 少吉尔连声道 他眼看着文西池又急切地道 文三公子 请你救救我 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别让我再留在这里 他们 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 你想离开 对 我想离开 怎么样都行 只要离开这里 如果让太妃知道我私下见了你 我一定会没命的 你如果想离开的话 去给星国侯传信就是了 他是你的父亲 到亲郡王府为你说话 必然会更好一些 不 不行的 不可能有用的 父亲不会管我的 约下这个时候 他不会管我 少吉尔绝望地道 哭得太厉害 却又不敢发出声音 只能用力地抵住夏恶 气不成声 星国侯伏如果有用 他早就找上门去了 如果是以前的星国功夫 不用他说 太妃也不敢这么对他 但眼下不行 星国侯伏败落了 他无处可依 只能祈求到文西池 拿昨天发生的事情 跟文西池做交易 也是他相信文西池的人品 即便帮不了自己 也不会出卖自己 才又这么大胆 搏了一下 如果今天 行不换一个人过来 少吉尔 必不敢如此大胆地 行这样的事情 这是关系到他的性命 他不敢不小心 文三公子 现在没有人会管我的死活 大夫人是这个样子 父亲也是这个样子 听说他现在在外面 还生了一个美貌的女儿 要带进府来 有了那么美貌的女儿 又可以立位嫡女 想送到哪里不行 他怎么会顾及 我一个送出去的书女 少吉尔哭倒在地上 少吉尔的事情 他也是只听楚清说的 想到父亲 为了一个外侍女 大动干戈 一心要立为敌女 而自己这个 原本在府里的女儿 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少吉尔就满心地怨恨 自己这个书女 虽然上不得台面 但一个外侍女 那可是比自己还不如 为什么会比自己更好 凭什么呢 你姨娘呢 你可以求助你姨娘的 我姨娘有什么用 就算她比其他姨娘 聪明一些又如何 还不是得一直讨好讲师 爷家讲师都死了 但还能怎么办 父亲又没把她放在心上 她现在就算是死了 父亲也不会多看一眼 想起自己的姨娘 眼泪越发地止不住 姨娘以前也是劝过自己的 劝自己别听少言如的话 说不要嫁进清郡王府 清郡王看起来 也不像是个好的 特别之后 又不太情愿 娶自己的样子 偏自己那个时候 觉得清郡王是良配 一心一意地要嫁进来 之后 又因为成王的事情 伸出另外的一番心思来 而今想起来 哪是自己伸出这么多的心思 分明是父亲伸出这么多的心思 而自己原本是个受害者 却成了水性洋花的女子 自己不过是水波逐流而已 凭什么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自己身上 清郡王府上上下下 看不上自己 也是因为之前 还闹了这么一处 其实 你还有一个选择 文西迟道 话说得很犹豫 请文三公子 指条明路 赵吉尔一听文西迟的话 直到他有法子 大喜抹了一把眼泪 冲着文西迟 又狠狠地磕了三个头 文三公子 请教我法子 我眼下 快山求水见了 他想了许久 找不到一个 可以帮自己一把的人 想不到 才一会儿时间 文西迟就帮自己找到了 如何不喜 文西迟沉默下来 毛子淡若流离 落在少吉尔的身上 看得他心头发出 好半赏才听他道 陈王妃可以帮你 他 少吉尔以为自己听错了 陈王妃 少五小姐 她的身份 她的地位 可以把你带在这里 前提是 你要全听她的 当然 如何说动她 就是你的事情了 文西迟缓缓地道 毛色淡淡的 但是一字一字 却震撼到 少吉尔的心灵 少婉如吗 少吉尔的心 少婉如微微拟眉 长期扑闪两下 带着几分茫然 看得楚流尘不由地 笑了起来 伸手拉着她的手 继续往前走 两个人用完午膳 消消食 身边只带了 玉杰和小萱子 清儿就是在这个时候 来禀报的 是吉尔小姐的信 是文大人 替她送过来的 说是请王妃 能帮忙 最好帮一下 昨天的事情 少吉尔知道一些 少吉尔知道一些 昨天的事情 水毛微微一条 有些意外 但又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想了想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对于少吉尔 一切全是她自作自受 其实并不叫人觉得同情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一千九百九十七集 不想滚 那就别滚 楚刘成的手 轻轻地拉了拉 她的手指 绸合得倒 那个行不光丽的事情 如果翻出来挺好的 少婉如道 长洁扑闪几下 眼下是一个好机会 她得让少静爬不起来 之前 已经去通知三夫人了 这两天 新国侯府必然会分家 少吉尔 在在这个时候 插上一脚 很有好处 你不闭关 本王会把这事翻出来的 楚刘成不以为意地道 狭长的毛子 扑闪了两下 带着一股子 斜似的气息 萧伯的唇角 微微一勾 新国侯府的事情 就是一个污烂的事情 栽进去的人不少 还是先看看她说了什么吧 少婉如咬了咬唇 有些事情 她布了局了 而且还是以后院的手段 楚刘成插手会被人发现 还不如依旧是自己 况且两生两世的怨仇 她更愿意自己亲手抱了 听她意思坚决 楚刘成也没有阻止 在她看来 只要少婉如高兴就行 其实这些事情如果不急的话 她可以在事后 一一替少婉如拔除 眼下少婉如沉不住气了 也无所谓 有她在 总不能够叫人 害了自己的女人去 不过文希迟 却让她有几分不高兴 莫名地觉得文希迟 和少婉如之间 有一些她看不明白的默契 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仿佛自己有什么 稀释珍宝 叫人知道了惦记上市的 满满的不悦 清儿乘上了信 少婉如接过信 拆开信封看了起来 戴德看完之后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把信递给了楚刘成 楚刘成接过来 随意地看了看 看完之后 不在意地问道 你意如何 如果 我给少姐儿撑腰 会对你有影响吗 少婉如迟疑了一下问道 不会 你放心 不管你做什么 都不会了 既然我走到了人前 这病也好了 当然不会再让人欺负了你去 你想做什么 就大胆地去做吧 楚刘成温和地倒 伸出手搭上了少婉如的肩 把她扮拥在怀里 娇小的身子几乎契合在她宽大的怀中 如同就是为她而生的一般 那种温柔的呵护 让少婉如几乎雷目 少婉如发现 只要自己在楚刘成的身边 就很容易觉得 自己只是一个小女人 不再是很利益的复仇者 是她让自己心思温暖 摇摇唇 水眸不闪不闭地看着楚刘成的眼睛 看着她长长的睫毛之下 幽深的眼眸 带着一丝可以看到的温柔 王爷 眨了眨眼睛 再眨了眨眼睛 眨去眼底的酸涩和感动 此生有了她 才让自己不再沉浸在仇恨之中 怎么了 楚刘成柔声问道 少婉如不再说话 只浮身靠了上去 这一次是她紧紧地在靠近她 停了一下之后 落在肩头的手滑了下来 紧紧搂紧她的仙腰 周刘放心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会有事的 楚刘成的声音温柔 就带着一种不可抗的威视 可以听出 她话语之中的果断和从容 这不是说说而已 她是真的这么想 也会这么做 长期如同倦带的蝴蝶一般 落在她的眼眸上 心重重地落地 没有任何的彷徨 眼眸虽然微红 唇角却是勾起来 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 我知道 她又怎么不知道呢 这个男人对她的心意 其实她早就知道的吧 周刘还有多久生日 这么等下去 总不太好吧 下一刻 所有的感动 在听清楚这句话的时候 破功了 上晚如墨地推开楚刘成的怀抱 娇撑了她一眼 这个人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 说这样的话 她脸色爆红 朱朱 我说的是真的 楚刘成叹了一口气 俊美地眉眼看起来 竟然有几分可怜的意思 可怜 少晚如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居然会觉得楚刘成可怜 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 哪里可怜了 我要说之信的是 少晚如狠狠地道 从楚刘成的手中把信扯出来 往边上的亭子处走去 好 好好 说就是了 楚刘成带着宠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听得少晚如脸色又是一阵暴红 下意识地停下脚步 带得楚刘成上前拉住她手的时候 狠狠用力地掐了她一下 舅舅 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 楚刘成一脸地伤疼 看得少晚如委屈兮兮的 这还真的是那位算无一策的陈王吗 少晚如摇摇唇又恨恨地等了她一眼 却不知道她眼下的样子其实一点也不凶 隐隐的水眸含羞待怯的样子 让楚刘成的眼底越发地温柔几分 两人在亭子处坐下 少晚如斜腻了楚刘成一眼 见她还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俊美的眉眼 勾得人心头扑扑乱跳 索性转过身去不去看她 被她这么一打岔 方才心头因为少吉儿生起的郁杰也散了许多 再次看的时候 也没有了方才那种又闷又烦的心情 少吉儿写的信没有半点的隐瞒 从昨天晚上的事情说起 说她当时看到一个人被扔了进来 扔到了府里的一处空的院子 之后扔进来的人消失了 她很巧看到这一幕 之后就看到了火起 有黑衣人潜入 她不敢多看 立时躲了回去 之后太妃叫人查整个郡王府 她那里也查了几遍 最后这事儿就停了下来 应当是把人找到了 但眼下这个人在哪里 少吉儿说她不知道 她以这个消息 求少晚如一次帮忙 不要求多少 只要能够让她回新国侯府去住几天就行 其余的事情她会自己想法子 先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 再求少晚如 代表了少吉儿真心实意的 想求得少晚如的帮忙 这在以往的少吉儿身上是没有用的 握着这封信 水魔巍巍巍地扬起 少吉儿什么时候这么聪明过 知道如果她不把这些事情写在前面 自己绝对不会助她 原本两个人的关系就事成水火 少晚如又怎么会伸手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8集 眼下倒是觉得身一下手也没有关系 而文西池也很奇怪 她居然对自己的心性这般了解 知道少吉儿这么写 自己会伸手帮她一把的 当然 这不只是少吉儿信写的好 还有这事对自己也有好处 唇角无声地勾了勾 文西池的行为她看不懂了 这些事情也是文西池想知道的 但她对上少吉儿 想从少吉儿那里得到消息 不算是什么难事 又何必把自己拉进来 文西池在行步 是不是太闲了一些 还管这种闲事 楚刘成冷恨一声 不悦地从她手中抽了信过去 扔在石桌上懒洋洋地倒 可能是因为少吉儿吧 两家孩子一起长大 少吉儿文西池也算是一起长大的吧 文西池什么时候有这么 欺美竹马的情分呢 楚刘成不以为然地倒 长节不悦地长了两下 这话说得还真酸 少婉如扑吃一声笑了 伸过手拉了拉她的衣袖 好了 这是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管文三公子是帮少吉儿 还是另有他意 总不见得是因为我吧 我跟他可没有什么 欺美竹马的情分 这话说得楚刘成心头一畅 很是欢喜 脸上却还露出勉强的表情 你能这么想最好 文西池的心思让人难猜 你也后离他远一些 好 我一定会离他远一些 那这封信呢 少婉如指了指桌子上的信 笑着问 眉眼温婉精致地 让楚刘成心头 也跟着饭甜 她从来就不是什么规矩的人 心里这么想 手就伸过来 把少婉如拉过来 搂入怀中 头低下 在她娇嫩的唇上 轻轻一吻 然后靠在她耳边滴雨 一切都随你 玉杰和小轩子眼观鼻鼻关口 直直看着面前的一角地面 当自己不存在 唯有两个人眼底的笑意 知道他们两个是看清楚了这一幕的 主子和王妃两个轻轻热热才好 至少 这府里叫人觉得热乎 少婉如闹了一个大红脸 急忙去推她 腰间一松 整个人差一调摔出去 吓了一跳 低呼了一声 眼看着就要摔倒在地上去了 妖精又被重重地一拉 重新地摔落在楚留臣的怀里 伴随着楚留臣的心悦的笑声 震得靠住的胸膛发出微微的震动 愈发地让少婉如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受了调戏 说好的邪逆很利的男公太子呢 为什么眼下的楚留臣是这个样子 和上一世给自己的印象完全不同 粉嫩的脸颊 如同涂了最上好的胭脂 眸色婉转恋眼 又透着几分羞脑 娇撑地瞪着重新出现在面前的俊美的脸 这让还能不能好了 还能不能当一个安安静静的城王 楚留臣低头看着少婉如 看着她悬嫩的脸上 浮上两朵淡淡的红云 不只是脸 连耳朵脖子处也有着淡淡的红韵 阴唇越发的艳美 仿佛勾人似的润泽 印得那张精致的小脸 透着一股子无法描述的妩媚清澄 心跳不由地急速起来 头低下 稳再次落下 落在她温软的唇角 上腕如蒙了 整个人如同烧起来似的 浑身上下都在烧 热得发烫 如同被煮在锅里的大虾 想逃 焦躯被她紧紧抱住 她的手用力 仿佛要掐断她纤细的腰肢似的 鼻翼之间全是她的呼吸 让她整个人沉浸在她浓重的呼吸里 少腕如被迫抬起头 任她肆意 终于储留成自己说不住了 怀里的人几乎是上天 为她量身定做似的 不管是什么都合乎着她 用力地把少腕如抱在怀里 平缓着急促的气息 怀里的人娇小温柔地依偎着 可以感应到她的气息也不平息 整个人浮在自己怀里 到现在也不敢抬头 楚留成忍不住不适一声笑了起来 又低下头在她绣发上轻轻一吻 有了她 自己的人生才是完美的 如果没有她 她不知道自己会如何 她感谢上天 把卓卓送到自己身边 听到她的笑意 少腕如月发地 羞得不能自意 把头紧紧地埋着 仿佛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羞耻感减少似的 光天化日之下 两个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这若是叫人看到 要如何解说 幸好这是陈王府 这是她现在唯一的庆幸 用力地在她紧摇处 狠狠地拧了一把 听到楚留成嘀嘀呼痛的声音 又觉得不好 手放了下来 还特意地揉了揉 怎么了 心疼了 耳边楚留成温柔的声音带着甜甜的笑意 少腕如的脸更红了 她不想说话 一点也不想说话 仿佛说什么都是满满的羞耻感 她就不能什么也不说嘛 紧紧地抿着嘴 低着头 一动也不动 索性装死起来 脚忽然离去 少腕如吓得低呼起来 下意识地伸手抱住楚留成 既然卓卓不愿意见人 那本王就抱你回去吧 耳边是楚留成低雅的笑声 透着不同于往日的清朗气息 莫名地叫她越发地羞得不能见人 身子扭了扭 低声道 放我下来 放下来干什么 楚留成抱着少腕如往回走 小轩子和玉杰对是一笑 急忙跟上 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谁都看得出王妃休脑了 你 你还不放我下来 叫人看到怎么办 感应到她继续举步 少腕如 越发地着急起来 世家闺秀的教育 自然不能做这么出格的事情 就算她从小也不是那种 循规蹈矩的人 这时候也觉得没脸见人 这也太出格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1999集 本王抱自己的王妃 难道害怕人看到了不成 楚留成不以为意地道 唇角微钩 怀里的少女太轻了 轻得让她怜惜不已 会有人看到的 少腕如大吉 陈王府虽然这里很严谨 但是 也不能保证 没有别府派来的奸细 看到了又如何 谁来也爱不着本王 楚留成声音温柔之中 带着几分霸道的气势 这种气势 居然奇异地安抚了 少腕如骚动的心 摇摇唇 路都走了一段了 她既然不放 她在挣扎也没有用 自己的力气 比起楚留成来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在挣扎得厉害 不过是叫人看了笑话罢了 想明白这一点之后 少腕如历时不动了 感应到少腕如的温顺 丑留成脸上的笑容 越发的温柔 用力地抱住怀中的人 手下放松 这是她的质保 是她唯一的质保 也是她唯一追求的女子 为了她 她可以做任何事情 唯有她 才是她唯一的救赎 救了她那颗 原本涌进黑暗的心 少吉尔等着少腕如的消息 其实并没有多少把握 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少吉尔以往是绝对不干的 这太傻了 别人都知道了 还怎会来救自己 也太蠢笨了吧 她甚至怀疑 是不是文西池 故意要 想要探她的消息 才假装让她写这么一封信 说是送给少腕如 其实是她自己看的 毕竟这里面的消息 她也想知道 可她不得不照着她说的做 眼下她没有退路 细想起来 也的确只有少腕如 她和少腕如的关系又不好 不止一次听了讲识 少言如和太夫人的话 害过少腕如 想起少腕如就莫名的心虚 文西池这么说了 她不敢不照办 信送出之后 她一直坐立不安 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她住的院子 跟之前那个空的院子 并不远 太妃并不愿意 让她离楚清太近 这也是她之前 去那个没人住的院子 方便的最重要的原因 眼下把自己知道的秘密 说出来 却迟迟没有等来消息 少吉儿急得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已经在原地 转了好几圈了 刘湘被她打发出去 看看外面 有没有少腕如的消息 一时间又想到 如果楚清和太妃 知道她说的话 一定不会留下她的性命 她的性命 现在可以说是掌握在 少腕如的手中 可她为什么 还没有来救她 文西池之前一再表示 陈王妃必定会救她 让她别轻举妄动 可是她这心 怎么也进不下来 想到少腕如 她一阵心虚 侧妃 王爷来了 门重重地被撞开 流香满头大汗地跑进来 脸色惨白如雪 她跟着少吉儿一起进的 亲居王府 在府里过得也是小心翼翼 比在新国侯府还不如 王 王爷来了 少吉儿手中的茶杯 重重地落到地上 颤抖道 挪 奴婢不知道 王爷带了几个人过来 奴婢远远地看到 就 就 马上来禀报你 流香也颤抖道 这楚仆两个都不是什么胆子大的 也都不太聪明 和她的主子一样 流香也是一个刻薄的性子 对于他们比不上的 用力巴结 对于比不上他们的 又用力地刻薄 仿佛要把别人都加之在 他们身上的屈辱讨要回来 那 那 那怎么办 少吉儿抖着手道 慌得不成样子 大脑里一片混沌 她不知道眼下要如何处置 是不是自己暴露了 太夫人让楚清 来要自己的性命 自己马上就要被弄死了 扔到论葬岗里 这么一想 整个人都不好了 瘫软在椅子上 站也站不起来 侧妃娘娘 你 你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往映往日就很喜欢你 不会有事的 流香脸色惨白地安抚着她 这话说出来 两个人都是不幸的 楚清如今对少吉儿还算不错 但也只不过是不错而已 对上太妃的为难 楚清一句话也不说 站在她母妃身后 从不对少吉儿有什么好颜色 流香 怎么办 怎么办 少吉儿六胜无主 急得眼眶都红了 她是真的害怕事情败露 她和文西迟的事情 如果被人发现 绝对没有活路 她不愿意就这么死了 她还年轻 怎么能就这么 年纪轻轻地死了 她不要死 莫德站了起来 下意识地就要往后逃 她不想看到楚清 流香 舍 舍我睡了 人不舒服 四辈娘娘 您再回去也没用的 王爷马上就要到了 您 您 您再说不舒服 也没用的 流香一把拉住她 哆嗦着直言道 少吉儿有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得宠了 是宠身骄 在楚清过来的时候 说她不舒服 想得到楚清的呵护 偏偏楚清没理会她 该让她伺候 还是让她伺候 完全不顾及 她的身体 是不是不舒服 那 那怎么办 侧妃娘娘 王爷来了 还不过来接王爷 外面传来声音 一听便是楚清身边的小丝 屋内主仆两个更慌了 居然来了 他们现在就算是想避 也避不了 到了这个份上 少吉儿也豁出去了 当下咬了咬牙 用力地吩咐道 去 跟着我去迎接王爷 作妃娘娘 刘夏嘀唬一声 推斗成一团 如果你还想活命 就把你的害怕收起来 否则 我会第一个把你推出去 第一个推出去 那还有命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第二千集 刘夏被他吓了一跳 奇怪得不抖了 虽然脸色还是苍白 但是看起来 居然镇定多了 甚至还上前 替少吉儿 整理了一下衣衫 苏妃娘娘放心 奴婢不会坏事的 两个人一起定了定神 知道不管如何 都得迎出来 这接下来如何 还真不是他们 能够决断的 用力地咬了咬牙 少吉儿抬起 软绵绵的腿 缓步走了出去 才走到屋门口 就看到 楚清背着手 走了进来 脸色阴沉 少吉儿的腿又软了 就是往门框上一靠 娇滴滴地叫了一声 王爷 然后侧身一礼 刘夏躲在他的身后 也跟着行李 楚清冷冷地 看了他们一眼 大步地走进了屋子 在当中的椅子上坐定 目光落到了 少吉儿身上 看得他背心处的汗毛 都竖了起来 卸身见过王爷 少吉儿强压着 心头的恐惧 上前盈盈益力 刘夏依旧 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楚清的目光 冷冷地落在 少吉儿的身上 看得少吉儿身上 越发地发寒 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心神颤抖 楚清这么看着他 是什么意思 是发现了什么吗 你到府里 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妾身到府里 已有数月了 少吉儿低头 不敢让楚清 看到自己眼中的恐惧 本王对你如何 王爷对妾身 恩诚有加 妾身在 新光侯府的时候 一直被忽视 到了王府才知道 妾身也会被人怜爱 听他说得诚恳 楚清的脸色 稍稍好看了几分 伸手指着 边上的凳子 坐 王爷坐着 哪有妾身的位置 妾身还是站着 侍候王爷才是 无碍 让你坐你就坐 少吉儿不敢再顶嘴 偏着身子在一边的 唇凳上坐下 因为紧张 也只是站着身子 稍稍坐下 整个人的身子 都是绷紧的 这样子比站着 还叫人难受 可他偏偏不敢多说什么 楚清来意不明 到现在他还没弄清楚 他的意思 哪里敢有半点松懈 本王早就听闻 你在新国侯府 过得不如意 当初落水的 明明是少言如 最后却拿你顶了缸 少敬为人可见 不怎么样 自打你来到 本王的王府 本王对你也很怜惜 这府里眼下 就只有你一个 是本王名正言顺的女人 以后啊 纵然秋仪嫁进来 也少不了你的好处 如果能生下长子 这将来如何 不用本王说的吧 是 切身明白 少吉尔低声道 这话若是他没有嫁进 君君王府的时候听到 还会有无限的遐想 眼下去只有精 没有喜 楚清这个时候 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连太妃都对墨秋仪 这么看重 甚至于不顾身份 把她送出来 楚清又岂会让自己 生下长子 给墨秋仪添堵 少吉尔之所以 这么的死心 还有一点就是孩子 她曾经想过 以墨秋仪的性子 以及墨秋仪 必太妃重视的程度 将来就算 她给自己下腰 让自己永无子嗣 楚清和太妃 也不会说什么 说什么现在是 府里唯一的 有名分的女主子 眼下 有多出头 将来就有多倒霉 清君王府的这段日子 双少吉尔清醒地 意识到这一点 墨秋仪进门 自己就是一个 永远的悲剧 那位恐怕 比这太妃对自己 还要狠 你能明白就好 见她如此 楚清的神色 越发柔和 甚至还倒了一杯水 送到她面前 你跟陈王妃关系好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什么 陈王妃今天 过府来看你 说要见见你 又说兴国侯府 太妇人病重 传话让你回去一趟 看看她 少吉尔大力地 喘了几口气 有种重新 活过来的感觉 原本不是对自己 心事问罪 是因为少婉如来了 少婉如真的来了 少吉尔后之后 觉得大喜喜上眉梢 但在看到楚清 微皱的眉头时 历史感应到不对 急忙让笑脸 变成了一张 愁苦的脸 这么病了吗 病得这么严重 原本祖母的身体 就不好 眼下腹里又发生了 各种事情 祖母别一个压不住 说到这儿 少吉尔称作举家 拿帕子磨去眼泪 虽然祖母对 妾身不好 但毕竟是 妾身的亲祖母 还望王爷恩准 让妾身去住个两天 服侍服侍她老人家 说完 音音地哭起来 看她一副交集的样子 楚清的眉头微窄 神色少了之前的阴沉 太夫人病了 你这个当孙女的自然得去看一看 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少吉尔 你之前不是跟陈王妃关系不睦的吗 怎么陈王妃为了你会亲自走一趟 陈王妃不得新国侯府的人待见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特别是新国侯府的二房和大房的关系不好 少吉尔虽然不是蒋氏亲生 但毕竟是二房的 和少宛如的关系应当也不好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